第701章以口渡药 九韩宫之人 专修兵韩宫法 在常年的修炼中 他们的心 如同被冻结起来 早已灭绝了七情六欲 但此时 叶谦寒被兵封住的心 却出现了一丝丝悸动 今日 他经历的事 太多了 在柳诗运和古景天的联手攻势下 他身受重伤 几乎要自我放弃 可在生死一瞬 楚行云如同天神般降临 以凌然霸道之姿态 将他从鬼门关里救了出来 随后 他落入星光暴雨 还是楚行云 将他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并且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 挡下了所有的星光 让他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如此举动 他在九韩宫内 从来没有看到过 更没有亲身接触到 在他最虚弱无助之际 这样的温暖 来得太及时 几近要融化心中的寒冰 毕竟 不管夜千寒的城府有多深 手段如何冷酷 无情 但在男女感情方面 他却因为九韩宫的压制 从而一无所知 尤其是楚行云刚才那一句话 太深情 让夜千寒压抑了许久的情感 终于在这一瞬间爆发开来 冰封住内心的尖冰 也在这时出现了裂痕 当然 出现在内心的细微变化 夜千寒还没有察觉到 他只感觉自己的思绪有点乱 越是凝视着楚行云的面旁 心脏就跳得越厉害 扑 便在此时 楚行云的身体颤抖了下 一道血溅 从嘴中喷涌而出 脸上更是浮出无比痛苦的表情 在地上蜷缩了起来 夜千寒被这幕吓了一跳 他低头望去 不禁倒吸一口寒气 在他的视野中 楚行云身上的伤势 竟开始不断恶化 那一道道观穿伤 已经围及到了五脏六腑 流淌出来的鲜血中 不光有碎骨 甚至还有内脏碎片 夜千寒伸出右手 搭载了楚行云的腹部 眉头竖然一紧 那些星光果然诡异 虽说已经消失 但还有力量残存在落云体内 现在 他不仅身体受创 就连领海 也受到了巨大影响 根本无法自我修复 如果不及时治疗 不出一刻钟 他肯定会因为失血过多而亡 夜千寒推算着楚行云的伤势 这时候 楚行云又是吐出几口鲜血 两眼一翻 竟当场昏死过去 也正是在这刹那 楚行云身上的伤势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恶化 一直搏动有力的心脏 也逐渐变得力竭 有种死气沉沉之感 看在你曾经救过我的份上 这一次 就当作是报恩吧 夜千寒低声呢喃一句 似做出了什么决定般 手掌翻动 拿出了一枚散发着微弱寒气的紫色丹药 这枚紫色丹药 名为紫灵冰心丹 是九寒宫独有的疗伤圣药 只要将紫灵冰心丹服下 药力就会化为寒霜 游走于全身经脉 将所有的伤痕都冰封住 进而阻止伤势恶化 快速痊愈 此丹药 极为的珍贵 位列八品层次 在底蕴雄魂的九寒宫之中 都属于至宝圣药 即便以夜千寒的地位 手中也仅有两枚 他看着陷入昏迷的楚行云 深深吸了口气 然后将紫灵冰心丹放入到嘴中 并且小心翼翼地咬成了粉碎 呼 夜千寒清洗红唇 一缕蕴寒精唇药效的寒气 从嘴中缓缓飘荡了出来 随即 他闭上了双眼 亲手低下 将双唇紧紧贴合在楚行云的嘴上 他 居然以口度药 在这瞬间 夜千寒的身体颤抖了下 毫无意识地发出了一声娇喝 他没有睁开双眼 却能感觉到一股男性独有的阳刚气息 迎面扑了过来 让他那磕本就跳动得厉害的心脏 更是变得激动杂乱 脑海一阵天旋地转 片刻后 药效终于散去 几乎在同一瞬 夜千寒猛然起身 连连向后退了几步 这才将美眸睁开来 美艳不可放物的面庞上 没有了往日的冷漠 反而染上了一抹飞红 洛云身受重伤 已经失去了所有意识 就算服下了子灵兵心丹 也无法炼化吸收 我这样做 只是单纯为了救他 若非如此 他必死无疑 夜千寒心脏跳动得厉害 连说话都变得有些杂乱 他信心回过头 朝楚行云望了过去 见后者的伤势不在一血 气息也逐渐变得平稳 终于是松了口气 脸上不自觉地浮起 一抹满意笑容 以子灵兵心丹的药效 一天后 应该就能苏醒过来 夜千寒低声自语 手掌一番 再度拿出一枚子灵兵心丹 并将其一口服下 柳世韵的子星武灵 拥有无穷无尽的镇压之力 这股力量还残存在夜千寒的体内 让他始终无法运转领海 此刻 危机已经解除 他也应该全力恢复伤势了 翁 随着子灵兵心丹的服下 一股无比精纯的药效 就此在体内弥漫开来 那药效化为寒气 一接触到夜千寒的领海 立即变得亢奋起来 加速恢复着他的伤势 半个时辰后 一道闷响声音 从夜千寒的身上传出 他猛然睁开双眼 嘴巴为张 一抹由紫星光漂浮而出 接触到空气后 立刻消散于无 紫光散去 终于可以勉强运转领海了 夜千寒吐出一道字音 领海轻颤 一股微弱灵力缓慢涌出 欢快游走于经脉当中 可正当他为之欣喜的时候 在夜千寒的身后 原本还处于昏迷状态中的楚行云 突然睁开了双眼 重伤未愈的身体 更是弹跳起来 嗯 夜千寒逐渐恢复了伤势 自然能察觉到这一异样 脸上顿时浮起一丝难以置信之色 惊呼开口道 仅仅过去半个时辰 落云怎么可能恢复过来 他的双眸充满了疑惑 目光凝望过去 却发现楚行云的身体 在此时变得异常飞红起来 周身上下 更是散发出浓厚的纯阳气息 正红着双眼 一步步朝这边走了过来 那种感觉 很古怪 就好像是一个坠入冰窖的人 看到了一座温暖的火炉般 忍不住地靠近过来 甚至还要将其涌入怀中 第702章抉择 这是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一变 使得夜千寒睁大了双眼 然而 不等他反应过来 楚行云已经冲到了他的面前 强而有力地双臂张开 一把便是将他的裙袖给撕了去 吃 群秀裂开 长裙缓缓滑落 露出了一节柔弱阳汁的白皙肌肤 一股独有的忧香气味 涌入楚行云的鼻尖 让他的双眼变得更为火热 喘息声粗重如牛 好奇怪 此时的落云 好像并没有自主意识 夜千寒虽背下的花容失色 但他却敏锐注意到 楚行云的双眼 并无神光 身上的动作也略显笨拙 仿佛只有最本能的反应 难道是因为紫灵冰心丹的缘故 这一念头 在夜千寒的脑海中浮现 几乎在同时 他似乎回想起了什么 瞳孔骤然紧缩了下 原来 紫灵冰心丹 乃是九寒宫独有的疗伤圣药 倘若九寒宫之人服下 此丹药的寒气 不仅能加速扩散 还会主动融入到四肢百 还各处 让伤势快速恢复过来 且不会出现任何的副作用 这就是为何 夜千寒服下紫灵冰心丹之后 短短半个时辰的时间 它就能够驱逐体内的紫星之光 使得灵海重新恢复生机 但 如果非九寒宫之人服下紫灵冰心丹 虽然也能恢复伤势 却会伴随着强烈的副作用 尤其是血气方刚的男子 更会直接引来阳气大盛 阴气衰竭 导致严重的阴阳失调 倘若不能及时调节 这一股阳气 将会越烧越旺 不仅给身体带来巨大伤害 严重之时 甚至还会暴体而亡 刚才伤势过于严重 思绪问乱 居然把这点忽略了 夜千寒暗暗愧疚 他放眼扫去 却看到楚行云再次扑了过来 嘴中发出着一道 宛弱野兽般的长啸声音 落云 速速醒来 夜千寒的身形再多厚彻 一道冷音喝出 想让楚行云恢复过来 无奈的是 楚行云的理智 早已经抛到了脑后 内心深处 唯有一股最原始的冲动 羞 身形如风掠洞 楚行云逼近到夜千寒的面前 他的体魄 本就远远超过寻常人 扶下子灵冰心丹之后 伤势恢复 再配合真火凤凰的无穷生机 灵海的恢复速度 自然要胜过夜千寒不少 双手上 灵力如潮水般涌出 楚行云紧紧抓住了夜千寒的玉壁 翻身一压 将他抵在了地面上 在体内肆虐的那股强横阳气 更霸道了 长笑声不断 落云 你敢 夜千寒的声音 骚然变得冰冷 但见他的双眸省下 一丝仅存下来的灵力漫出 盘旋在右手手掌心 最终凝聚成一枚幽子寒针 这枚幽子寒针 乃是由九幽寒星所化 九幽寒星 是九寒宫的无上至宝 埋藏于万古冰川的核心之处 是天地寒气的本源之一 此物由天地凝聚而成 蕴含四道金龙黄系 是一件绝品黄系 虽说现在的夜千寒 仍是重伤之躯 只能催动一丝灵力 但这一丝灵力 已经足矣 只要寒针刺入到楚行云的体内 这一股本源寒气 便能冻结五脏六腑 湮灭一切生机 轻轻松松结束掉他的生命 一散出本源寒气的可怕寒针 曝露在了空气中 使得整片空间的温度都下降不少 夜千寒双眼冰朗 将寒针朝楚行云缓缓逼近过去 九寒宫之人 灭绝七情六欲 绝不能因此破戒 这时候 夜千寒的脑海中 回荡其九寒宫的门规 他的内心一片冰朗 那寒针的可怕寒气 更是降临到了楚行云的身上 让后者的皮肤 都结出了一层薄薄的寒霜 只要再靠近一分 近一分 寒针就能刺进楚行云体内 了结他的性命 而夜千寒也能因此获救 守住自己的真结 寒针 一点点靠近 眼看就要刺入楚行云体内之时 忽然地 夜千寒脑海中的门规之言 就此消失掉 他的脑海中 浮起了一道道模糊光影 更想起了一道深情无比的温柔话音 古语曰 弱得一人真心 虽久死 而游未悔 你是我一生一世的挚爱 只要能换你平安无恙 区区一条性命 不要又何妨 一生一世的挚爱 夜千寒目光一空 嘴中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他的目光抬起 近距离凝望着楚行云 虽说后者已经失去了理智 但那张俊逸面旁 那双深邃眼眸 以及那温暖的怀抱 却依旧让夜千寒有种熟悉之感 甚至 还有一种渴望之感 罢了 突然 夜千寒清吐出一道字音 他的绝美面庞上 再无一丝冰冷神态 而是羞不可疑地别过头去 呛一声 他松开右手 将寒真扔到了地面上 体内 一道道灵力奔略而出 最后化为一团浓郁的幽子光云 直接将他和楚行云彻底照住 世尊 图人不孝 未能守住九寒宫的门规 夜千寒抬起琴手 话音中充满了坚定 随着这一道话音的响起 夜千寒内心深处的尖冰 完全碎裂掉 一股同样炙热奔放的情感 如同绝体洪水般冲了出来 顷刻间 这片空间之中 渐渐变得安静下来 唯有那一道幽子光云 悬浮在半空中 席内 隐隐约约有着令人怦然心动的春意 悄然弥漫而开 这般景象 在持续了许久之后 终于是被一道清脆的碎裂声打破 下一刻 那道幽子光云绽放开来 短短促习时间 便是消散为虚无 而随着光云的消失 平地上 缓缓浮现出了楚行云和夜千寒的身影 此刻 他们两人的衣衫 早已经穿戴整齐 夜千寒轻靠在楚行云的胸膛上 柔情如水 正痴痴凝望着陷入沉睡中的楚行云 叫脸上 依旧挂着一抹涂红 这时的她 完全没有了平日里的冷意 更不像是手段冷酷的无情之人 而像是一名坠入爱河的女子 脸上洋溢着幸福之容 不过 这样的神态 这样的表情 除了楚行云之外 无人能有此艳福 第703章碧玉之时 夜千寒伸手抚摸着楚行云的面旁 指尖传来的温暖 令她不禁想到刚才的疯狂 笑脸上 煞食不满了娇羞之容 她知道 今日之后 楚行云将会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 再也无法忘记 嗡 这时 一道嗡名声突兀响起 夜千寒的身上 一枚散发着星红光芒的玉石掠出 悬浮于空 释放出无比邪恶的诡秘气息 赫然正是天魂空心石 这水流香 到底去了何处 夜千寒双眸省下 眼眸中闪过一道冰冷锋芒 但她回过头 望向楚行云的刹那 冰冷眼眸顿时变得温柔 涌出满满的爱恋之意 只见她深深凝视了楚行云一眼 随即缓缓站起身 小心翼翼地朝圣殿外走去 举止之谨慎 生怕会打扰到楚行云的休息 其实 夜千寒本可以等楚行云醒来 她之所以不辞而别 原因之一 是天魂空心石 发现了水流香的踪影 她急着动身去搜寻 但最为主要的 还是她心中的那一抹少女娇羞 夜千寒 虽是九寒宫的妖孽天才 城府极深 手段层出不穷 但对待男女之情 她却毫无所知 说是一张白纸 也不畏过 今日 冰封住她内心的尖兵 已经碎了深深烙印着楚行云的身影 更甚者 她们两人还行了男女之事 纵情疯狂 这一切 让夜千寒感觉到了男女之间的美妙 但总归有些突然 她还没有想好要用如何的姿态 来面对楚行云 天魂控星时发出的意象 很及时 为夜千寒找到了一个借口离开 啪哒 刚踏出奇心圣殿 夜千寒忽然停下了脚步 她回过头 双眸如水地望着楚行云 停顿了片刻 这才依依不设地将目光收回来 急速飞离了奇心圣殿 夜千寒离开后 过了没多久 楚行云的双眉动了动 嘴中 发出一丝轻易声音 这是哪里 她有些吃力地睁开了双眼 目光似望 发现自己正在一处 灰红宫殿的平地中 四周 空无一人 处处透着寂静 楚行云站起身来 开始回忆之前发生的事情 我记得 夜千寒被卷入了星光暴雨 我为了救她 也冲了进来 并且在危机关头 成功利用黑洞重剑的引力 挪移了星光暴雨大阵的阵眼 眼前这座灰红宫殿 应该是真正的奇心圣殿 不过 那个时候我已经身受重伤 脑海中 甚至还恍惚浮现出流香的面容 但为何 我现在却毫发无伤 楚行云顿感一头雾水 脑海中浮现出无数疑惑 当时 她突破了可怕的星光暴雨 全身早已重伤 进入了昏迷状态 随后又扶下了紫灵冰心丹 阳气大胜 险些暴体而亡 一连串的身体变化 使得楚行云对这段记忆 没有半点的印象 包括她和叶千寒的纵情疯狂 也都忘得一干二净 既然记不起来 那就罢了 思索一番无果 楚行云也不再苦苦纠结 她的视线朝前方望去 眼眸中闪过一抹奇带之色 漫步而出 踏入了奇星圣殿内 天魂空星时出现的异象 很是突然 在此前 夜迁寒并没有探索奇星圣殿 因而整一座圣殿 保存完好 没有任何人为痕迹 一眉闪烁着黑光的星辰悬浮在眼前 仿佛守卫那般 守护着奇星圣殿 在楚行云穿过黑光星辰的沙纳 她犹如感觉到了一股阴冷气息 回目四望 一眉眉星辰镇守于各大方位 星光闪耀 令楚行云感觉有些不舒服 群星坠落后 所有星辰都出现在此地 仿佛 这些星辰就是奇星圣殿的一部分 楚行云看着前方一眉眉星辰 她的脚步没有因此而停下 不断伸入圣殿 很快地 楚行云来到了圣殿的最深处 这里 似乎是一片广场 四面之地 上方虚空 星辰树木可达万千 透彻如若白昼 楚行云的双眉皱了下 在她的正前方 广场中央处 耸立着一尊石台 石台上方 有一枚造型奇特的碧玉之池 正静静悬浮在半空中 这枚碧玉之池 楚行云并未见过 极为的陌生 但这枚要是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她却颇为熟悉 居然跟水落秋的气息毫无二意 看来 这就是进入先祖行宫的关键所在 楚行云的眼中闪过一抹金芒 身形略动 大步朝石台走了过去 可就在这时候 天地间 星光重重闪烁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降临 紧一杀 就让楚行云感觉心神狂颤 目光抬起 那里的天穷之上 浮出了一条星光长河 璀璨次目 席卷长空 不断在她瞳孔中扩大 这条星光长河 楚行云只看一眼 就使得她体内灵力 毫无规律的疯狂流转 好似有一股无影无形的恐怖意志 已经渗入到脑海深处 要将她碾压至死 楚行云脚步一踏 黑洞重剑羌然出手 刹那间 一股透着毁灭气息的黑色剑光风暴冲天而起 剑声引力 扫荡四方 把所有星辰都挪移开来 然而 星辰的数目太多 每一枚星辰所拥有的力量 都截然不同 蔓延下来 镇压虚空 刺目星光狂乱舞动 死死守护着石台 再度压迫到楚行云的身上 通隆隆的声音响起 一枚枚星辰动了起来 直接从高空中坠下 流光闪耀 威压更强盛了醋背 把虚空都撵出一道又一道的细微波纹 楚行云紧紧握住黑洞重剑 抬手轰出 黑白两次光芒闪耀 接触到一枚炙热星辰 恐怖力量就此爆发开来 引来了可怕渔泼 烟尘漫天 纵使星辰再多 也只是无主之物 黑洞引力 给我破支 楚行云的声音高朗 见一直冲云霄 黑洞重剑上的无形引力 肆虐于空 渗透到每一枚星辰之上 并且遏制住星辰之光滑 强行稳定住局面 见此机会 楚行云大步跨出 往前方冲了过去 五指张开 一探 就要将那枚碧玉之池收入囊中 第704张古图 楚行云略动于万星之中 手掌探到石台上 紧插一丝 就能取下碧玉之池 咚 陡然间 楚行云心脏狂颤了下 那星辰光滑变得更加刺眼 意义生辉 令人感觉精神都要崩溃掉 同时 前方石台中 有一道奇光绽放而出 定睛望去 那一道奇光 竟是一幅古图 透着古老苍茫之气息 出现之时 万星似产生了共鸣 萦绕古图而旋转 好似完全融为了一体 这幅古图围颤一下 旋即 星光蔓延 朝着楚行云杀来 速度竟提升了醋背之多 看似朴实无华 实则蕴含万星之威势 撕裂长空 楚行云不敢大意 他怒吼一声 黑洞重剑扫荡而出 虚空中 逆转五行须迎缓缓浮现 逆转天地 疯狂镇压过去 恐怖的爆炸声震荡空间 那古图依旧闪烁着星光 每一道星光 都代表着一枚星辰 在这片平地上扑展开来 星辰与星辰之间 透着无比玄妙之意 林震 楚行云心头剧烈地战斗着 这些星辰所处的方位 暗和林震之道 相互共鸣间 更是衍生出林震之威 这些星辰 悬浮于古城各处 凝聚成一座 无比浩瀚的星辰林震 原来 此林震的来源 就是这张古图 难怪他能随意掌控万星 并且瞬间布下星辰之阵 楚行云彻底恍然 视线一过 本来就充满惊差的双眸 此刻更是变得紧缩如针 只见的前方 有一道身影转身 此身影是一名中年男子 身穿轻衣 姿态如雅 但他的一双眼眸 却尤为奇特 居然如同星辰般 晶莹 璀璨 那身影缓缓伸出手 心捧着古图 他只是看了楚行云一眼 紧紧一眼 楚行云就感觉浑身无比难受 一股可怕威压 直接冲入到他的脑海中 翁 轻衣中年瞬息逼近过来 楚行云的身体 战斗得更为厉害 脑海内 更感自己坠入了一片黑暗空间 无数星辰闪烁不休 接二连三地朝着他扑来 轰击在他身上 让他不断吐血 这名轻衣中年 就是书院雕塑所雕刻之人 难道他就是奇心圣殿的主人 楚行云想到这里 内心深处 居然涌出一股无力感觉 奇心圣殿 镇压着古星秘境的气韵 是最为重要的圣殿 从古破天的态度判断 奇心圣殿之主 实力并不比古破天要低 甚至还要高出一筹 如此就可以判断 这名轻衣中年 也是一名必尽强者 奇心圣殿之主 早已经死去 也变成了一缕缥缈残魂 只不过 他并没有陷入沉睡之中 而是将残魂纳入古图 化为万千星辰的力量 默默守护着古城 守护着奇心圣殿 更守护着这座石台 楚行云站在平地中央楚 抬头凝视着虚空中的虚影 他心中有敬佩 也有感叹 但更多的确实无力 他根本无法躲避这股力量 传说中的地境强者 已经打破了天地束缚 他们所掌握的力量 高于意志之力 足以凌驾天地 乃至镇压住天地 轻衣中年已死 但他的残魂犹在 化为了古图的一部分力量 此刻 已渗入到楚行云的脑海 并且死死压迫着他的身体 扑一声 星光降临下来 鲜血染红地面 楚行云的脸色变得苍白 一抬手 星光浮体 让他无法催动黑洞重剑 就连青莲领海 也被团团束缚住 楚行云扶下死灵冰心丹之后 身体已经恢复过来 处于巅峰状态 然而 他现在所面对的对手 太强横 乃地净残魂 实在无法力敌 鲜血再慢 把烟红的地面染得更红了 楚行云的周身上下 布满了刺目星辰 星辰结成一座神秘晦色的灵阵 光是那一股气息 就让楚行云感觉到心惊胆颤 怎么回事 我体内 怎么有一股生机涌出 楚行云的意识逐渐变得模糊 但在此刻 他感觉到自己的身上 竟喷涌出一股 强横无比的生机力量 在这股生机力量的滋润下 楚行云的意识越发清晰 他察觉到 那恐怖的灵阵光滑 消失了 没有了声响 还有那古图的苍茫气息 也不见了 甚至乎 喜新圣殿之主的虚影也消失不见了 仿佛从未出现过那般 连一丝气息 都没有存下 彻彻底底的消失 如此一幕 让楚行云吓了一跳 他努力恢复卓意识 想要看清楚局势 但他一睁开双眼 就看到了一尊模糊的身影 那是一尊披着星辰霓裳的身影 浑身缭绕着深邃的气质 他的面容堪称完美 让人挑不出半点瑕疵 但犹如玉石般的蓝色眼眸之中 却透出一丝巨人鱼千里之外的冰冷寒气 水落秋 这道身影是水落秋 楚行云的神态惊恶 有点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 星辰仙主水落秋 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随即 楚行云便看到水落秋缓步走来 那星辰霓裳渗透着星辉 接触到他身体的一杀 立刻让他没有了痛楚 脑海深处的那股恐怖力量 也竟皆消散于虚无 楚行云深吸了几口气 这才让星辰完全平静下来 他张开嘴巴 还未开口 却隐隐觉得天地在摇晃 自己眼前 所有景象再度变得模糊 包括水落秋的爵士身影 在如此感觉中 时间 没有了概念 当楚行云清醒过来的时候 他睁开双眼 虚空中 已经没有了刺目的星辰光滑 整一片空间 乃至整一座奇星圣殿 都暗淡无光 跟之前截然不同 发生了什么 楚行云自言自语 这一切就像是一场梦般 早已经陨落的水落秋 出现在他的面前 还出手救下了他 让他幸免于难 这点 让楚行云很疑惑 水落秋 为何要救他 楚行云皱眉沉思着 一眼一扫 却发现原本摆放在石台上的 碧玉之池 不知道何时 落到了自己的身前 安安静静地躺在地面上 晶莹剔透的池身上 正流转着神秘清灰 除了碧玉之池外 楚行云的面前 还有一物 此物 为一幅图纸 枯黄 残破不堪 还散发出古老之气息 赫然是那张星辰古图 第705章主动认主 古图上 弥漫着璀璨星辉 无风自动 缓缓落到了楚行云的手中 请客 古图上的诸天星陈之景 映入了楚行云的眼中 竟让他有种立于星空 直面万星银河的辉鸿念想 仿佛展现在他眼前的 并非一副古图 而是一片真正的银河 与此同时 一道庞大信息流 在楚行云的脑海中涌出 让他对星辰古图 有了清楚的认识 这幅星辰古图 名为万星古灵图 位列上品皇器 乃是其心圣殿之主的 本命皇器 万星古灵图 蕴含万星之光 全力催动之下 能够释放万星之光 每一缕 都能化为一枚星辰 悬浮在虚空中 焦香灰映 结成一座万星古镇 楚行云进入古城 所亲身领略的孔步河镇 正是万星古镇 就连遍布在其心圣殿各处的灵镇 也是万星古镇的一部分 毫不夸张地说 这座万星古镇 乃是护宗利器 能够轻松庇护一处浩瀚宗门 甚至连一座庞大城池 都能轻松保护其中 七千年前 星辰仙门衰落 并逐渐走向灭亡 为了能够继续守护仙主行宫 其心圣殿之主将自己的残魂 注入万星古灵图之中 两者融为了一体 屈知 其心圣殿之主 跟古破天一样 都是半步递进的无上强者 他的残魂融入万星古灵图后 万星古灵图得以蜕变 化为绝品皇系 从此以后 万星古图就铺展于其心圣殿之中 通过吸收明明中的星辰之力 自主结成万星古镇 镇守着先主行宫的最后一道防线 难怪我进入其心圣殿后 并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强者气息 原来 其心圣殿之主的残魂 已经融入了万星古灵图 每一枚星辰 都有他的气息 楚行云看着手中的万星古灵图 神态不禁肃然起敬 其心圣殿之主 为半步地境强者 如果他选择苟活 七千年之后的今日 他仍能以残魂的姿态活下去 然而 他却选择默默守护先主行宫 这一份舍生取义 着实伟大 绝品皇系 已是皇系之巅 灵性惊人 他似乎感觉到了楚行云的情绪波动 只身为羊 一道道星光渗透出来 笼罩着楚行云的身体 片刻后 星光逐渐消失 万星古灵图也不见了 他化为一枚拇指大小的古图雕纹 映在了楚行云的掌心当中 认主了 楚行云的心头震了下 刚才 他什么都没做 万星古灵图却主动认他为主 还纳入了体内 这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顿了顿 楚行云暗欲凌厉 朝万星古灵图弥漫过去 但让他更为诧异的是 万星古图接触到灵力之后 居然没有半点反应 一动不动 这刻 楚行云有些哭笑不得了 先是万星古灵图主动认主 认主后 两者却无法相互沟通 这两点 楚行云从来没有遇到过 脸上尽是苦笑表情 万星古灵图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守护先主行宫 如果要找到答案 恐怕还是要进入先主行宫 楚行云低声呢喃了一句 手指轻点 将碧玉之池捏在了手中 翁一声 碧玉之池接触到楚行云的瞬间 一抹金银碧灰绽放 光辉入流 在虚空中盘悬一圈后 轰然落于楚行云眼前 并划为了一扇碧绿门户 门户已经开启 眺望过去 那里 似乎也是一处宫殿 还未踏入其中 就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 古老浩瀚之感 楚行云惊讶地看着这幕 还未有所举动 一股恐怖的犀利从门户内释放开来 裹挟住她的身体 并将她卷入了门户之中 待楚行云的身体完全进入门户 弥漫在整片空间的壁灰 就此消失掉 彻底化为了虚无 而整座奇星圣殿 也在无一丝一毫的星光 仅留下衰败之气息 在虚空中肆意弥漫 楚行云进入门户之时 另一边 叶千寒已经穿过星光 走出了奇星圣殿 翁 当她踏出奇星圣殿的瞬间 长空中 四面八方之处 一股股精纯的天地灵力涌了过来 其中 甚至还不乏天地之力 融入到她的领海 让她有种要突破境界避障的强烈感觉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 吓了叶千寒一跳 当她朝周围望去之时 脸上的惊骇之色 更浓了 忍不住倒吸一口寒气 入目处 天地 大便 原本荒芜的地面 此刻遍布绿植 一颗颗古树冲天而起 相互依靠 化为一片古森 和川流淌于古森之间 默默滋养着整片大地 天空中 群星不在 取而代之的 是一座座笼罩着星光的圣殿 而在漫天圣殿的中央处 则是一座犹如仙境般的庞大宫殿 悬于中央高峰之顶 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不愧是曾经雄霸真灵大陆的宗门 真正底蕴 果然震撼人心 叶千寒的视线 落在手中的天魂控星石上 这时候 天魂控星石闪烁得更加厉害了 星光如一道道见识 静止朝天空中的仙主行攻略去 在那里嘛 叶千寒微眯着双眼 刚欲动身 身形毫无征兆地横移了三尺 手掌蕴含冰冷寒气 陡然朝后方轰出一掌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寒气手掌所逼近之地 一抹灵力见光树然杀来 两者相接触 引来震天巨响 流窜而开的灵力静风 把虚空脚的天翻地覆 叶千寒的身体不动 灵力萦绕周身 将灵力静风隔绝开去 眼眸中 逐渐浮现出一道修长的白衣身影 手持断尖之剑 正冷冷指示着他 百里狂生 叶千寒 认出了来者的身份 眼神为宁 惊讶地发现 百里狂生的修为 提升了 以达天灵八重之境 对于叶千寒的惊讶 百里狂生根本不予理会 直接开口道 若云呢 他在何处 自从古星秘境发生一变之后 天地间的灵力 变得尤为的浓郁 且处处蕴含天地之力 能极为轻松地突破境界必胀 因此 为了找寻奇遇 苏靖安和苏慕昭等人 相继离开了此地 仅剩下百里狂生一人 默默守候在这里 等待着楚行云的出现 他也曾尝试进入其新圣殿 奈何 秘境一变后 每一座圣殿 都笼罩着重重星光 他根本无法入内 只能在外等候 百里狂生的话 很冷 没有半点情感 让叶千寒的眼眸闪过一丝冷意 但 他听到落云之鸣 冷意却消散许多 但莫道 他并无大碍 正在其新圣殿内静养 相信很快就会离开 当真 文言 悬在百里狂生心中的大石 终于是缓缓放下 不过 他仍是有些担心 审声道 我不且信你一回 如果落云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绝不会放过你 听到百里狂生的威胁话音 叶千寒并未发怒 反而是轻笑了一声 只见他挑起一双柳眉 同样用威胁的语气说道 扶下紫灵兵兴丹后 落云需要一段时间 方才能完全恢复 我希望你能好好保护他的安全 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不仅不会放过你 万剑阁上下十万弟子 都准备给他陪葬吧 话音落下 叶千寒也不理会百里狂生的 惊疑表情 窈窕身自掠动 如一抹极寒流光 镜子朝着先主行宫的方向掠去 第706章在玉水流香 闭光一闪 楚行云出现在一座宫殿之内 跟其兴圣殿相同 这座宫殿 同样浩瀚为恶 处处透着古老气息 但不同的是 这座宫殿内 居然透着一丝生机之感 古兴秘境 已尘封了七千年之久 是一片死疾之地 然而 楚行云却在这里 感觉到了生机的存在 两旁古道上 烛火摇曳 让他感觉到渺小 楚行云没有犹豫 身形闪烁了起来 朝着这座宫殿的深处走去 他知道 自己所在的这座宫殿 应该就是先主行宫 这里 是水落丘的居住之地 更是古兴秘境的核心之地 肯定藏有无数珍宝 但 他并没有四处寻宝 而是一路奔往宫殿深处 在其兴圣殿 楚行云深陷万兴古镇之中 无法自保 最为关键时刻 水落丘突然出现 不仅将他救了下来 还给予了碧玉之池和万兴古灵徒 水落丘是死是活 楚行云并不清楚 但他知道 水落丘出手相救 并让他来到此处 肯定有他的道理 甚至乎 他极有可能在某一处 正注视着这里 鉴于这一切 楚行云不想耽误时间 宫殿中 阁楼林立 亭台万千 虽说已经尘封了七千年 但楚行云依旧可以清晰感受到当时的鼎盛之态 奔略了许久 楚行云来到宫殿深处 在他的正前方 有一座星光斑斓之桥 桥两侧 一枚眉刺目的星辰闪烁 仿佛是无尽的星光银河 深邃玄妙 而桥梁下方 并非平地 而是一汪古壶 这古壶 呈现出漆黑之色 理念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极为的恐怖 就好像从黑暗地狱中蔓延而来 能将一切事物都吞噬淹灭掉 楚行云被眼前的景致震撼到了 两旁全都是星辰之光 或是炙热 或是灵力 又或是冰寒 气息合其圣人 而桥的下方 又是一片死急的黑暗蛊壶 此桥 充斥着危险气息 但要想踏入宫殿最深处 却又必须经过此桥 这就是最后的考验 楚行云皱了下眉 星神居然有些沉重 他可以感觉到 这座星光谷桥 太危险 一旦偏离桥面 不管被星光吞噬 还是坠入谷壶 结果都是必死无疑 嗯 正在这时 楚行云望向星光谷桥的目光 突然颤抖了一下 视野中 那条极为危险的谷桥上 居然站立着一道身影 那是一名女子 身穿淡黄衣裙 气质出尘 五官虽说不上绝美 但却给人与一种极为舒服的感觉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这女子的双眸 很空洞 没有一丝一毫的神采 站立在那 全身都弥漫出冰冷刺骨的深蓝光滑 流香 看到此女的瞬间 楚行云便脱口吐出两字 那黄衣女子 竟是水流香 自从古星秘境开启 已经过去了十余日 楚行云从未找到水流香的踪影 甚至 就连夜千寒也不知 小水流香的下落 要用天魂控星石寻觅 万万没想到 她 居然在先主行宫之内 而且从她的模样判断 似乎早早就来到了这里 声音传荡开去 水流香却恍然未闻 依旧静静地站在古桥中央 见此 楚行云的身形一掠 快步奔向了星光古桥 瘟疫一声 在这刹那 万千星光挥洒下来 笼罩住楚行云的身体 同时 她的脑海中 也是悠悠响起了一道苍茫之音 林仙桥 乔林真仙 一旦踏入其中 便不得放弃 更无法回头 望甚之 楚行云瞳孔一凝 不乏也随之停下 但很快 她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浅笑 脚步重新跨出 毫不迟疑地踏上了林仙桥 楚行云进入仙主行宫 找寻水落秋的下落 根本目的 并不是为了奇珍一宝 而是探究轮回时的心秘 以及轮回天地的底细 水落秋和轮回天地的关系匪浅 甚至还曾有情愫 从她身上 楚行云能知晓一切 这一点 对楚行云很重要 能知晓重生之秘 无论如何 她也要见到水落秋 但与之相比 更为重要的是 水流香 也在林仙桥上 眼前 一道道星光略来 拍打在楚行云的身上 只是刹那间 楚行云就来到了一处独立空间 在她的身前 站立着一头古猿 高达十米 肩负长棍 身躯仿佛由黄金胶筑而成斑 释放出狂暴的可怕气息 这座林仙桥 连接着诸多独立空间 难怪流香未能听到我的声音 楚行云看了一眼前方 她发现水流香就站在前方 身躯不动 但后者的气息 却完全感觉不到 林仙桥 步步玄妙 唯有通过所有的独立空间 方能真正领先 吼 一道可怕受吼声响起 只见那僧黄金谷原走向了楚行云 每踏出一步 都仿佛地动山摇 虚空都在疯狂战斗 楚行云省下双眸 旋即 她身形一掠 竟直奔黄金谷原而去 黑洞之光闪烁 蕴含着可怕的毁灭力量 能湮灭一切事物 见楚行云主动出手 黄金谷原发出愤怒嘶吼声音 庞大的黄金手掌同样怒拍出去 眼中还发出一道骇人的金色星光 朝着楚行云轰了过去 顷刻间 两者的攻势碰撞在了一起 楚行云只感觉黑洞 重剑轰在铜墙铁壁之上 黄金谷原的手掌 金光闪烁 居然没有落于下风 好恐怖的体魄力量 楚行云目光一颤 她的力量 已然能灭杀阴阳镜之人 然而轰在黄金谷原的手掌上 自己竟感觉手臂发麻 可见对方的体魄有多么强横 或许是感觉到了楚行云的惊讶 黄金谷原极为人性化地露出一抹嘲讽表情 双掌流动着可怕的光泽 再度轰了出来 仿佛要将渺小的楚行云碾碎掉 以拥有的体魄力量 很强 若是在平时 我一定会借此魔练体魄 只不过 我现在没这个尖功夫 面对着黄金谷原的恐怖攻势 楚行云忽然收敛了灵力 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待黄金谷原的剧长扑到身前 楚行云这才抬起头来 微微闭合的双眸 在此时树然睁开 依旧漆黑 依旧深邃 但与之前不同的是 那漆黑眼瞳上 居然浮起了一道道诡秘的暗金之光 第707章冷意 暗金之光凝聚 化为了一道幽名图文 而在黄金谷原的头顶之处 一抹暗金光滑垂落下来 进而笼罩住 他那宛若小山般的庞大身躯 刹那间 黄金谷原身上的狂暴气息 测然变得微弱了许多 同时 他那怒轰而出的黄金巨掌 速度变缓不少 难以压制住 黑洞重剑的漆黑剑芒 剑状 楚行云的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笑叶 这一道暗金光滑 自然是明昼之光 在星光暴雨中 楚行云看到了古景天的尸体 变暗中催动功法 神不知鬼不叫地吞噬了幽名古童武灵 并继承了这一武灵天赋 明昼之光 是天级上等武灵天赋 能瞬间削弱敌手的三成实力 效用何其恐怖 楚行云既然能有幸遇到 自然是不愿错过 此刻 在明昼之光的洗礼下 黄金谷原的气息变得萎靡 楚行云抓住这一机会 黑洞重剑绽放出骇人剑芒 蕴含着一股恐怖的逆转之力 静止朝前方扑杀过去 立剑式 剑光席卷长空 逆转武行须引浮现 压迫下来 跟黄金谷原的可怕双掌碰撞在了一起 竟将黄金双掌震碎掉来 没有丝毫的吃力 楚行云脚步往前一踏 剑光大胜 镇压一切 轰鸣声不断响起 黄金谷原的庞大身躯 全部湮灭掉 死前 连一声哀嚎都没来得及发出 不愧是天机武林天赋 着实霸道 楚行云身形一掠 缓缓落回到地面之上 满是惊诧地看着逐渐消失的谷原身影 黄金谷原的实力 很强 能力敌阴阳净强者 体魄更是霸道 连他都无法一剑破开 但在明昼之光的配合之下 对方 却被一剑轰杀 死得很是彻底 明昼之光所削弱的 不仅仅是黄金谷原的实力 还有他的体魄 灵力 乃至全身各处 瞬间瓦解了对方的所有优势 虽说楚行云亲眼见识过明昼之光的霸道 但施展出来之后 仍是有些心计 这一武林天赋 足以颠覆整个战局 轰隆隆的声音突然响起 楚行云的正前方 星辰光滑闪耀于空 空间震荡 他只感觉自己的身体向前挪移了些许 眼前光景树然变化 仿佛在穿梭空间那般 楚行云稳住心神 双眸向前望去 却见水流香的身影 无比清晰地出现在那里 后者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久寒之气 是如此的清晰 不再遥远 模糊 终于到了 一道狂喜自应 从楚行云的嘴中吐出 他身身望向了水流香 那双宝寒爱意的眼眸内 却树然掠过了一缕凝重之意 前方的虚空当中 水流香 正直熬站 他面对着四尊黄金鼓园 每一尊 身躯都高达十丈 身躯体表流转璀璨金芒 同时向前轰出长棍 水流香站在他们面前 给人的感觉极为渺小 轰 面对着四尊黄金鼓园的攻势 水流香脸上并无巨异 他的掌中释放出酒寒之气 脸部轻膜 似在空间中慢舞 寒光和漫天棍影接触的瞬间 立即将其冻成冰雕 这些寒气不断弥漫开去 进而笼罩住黄金鼓园的身体 但那璀璨的狂暴金芒 却并没有因此变得暗淡 反而越发刺眼 乃至震散掉重重冰霜 水流香的目光颤了下 显然也没想到 无往而不利的酒寒之气 居然无法压制住黄金鼓园 他挥动着双手 刚欲继续轰击 却不料 那四尊黄金鼓园 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 咔嚓的声响传出 水流香周身的寒霜碎裂掉 四道掌印逼来 每一道 都足有十丈大小 气息狂暴 释放出滔滔凶威 水流香死死兵着前方 呼地 一抹漆黑光滑掠过长空 剑影浮现 虚空中出现了一道漆黑身影 手持重剑 直然迎上了黄金掌印 给我破开 话音落下 那漆黑身影不见了 似融入了剑影中 直奔那黄金掌印而去 剑影深邃 仿佛能逆转天地苍生 硬生生挡住了掌印攻势 楚行云的身影浮现 落到了水流香的身旁 拉住他的右手 猛然向后退去 轰隆隆 在两人撤步之时 虚空狠狠震荡了下 狂暴的气息肆虐开去 流光重重 每一缕都夹带着恐怖力量 要毁灭一切 楚行云望向前方 微微输了口气 那黄金鼓元的实力 比刚才更强了 而且 足足有四尊 同时出手下 力量太恐怖了 难以立敌 他缓缓收敛目光 回过头 立刻感觉到一股可怕 寒气暴涌过来 寒气降临到他的右手上 如肤骨之躯 不断蔓延上去 直至将整条手臂都冰封住 楚行云大惊 但随之而来的 是一道寒冰手掌 拍在黑洞重剑上 冰封住剑芒的同时 羽威狠狠轰在楚行云的胸膛上 把他轰落下去 身体重重落地 一缕烟红鲜血 从楚行云的嘴角处一出 他捂着胸口站起 一阵阵冰冷的久寒之气 仍在侵蚀领海 让他无法忍住 又是吐出几口鲜血 刘香 你这是何意 楚行云表情痛苦 但比起这些 他的内心 更痛苦千百倍 刚才攻击他之人 居然是水刘香 相比楚行云的痛苦表情 水刘香的面旁依旧冰朗 双眼空洞 毫无情感的道 这一考验 我能独自应付 你 立刻滚离此地 冰冷话音 字字诛心 让楚行云的脸色 变得无比苍白 他立刻回道 刘香 我并无恶意 只是想帮你而已 闭嘴 水流香又是一喝 喝声夹杂着冰冷寒意 吹拂在虚空之中 使得天地灵力 都结成漫天冰花 缓缓飘落了下来 在纷纷洒洒的冰花中 他那双宛若宝石般的 金银双眸 正冷冷冰着楚行云 话音冰冷地说道 我九寒宫之人 从不需要他人的帮助 尤其是男子的帮助 更是不屑接受 再者 我的名字 你没资格喊出 倘若有下一次 我绝不会轻易饶过 并要让你永远 也没有办法 开口说话 第708章 无心不变 水流香的灵魂 已被天魂控心时 所控制 一切思绪行为 自然会受到 九寒宫的影响 变得冷血无情 极度排斥男子 哪怕是面对着 曾经的挚爱 此刻的他 都浑然不觉 话音中充斥着 冰冷寒意 乃至杀意 楚行云自然知道 这一点 他凝望着这张 让他魂牵梦绕的面旁 脸上充满着 深深的无奈之意 而心中 则是冷意 越发仇恨于九寒宫 如果不是九寒宫 暗中动手脚 他和水流香 又岂会沦落至此 吼 震耳欲聋的怒笑声响起 那死曾黄金鼓猿 再度冲了过来 棍影漫天 恐怖的微能萦绕其上 在虚空中 迸发出无穷威势 水流香无视了楚行云 脸部倾踏 只见一道道震撼的 寒冰长河席卷 不断地轰击 在那一针针黄金 胶筑的躯体之上 轰鸣声震耳 虚空再度变得混乱不堪 这死尊黄金鼓猿的实力强悍 体魄更是霸道 面对着水流香的九寒之气 虽不能无视 却能硬生生抵挡住 圣人的寒气没入体内 他们依旧步步逼近 杀向了水流香 好恐怖的防御力 楚行云皱紧着眉头 九寒之气 乃天地兼致阴致寒之气 哪怕水流香现在无法掌控 威力也极为强横 但这黄金鼓猿却能硬抗下来 仿佛 他们天生就能克制住九寒之气 通明声不觉 四尊黄金鼓猿的身体冲出 庞大无比的身躯朝着虚空踏下 无尽的星光洒落在身上 棍影明练 好似一道金光长红 能将天地都灌穿掉 通一声 棍影镇压而下 轰杂在冰霜之上 随着一道清脆响声 笼罩在水流香周身的冰霜碎裂开来 可是水流香的脸上并无巨异 眼眸围尘 身上之气息 静月发冰冷 零 一字喝出 寒气洞彻长空 但见水流香的身上 浮现出四道星红之光 他轻然探出右掌 只捏印记 树然对着前方一拍 刹那间 虚空中出现了无尽冰花 冰花接触到棍影 咔嚓声音传出 居然将棍影冰封柱 寸寸而上 乃至将其中一尊黄金古猿冻僵 几乎在同时 水流香在探一掌 准确轰击在那尊黄金古猿的身上 力量爆发 轰隆一声巨响 那黄金古猿身体就此炸裂 次尊黄金古猿 已损其一 可楚行云脸上却无欣喜表情 反而是深深沉着眉头 楚行云知道 九寒宫的绝寒血液 经过炼制之后 能化为九眉血针 封住水流香的九大血鞘 从而压制住九寒绝末的爆发 九大血鞘 一血一重 血鞘被打开的越多 九寒绝末的反噬 就会愈为强烈 当第九道血鞘打开 九寒绝脉就再也无法压制 会引发异常恐怖灾难 当初 水流香在盛星城内 解开了第五枚血鞘 险些当场释放九寒绝脉 那时 楚行云就知道 四道血鞘 已经是水流香的极限 空间中 寒芒四月 整一条临仙桥都被完全冰封住 三头黄金谷园死死冰着水流香 纷纷摇头哀嚎起来 笑声经久不绝 水流香脸上浮起一丝嘲弄之色 刚踏步 突然之间 谷桥的另一端 缓缓走出五尊身躯庞大的黄金谷园 站成一排 冷视着前方两人 还有 楚行云心神一领 水流香也是下意识皱紧眉头 刚才好不容易才打开局面 此刻 黄金谷园的数目增加到了八尊 局势更为严峻了 八尊黄金谷园同时怒吼 身体全速冲出 将一道道寒冰长河都烘碎掉 可怕气息释放 朝着八大方位围攻过去 要把水流香困死在里面 哼 水流香冷恒一声 寒气如龙 和八尊黄金谷园碰撞在一起 可怕的震荡力量席卷了整片空间 那狂暴的金色掌印 死死压制住了酒寒之气 逼迫到水流香面前 就凭你们也想剩我 水流香狠狠咬牙 它身上的冰冷寒气 愈发浓郁 星红光芒不断地闪烁 最后 第五枚血桥之上 有一抹微弱红芒 正缓缓释放而开 咔嚓 金色掌印之上 覆盖住一层厚厚的宝霜 水流香的双眸闪烁着蔚蓝寒光 一起伸 后方之处却有一道高亢的剑影声响起 一瞬间 庞大的漆黑剑影从虚空中降落下来 剑光沙发而出 朝金光掌印轰然落去 楚行云的衣袍翻飞 稳稳落在水流香的身旁 黑洞迎天 帮水流香抵挡住一部分的力量 好一个多管闲事之人 水流香怒了 蔚蓝眼眸为宁 一缕九寒之气渗入到楚行云的身上 立刻把她的身体动僵住 灵力都无法运转 可是 楚行云却没有丝毫动作 依旧举荐营天 任由九寒之气游走全身 动车血肉 转过眼眸 楚行云嘴角含笑地看着水流香 开口道 尽管你现在已经记不得我 甚至还对我抱有敌意 但 我曾对你说过的话 并不会因此而改变 我一定会保护你 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四道血壳 已是水流香的极限 若第五道血壳打开 水流香很有可能无法控制住体内的九寒绝脉 当场暴体而亡 楚行云绝不允许这一幕发生 这刻 她将目光望向了前方 眼瞳内 幽明图纹浮现而出 一举将八增黄金骨源都收入了眼眸之中 灵咒 楚行云发出一声低喝 幽明图纹旋转 虚空之中 一道道闪烁着暗金光滑的明咒之光垂落 降临到黄金骨源的身上 顷刻间 黄金骨源的实力被削弱三成 黄金掌印也就此变得暗淡 压力奏减不少 但是 楚行云的脸色却变得苍白如指 细黑深邃的眼眸中 竟渗出了两道烟红血泪 屈之 明咒之光是天极武灵天赋 催动之时 需要投以庞大的灵力 方才 楚行云一眼之下 降下八道明咒之光 消耗之大 完全超出了他的极限 扑 随着一道血剑喷出 虚空中的明咒之光消失掉 黄金骨源发出震天长啸声音 掌印压下 将黑洞重剑都震开来 全力压迫在楚行云身上 楚行云的背脊 几乎要被掌印所压弯 他嘴中不断躺出鲜血 一抬头 当那双染血眼眸对上水流香的双眼之时 那张被含义所笼罩的面旁 微微颤抖了一下 目光居然有些挣扎 快走吧 我撑不了多久 楚行云死死抵住黄金掌印 看似渺小的身躯站起 为水流香强行撑开了一条通道 鲜血 如雨水般滴落 染红了地面 更染红了水流香的衣裙 走 楚行云又是一喝 字阴若雷 在水流香的脑海中荡漾而开 一瞬间 他目光中的挣扎之色不在 笑脸上 红唇为颤 似极为艰难那般 吐出了几道字阴 你是 云 哥 哥 第709章温情 短短五字 却如同一道惊雷般 在楚行云的脑海中轰然乍响 让他的眼瞳骚然紧缩 性性迎上了水流香的蔚蓝双眸 这时 那双眼眸中 已没有了含义 更无冰朗 而是那般单纯 晶莹 明亮 仿佛蕴含了世间上所有的美好事物 仅一眼 就令楚行云再也一步开目光 云哥哥 你果然是云哥哥 楚行云的容貌虽然已经改变 但他眼眸中的浓厚爱意 水流香却能清楚感觉到 顷刻间 一滴滴滚烫的泪水 从他的眼眶中漫了出来 鲜血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使得两人的目光都凝固在那里 都不愿意开 通龙 便在这时 震耳轰鸣声响起 八尊黄金鼓原高高跃起 庞大的身躯 把天空都遮蔽住 恐怖棍影连成一片 就好似一座山岳 将楚行云和水流香两人完全笼罩住 不好 楚行云神色大害 他身后 武林之剑浮现 一道道浑厚灵力释放出来 朝恐怖棍影扑了过去 顷刻就炸裂成虚无 霸道灵力的流光极为恐怖 漫天落下 每一道都夹杂着可怕力量 轰到楚行云的身上 几乎要把他整块血肉都撕开 露出森森白骨 不过 他并未痛吼 反倒是借着这股反冲力量 双手一卷 把水流香涌入了怀中 身体奔略 强行偏离了棍影的笼罩之地 轰隆隆的暴鸣声音响起 棍影触地 整一座林仙桥都在剧烈摇晃 楚行云感觉自己的身体要被撕开来 鲜血如注 不断地从口中吐出 但即便是如此 他仍旧紧紧抱着水流香 不让他受到丝毫的伤害 两人身体穿过重重星光 朝黑暗谷湖坠了下去 哗啦 接触到黑暗谷湖的沙纳 一捧黑水冲天扬起 楚行云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 几乎在同一瞬间 他释放出精纯灵力 将两人的身体完全笼罩住 一双臂弯 自始至终都紧抱着水流香 哪怕就含之气灵体 也丝毫没有松手 两人渐渐省下了谷湖 周围 一片黑暗 没有声音 更没有生机 安静得有些渗人 水流香松了口气 眼角朝楚行云撇去 发现楚行云整个身体 都附着一层冰冷霜雪 顿时下的神色仓皇 准备将九寒之气收回 别催动领海 楚行云看了水流香一眼 所说话音 使得水流香愣了下 目光中有疑惑之色闪过 道这是为何 你身体的第五血鞘 已经有被激活的趋势 倘若你强行催动领海 势必会影响到九寒绝脉 很有可能会顺势开启第五血鞘 楚行云眼神凝重 话音带着不可违抗的意味 如果我不收回九寒之气 那云哥哥你 水流香满是不忍地 看了楚行云一眼 楚行云确实咧嘴一笑 不仅没有松开双臂 反而将水流香抱得更紧了 能这样紧紧抱着我的妻子 九寒之气的侵蚀 又算得了什么 楚行云笑盈盈地 看着水流香 她的话 令水流香娇羞地 滴下了脑袋 身上的九寒之气 正一点点吞去 闪烁不休的星红光芒 也就此开始变得暗淡 看到水流香的模样 楚行云笑得更欢了 但在这笑野之中 却夹杂着一丝感叹 自从水流香被林宾黎带走后 他们已经分离了两年 在这两年中 楚行云没有水流香的消息 也不敢去打听水流香的消息 只能默默提升自己的修为 组建自己的势力 完成当初的三年之约 带回水流香 但当楚行云在盘山偶遇水流香的时候 发现后者的思绪 却被天魂控星石所操纵 变成了冷酷无情的杀手 忘记了她 更忘记了当初的一切 乃至在刚才最后一刻 水流香 都对她充满了敌意 还大声怒斥 说她没资格呼唤她的名字 这些 看似普通 却如同一柄柄无形匕首 深深刺伤着楚行云 幸好 楚行云并没有气馁 更没有放弃 依旧深深爱着水流香 帮助她摆脱了天魂控星石的控制 重新变成当初那个单纯可爱的水流香 想到这里 楚行云心中生出丝丝的柔情之意 面旁一下 几乎贴着水流香的黑发长发 话音温柔地说道 流香 两年了 你 想我吗 轻柔动人的话音 使得水流香的身体微微颤抖了下 滚烫的泪水 在一次血满了眼眶滑过面旁之时 心中却生疼起一股股暖意 想 每时每刻都在想 水流香对着楚行云认真道 声音很柔 非常的温和 但却透着坚决 发自内心深处 两年前 水流香被带到九寒宫 从那刻开始 他的体内 就被封下了九枚血针 并且囚困在雪山之巅 日日遭受着惨无人道的折磨 那时 水流香几乎要崩溃掉 唯有想起楚行云的时候 他才能找到一丝活下去的动力 为过多久时间 水流香被天魂控星石控制了思绪 从此变成冷血无情的杀手 但 他的真正思绪 并没有就此消失 只是被天魂控星石压制住而已 在被天魂控星石控制之时 水流香无法控制自己的一举一动 一言一语 就像是个旁观者那般 除了想念楚行云 他什么都做不了 还好我没有放弃 能再见到云哥哥 就算立刻死去 我也无怨无悔 水流香将脑袋枕在楚行云的尖头 目光看着前方 用一种近乎贪婪的姿态 享受着此刻的温情 这一刻 他等了两年之久 正如刚才所言 哪怕立刻死去 他也无憾了 傻丫头 你好不容易才摆脱天魂控星石的掌控 我怎么会让你就这样死去 楚行云伸出手指 轻轻擦去了水流香脸上的泪水 这一刻 他也等了两年之久 两年的重逢 来之不易 楚行云绝不会像上次那样 让水流香再离开他 嗡 高亢剑影之声响起 打破了古湖的死疾 楚行云树然起身 黑洞重剑之上 绽放魂后的逆转剑光 剑光遍布古湖 隐隐凝出逆五行之虚影 卷起一股剑起漩涡 由下而上 是要冲破黑暗古湖 去 楚行云将所有灵力凝于这一剑上 雨落 剑出 黑洞重剑把周围的湖水悉数淹灭掉 冲天奔略而起 不过 他还未逼近到湖面 在一片黑暗的空间中 有一抹晶莹光晕突兀浮现出来 那光晕所在的位置 就在黑洞重剑的正前方 上下蠕洞间 中央位置 有两根完美无瑕的玉指伸了出来 轻轻一加 就止住了黑洞重剑的恐怖攻势 令他停顿在那里 再无声息 第710章历史新密 玉指轻松 很是随意地夹住了黑洞重剑 缭绕在剑身上的逆转剑光 也在此时逐渐变得暗淡 最终消弥在黑暗当中 楚行云神色一呆 下一刻那道晶莹光晕不断扩散而开 其内一名身穿星辰霓裳的窈窕女子 踏着轻轻脸部 缓缓走了出来 这名女子可看角色 不仅面容完美无瑕 身上的气质更是出尘超然 她就这般静静站立着 不动声色 但整片空间 乃至整一片天地 似乎都要失色于她 当楚行云看到这名女子的时候 她在心中暗暗输了口逐气 上前半步 低下头 话音恭敬帝说道 小子楚行云 见过水前辈 眼前此女 赫然正是星辰先门的先主 水落丘 屈知 在数千年前 水落丘便进入地境层次 执掌星辰先门 统设整座真灵大陆 不管论资历 还是论实历 水落丘 都是当之无愧的前辈 更何况 水落丘曾出手救下楚行云 于情与理 这一生前辈 她都受之无愧 水落丘微微点头 目光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脸上展出一抹笑叶 赞赏道 你的表现很不错 没有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她的话音 很淡 很柔 如一抹春风拂过心间 但在同时 却又给人一种 傲视千秋的枭雄之感 让人生出难以抗拒之感 表现 期望 楚行云愣了下 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抬起疑惑目光 却见水落丘脸上的笑叶更盛 欲止在探 朝着虚空楚清然一点 嗡 就晚弱水雾消散那般 在楚行云和水流香的惊讶 注视下 整一片空间 正在疯狂的扭曲 黑暗吞去 星光消散 那八尊身躯庞大的黄金古元 也瞬息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让两人惊讶的是 他们身上的伤势 也完全消失了 毫发无损 仿佛刚才所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一场梦 好恐怖的幻境 楚行云倒吸了一口寒气 从她踏上林仙桥的时候 一切的一切 都是虚无缥缈的幻境 并非真实 但从头到尾 她都未能发现端倪 一直深陷其中 甚至 她还有种预感 倘若水落秋没有主动解开幻境 或许 她和水流香两人 永远都无法挣脱出来 这就是真正的地境强者 哪怕仅是一缕残魂 都能搅乱虚空 混淆天地 楚行云快速调整着自己的心态 视线一过 准备向水落秋询问心中的疑惑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楚行云还未开口 水落秋就出声打断道 只见她手臂轻轻抚过 眼前的空间中 树然出现了一条虚空古道 遥遥不知通往何处 她道 随我来吧 我会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跟你们一五一时的说清楚 尤其是关于星辰先时和酒含绝脉 听到水落秋的话 楚行云和水流香香是一眼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惊恶之意 也不继续多言 快步跟在水落秋身后 踏进了虚空古道 古道并不长 景片想 三人便来到了一座竹林 竹林内 见有一座小木屋 屋外有一处凉亭 里面摆放着一套简单桌椅 一眼扫过 虽朴素平常 却令人感觉很是舒服 和谐 水落秋失失坐下 随即指向前方的木椅 但声道 坐吧 楚行云和水流香不敢违抗 立即坐了下来 神色间 依旧显得有些不习惯 无法放开 除此外 他们还有些急迫 想要从水落秋口中尽快得到答案 见状 水落秋又是一笑 也不再掉两人的胃口 开口说道 当年 我遭到地天意的算计 使得星辰仙门走向了衰败 从那以后 星辰仙门之人 死得死 逃得逃 偌大一座宗门 就此化为一坡黄土 消失在滚滚历史长河之中 那些离开古兴秘境的人群 散落在真灵大陆各处 其中有一部分 就在此地生根发芽 世世代代传承了下来 并依靠部分的仙门功法 开山立派 建立家族 而他们 便是你们所熟知的星辰古宗 话音垂落 楚行云和水流香的目光都是一宁 在万星断食中 他们都知道了星辰仙门的历史 也清楚星辰仙门为何会走向衰败 但他们却不知道 星辰古宗 居然是由星辰仙门传承而来 创建星辰古宗之人 并非星辰仙门的核心弟子 他们所传承的功法武学 乃至修炼法门 都只是皮毛 否则的话 星辰古宗早已称霸了整座真灵大陆 或许感觉到了两人眼中的惊讶 水落秋沈笑一声 立即补充道 这番话 让楚行云恍然点头 心里不禁有些哭笑不得 北荒域六大势力中 星辰古宗存在的时间最久 在他们眼里 星辰古宗的地位超然 是北荒域的正统宗门 其余势力 不过是侥幸崛起而已 但事实上 自诩清高的星辰古宗 连星辰仙门的旁支都算不上 所传承的功法武学 也只是皮毛中的皮毛 如果这话传到古繁星的耳中 不知他会做何感想 水落秋话音不止 继续道 离开古兴秘境的人群中 也有不少水家之人 水流香所在的水家 便是水家后代之一 也正因如此 他的体内 方才会拥有旧寒绝脉 果然如此 对于这个答案 楚行云早就有心理准备 万星断食的历史光影 千百年来 无人能窥破 水流香刚来到盛兴城 就相互产生了共鸣 再者 他和水落秋 都姓水 且都拥有九寒绝脉 这一连串的事实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 水流香和水落秋的关系 楚行云微弱的表情变化 自然逃不过水落秋的双眼 他颇为赞赏地看了楚行云一眼 而后到 水家之人 遍布真灵大陆 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 血脉早已变得稀薄 能觉醒出九寒绝脉之人 极其稀少 说是亿万中无一 也不畏过 但是 在这狭小的北荒域中 除了水流香之外 似乎还有人觉醒了九寒绝脉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人所在的事例 被你们称之为九寒宫 第711章聪明人 水落秋的话 让水流香的表情错愕 他扭过头 却发现身旁的楚行云神色平静 脸上 甚至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只见他点了点头 回答水落秋道 在九寒宫的历代公主中 的确有一名公主身负九寒绝脉 不过 此人陨落多年 早已逐渐被人所遗忘了 为何水前辈你会知晓此事 在上一世 楚行云崛起于北荒域 对各大势力都有所了解 六大势力之中 九寒宫的实力最强 也最为神秘 他曾多次接触过 对于九寒宫的一些心秘 还是知道的 让他感到不解的是 水落秋已经陨落了数千年 残魂更是封存在古新秘境之中 为何会知晓九寒宫的心秘 九寒宫的修炼法门 也是传承于星辰仙门 而且 他们对绝寒血液的使用窍门 很是手忍 完美封印了水流香的九大雪窍 从此不难猜出 在水流香之前 九寒宫内 应该也有人觉醒了九寒绝脉 并对此有极深的研究 水落秋再度开口 顿时让水流香的心神战斗起来 楚行云则是省下双眸 对着水落秋说道 那依前辈的意思 流香来到古新秘境 并非偶然了 世间是 哪有这么多偶然 水落秋的双眸看向了楚行云 这时 楚行云也凝视着水落秋 两人目光交错 紧一瞬 脸上都是露出了然之色 自从知晓星辰仙门的心秘后 楚行云就在猜测 水流香代表九寒宫 进入道古新秘境 真正目的 是否为了新陈仙门的抵运而来 如今看来 此事 果然如此 九寒宫传承于新陈仙门 他们对新陈仙门的了解 必定深刻 只要好好利用水流香的九寒绝脉 就很有可能进入先祖行宫 得到无比丰厚的抵运 难怪他们无论如何 都要带流香返回九寒宫 除了想得到九寒绝脉 更多的 恐怕是为了这新陈仙门 楚行云本就对九寒宫充满了恨意 现在 这股恨意 更浓了 一切的算计 谋划 早在两年前 就已经布置好了 着实恶毒 水流香进入古新秘境的一瞬 我就察觉到了它的存在 同时 我也察觉到了 它被天魂控星石 控制住新神的事实 因而 我引导它来到先祖行宫 想依靠一些手段 瓦解天魂控星石的影响 水落秋叹了口气 水流香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被控制了新神 沦为九寒宫的工具 这点 饶是它 都不经心声唏嘘 所以说 流香当进入古新秘境 就来到了此地 楚行云神色恍然 它终于知道 为何在古新秘境中 它从未遇到水流香 甚至连手握天魂控星石的叶千寒 都要四处奔走寻找 先祖行宫 本就是古新秘境的核心所在 在未曾打开其心圣殿之前 它绝不会出现在众人眼前 叶千寒的实力很强 但比起水落秋 它着实渺小 自然无法找寻到水流香 不过 水落秋与风一转 无奈到 天魂控星石是一项奇物 而我 仅是一缕残魂 无法解除这一控制 幸好 我从水流香的记忆中 发现了你的存在 鉴于这点 水前辈才会在 其心圣殿出手相救 并且留下碧玉之池 让我能够直接进入 先祖行宫 除此外 刚才在临仙桥上的幻境 也是为了让我和流香 能够相认 从而解开天魂控星石的控制 楚行云皆话道 嘴角微微上扬 完全明白了整一件事 跟聪明人说话 果然很舒服 水落秋又称赞了 楚行云一声 不过 他没有继续说话 而是站起了身 走到竹林空地上 翁 随着他的手指点出 前方虚空中 空间如水波般荡漾开来 随即 一道道清晰光影出现在 楚行云和水流香的面前 这时 水流香有些惊乐地眨了眨眼 眼前的光影 共有七道 每一道 都浮现出一名天才妖孽的身影 无比清晰 可以轻松掌握他们的动向 楚行云也被惊了下 他早就猜到水落秋的残魂并未散去 但也没想到 他的手段 竟如此层出不穷 居然能关注所有人的举动 咦 这时候 楚行云的双眸为咪 朝着林静宣和顾天交望了过去 从光影之中 他可以清楚看到 这两人的身上 正缭绕着一股精纯的天地之力 全身上下 写着已经呈现出金玉之状 好像跟天地融为了一体 开启其新圣殿后 星辰仙门的真正底蕴 便完全显露了出来 在这里修炼 不仅能更轻松地感悟到天地规则 就连时间流速 也会变缓三倍 他们两人要想进入阴阳之境 算不得难事 垂落秋的声音事实响起 为楚行云做出解释 时间流速变缓三倍 垂流香的双眼睁得巨大 惊恶道 那岂不是说明 在古星秘境修炼三日 外界 仅仅过去一日时间 楚行云愣了愣神 却看到水落秋笑盈盈地盯着她 心脏顿时跳动得厉害 刚欲开口 水落秋的声音 却传到她的脑海中 关于星辰仙实的事 我们稍后再谈 说吧 水落秋的目光一开 看向了夜千寒所在的光影 顷刻间 她脸上的笑叶消失掉 身上 一股旋又齐旋的气息爆涌出来 又比轻叹 直接朝那道光影抓了过去 与此同时 相隔此地促十里远的虚空中 夜千寒全身包裹着冰冷寒气 正急速朝着前方的仙主行宫掠去 她的手中 天魂空心时发出刺眼鸿芒 遥遥指向仙主行宫的方位 反应如此剧烈 水流香应该就在那里 夜千寒常常舒了口气 速度走声之间 毫无征兆的 她前方的虚空居然均裂出一道道奇长裂痕 咔嚓一声 在夜千寒惊骇的注视下 无比稳固的空间轰然碎裂掉 漆黑的空间乱流肆虐而开 其内居然浮现一道晶莹剔透的星光巨掌 朝她所在的方向直扑过来 第712章强行驱逐 那星光巨掌 释放出无比恐怖的气息 无视了空间乱流 更无视了夜千寒的护体寒气 降临而下 就要将天魂空心时强夺过来 找死 夜千寒目光冰冷 脚步一跨 手掌中浮现出寒边武林 长边挥动 那片虚空卷起狂乱寒风 冰冷之意疯狂弥漫 蕴含着滔天的必杀之念 然而 无往不利的寒边武林 还未接触到星光巨掌 就被那股玄妙力量碾成了粉碎 强横的反噬力作用在夜千寒身上 令他娇曲一颤 树然吐出一大口鲜血 在同一时间 星光巨掌已经夺到了天魂空心时 光滑闪烁 快速略回到空间裂缝之中 整一片虚空再度开始变得扭曲 竟敢夺我之物 休想逃离 夜千寒彻底怒了 他轻点眉心 一抹妖异紫芒绽放开来 身后楚 隐隐浮现出一尊无比庞大的诡异身影 他向前踏步 每一步落下 虚空都会延伸出一条寒冰长河 步步生连 长河相随 居然让可怕的空间乱流 都变得僵硬了几分 眉心楚 那抹紫芒越来越胜 这时 夜千寒已经逼近了星光巨掌 御手一抓 寒气席卷过去 立刻将其重重笼罩住 见状 夜千寒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刚欲催动寒气 他的脸色却是一变 脑海中 竟传来一道低喝之音 滚 通隆隆 这声音落下后 以夜千寒为中心 方圆百米内 整片空间都均列出密密麻麻的裂痕 那些裂痕相互连接 化为了一道深邃的空间漩涡 最终把夜千寒完全吞噬了进去 就在夜千寒被卷入空间漩涡的时候 古星秘境之外 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秘境古门 忽然站斗起来 天地间 风起云涌 吹拂起一道道狂乱进风 怎么了 如此异象 立刻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们刚朝古门望去 上空处 一道漆黑的空间漩涡浮现出来 漩涡中央 恐怖的寒意肆虐而出 把虚空中的所有事物都冻成了冰雕 气温奏入寒冬 在那冰冷寒潮中 夜千寒的身影浮现在那 被空间漩涡驱逐出来 缓缓落于低空中 一双美眸满是震惊地扫视着四周 心难道 这里是 秘境之外 声音骚然一鸣 他猛地回过头 却发现那道空间漩涡已经消失不见了 秘境古门之上 一股玄妙力量流转不休 跟外界彻底隔绝开来 可恶 夜千寒仰天怒笑一声 他脸上有愤怒 也有不甘 但更多的情绪 却是无奈 那道星光剧长 太恐怖了 对方要夺天魂控星时 他根本没有抵抗之力 师尊曾说过 星辰仙门跟水流香有莫大关系 这星光剧长的由来 很有可能跟水流香有关 事已至此 我还是立刻返回宗门为好 夜千寒深深凝望着前方的古老门户 一转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离此地 夜千寒 你立刻见夜千寒无视他们 并转身离去 刘古琼的脸上浮起韵怒之色 想要将他拦下来 细细询问古星秘境的情况 但 他的话还没说完 古繁星一伸手 将他拦了下来 双毛抬起 就这般静静地看着夜千寒离去 并完全消失在视野之中 夜千寒乃是公主之徒 实力之深 并不在水流香之下 此刻 他突然离开古星秘境 并返回九寒宫 按六宗大笔的规则 他已经失去了角逐魁首的资格 这对我们来说 倒是一件好事 片刻后 古繁星松开了手 不急不缓地解释道 不久前 秘境出现了异象 此刻夜千寒又突然离去 会不会有诈 刘古穷仍有些担心 他生怕柳诗运有什么三长两短 一直忧心忡忡 放心吧 古繁星确实一笑 颇有自信道 纵使古星秘境在神秘 衰落了如此之久 危险始终有限 而且 夜千寒出现之时 不仅身受重伤 脸上还带着不甘之色 肯定是触犯了什么规则 被强行驱逐出来 这样的愚蠢举动 景天绝不会犯 草宗主是新陈古宗 有史以来的第一天才 有他在 自然能逢凶化吉 现在 他必定得到了诸多喜悦 一旦离开古星秘境 并能勇夺魁首 为新陈古宗赢的荣光 刘古穷满是恭维帝说道 古繁星看了他一眼 却也没有反驳 双眸望向了秘境古门 心中 充满了期待 夜千寒离开后 虚空 重新恢复了平静 而竹林内的虚空 也渐渐平复下来 但楚行云和水流香的脸上 依旧充满着惊讶 只因为 水落秋此时的幼长 正轻轻拖着天魂控星石 心柔星光璀璨 笼罩而去 把天魂控星石的邪恶气息 都压制住 刚才那一幕 两人都看在眼中 心里 重新刷新了对地境强者的认知 一掌 穿透促十里虚空 夺取天魂控星石 驱逐叶千寒 一气呵成 实在是骇人听闻 就连楚行云也张大着嘴巴 愣在了原地 天魂控星石的棘手之处 在于控制星神 方才你已经从控制中挣脱出来 接下来的事 就容易处理了 水落秋突然开口 让水流香和楚行云 从呆至中回过神来 只见水落秋手一扬 将天魂控星石 交到水流香的手中 叮嘱到竹林深处 有一汪心拳 将身体浸泡在泉水之中 并且全力凝聚心神 就能一点点摆脱控制 同时 也能够滋养九霉血针 帮你缓解九寒绝末的寒气 水流香小心接住天魂控星石 眼角一瞥 猩猩看向了楚行云 楚行云对着她微微一笑 柔声道 去吧 我和水前辈再聊一会 好 水流香翘声声点头 同样对着楚行云微微一笑 随即 她向水落秋行了一礼 这才朝着竹林深处走去 目送着水流香深入竹林 楚行云的表情一变 有些凝重地看向水落秋 问道 水前辈 现在你可否告诉我关于星辰先石的一切 刚才 楚行云向顺势询问星辰先石的事宜 但水落秋却打断了她 并且有一只开水流香 不想让她再次久待 这些举动 楚行云都看了眼里 她隐隐感觉到 水落秋接下来要说的话 绝非简单 甚至还会攸关性命 第713章千年之局 水落秋注视着楚行云 将她的表情尽收眼底 星辰先石 乃是由天地孕育而出的至宝 她的存在 已经远远超越了地兵 当年 我正是依靠着星辰先石 方能让九寒绝脉和武林并存 进而开拓先门 创下千秋霸业 初画间 水落秋的眼眉变得伶俐 她的每一道话音 都蕴含着无上霸气 字字珠唧 无比清楚地回荡在 楚行云的脑海中 让她不禁挺直被挤 神色变得肃目 不过 然而 水落秋的画风突然一转 对着楚行云道 今日 我不会跟你解释 星辰先石的玄妙所在 比起这个 有一件事 对你更为重要 嗯 楚行云的眼眸微微一颤 她的重生 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都跟轮回时有莫大关系 但 水落秋却说 有一件事比轮回时更为重要 这让楚行云的心神凛然 顿时有种困惑之感 你再破天圣殿经历的一切 我都看在了眼里 故而 你俩是为人的所有经历 我都了若指掌 水落秋再度开口 她说话不托你带水 很是直接 楚行云点了点头 面对着水落秋这样一位地境强者 她不会有意隐瞒 后者的眼睛 和其锋锐 能轻易将她看穿 首先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我所在的这片世界 无比的广阔 真灵大陆 只是区区一角 除此外 还存在着几大区域 其中一处 便是仙庭 对于仙庭来说 真灵大陆的存在 犹如平级的荒地 虽广阔 却并无太多价值 但即便如此 有些仙庭强者也会来到真灵大陆 传下血脉 留有一丝根源 水落秋的话 楚行云暗暗记在心中 震惊之余 也感觉到疑惑 这些 跟她有何关系 跟星辰仙石 又有何关系 仙庭之人的血脉 无比强横 但由于血脉浓度的限制 哪怕拥有仙庭血脉 往往也不会有太多作用 跟寻常人无异 说着 水落秋的神色陡然一景 审声道 帝天弈 乃是叱咤仙庭的风华人物 他也曾来到过真灵大陆 并留下了一丝血脉 而这一丝血脉的拥有者 便是你 楚行云 这话说完 楚行云顿感脑海一炸 整片天地 仿佛在颠倒旋转 令他久久难以回神 我的体内 流淌着帝天弈的 一丝血脉 楚行云仍难相信 口中重复了一遍 水落秋早就知道 楚行云会有如此表情 他抬起音调 解释说道 楚行云 你现在回想上一世 是否觉得 自从水流香死后 你的修炼之路变得很顺畅 甚至可以说是毫无阻碍 楚行云凝了凝目 注视水落秋好半赏后 信心点头 上一世 自水流香死后 他就侥幸得到无名功法 大肆吞噬武灵 提升实力 进而加入宗门 修炼神通 成就一段传奇之路 甚至 他进入武皇境界后 修行都极为顺利 灭仇敌 截至有 好几次生死攸关之境 都能够逢凶化吉 得到诸多收获 毫不夸张地说 上一世的十大武皇中 楚行云的经历最为传奇 也最为他人所羡慕 比上一世的所有经历 的确精彩 但这些只不过是一个局而已 一个由帝天意精心布下的千年之局 水落秋目光中闪烁着风锐之光芒 语气中更是透出灵力之意 他没有给楚行云反应的时间 冷声道 你修炼的无名功法 名为吞灵神诀 来自于仙庭古秘 你能顺利诛灭强敌 得到奇遇 是因为有帝天意的推波助澜 甚至你成为武皇之后 所结识的萧行天 也是由帝天意所化 更甚者 上一世的水流香之死 也是由帝天意一手策划而来 否则的话 你又怎么可能在茫茫兽朝中侥幸苟活 这一切的一切 都在帝天意的掌控之中 也正因如此 你的上一世 才会如此顺利 才会如此疯狂 引人阴陷 一道道话音 就按如一道道惊雷 不断轰落在楚行云的心神上 让他的瞳孔紧缩成针 身体更是连连后退 险些贪婪倒闭 他抬起头 迎上了水落秋的风锐目光 嘴巴张开 声音居然在微微颤抖 水前辈 你说的这些 实在让我难以相信 帝天意花费千年时光 苦心不下这样一个局 他 为了什么 虽未真正接触过帝天意 楚行云却知道 前者的存在 就像是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 哪怕是上一世的他 都只能抬头仰望 他不解 他疑惑 帝天意这样的人物 为何会对他出手 还苦心不下千年之举 帝天意的想法很简单 目的仅有一个 那就是让你进入地境层次 水落秋也常常舒了口气 对着楚行云一字字清晰道 让我进入地境 听到这个解释 楚行云更加疑惑了 刚才 水落秋曾说过 楚行云上一世的结拜兄弟 肖行天 乃是帝天意卫装而来 但要知道 诛杀楚行云之人 赫然正是肖行天 昔日 楚行云在天灵山边苦修 眼看就要踏出最后一步 成为地境强者 紧要关头之际 肖行天却突然出现 并将他偷袭杀死 若非如此 楚行云早已成功进入地境 如果如水落秋所说 帝天意卫装成肖行天 处处帮助楚行云 让他多次逢凶化吉 就是为了让楚行云能进入地境层次 那为何在关键时刻 帝天意反倒杀了楚行云 楚行云就紧着双眉 却看到水落秋的面庞上 展露出了一丝笑颜 不过 这一抹笑颜 是苦笑 叹息之笑 帝天意是千古难逢的爵士天才 他的修炼天赋 很高 他的臣服手段 更是深不见底 你会因此感觉到疑惑 并不稀奇 就连我 当初也是被耍得团团转 直到死的那一刻 才知道自己被如何算计 水落秋似乎在发泄斑 抬起头 不断仰天叹息 最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将所有的酬绪都收回了心中 转过头 双眸重新变得丰锐 他道 帝天意苦心让你进入地境 根本目的 是想让你成为他的卢顶和劫子 上一世的你 仅仅只是触摸到了地境门槛 但要想真正进入地境 却永世再无那的可能 无法进入地境 便无法成为卢顶和劫子 已经耗光了所有潜力和天赋的你 对帝天意而言 没有一丝一毫的意义 所以 他要度你入轮回 让你重来一生 第714章不愿为奇 连续震惊之下 楚行云的思绪反而冷静下来 他能重生 得益于轮回时 至于为何重生 如何重生 这些 楚行云都不知道 倘若事实如水落秋所说 这一切都是帝天意不下的谋局 所有的疑惑和不解 都能引刃而解 得到完美解释 顿了顿 楚行云开口问道 水前辈 你刚才说的卢顶和劫子 是何意 帝天意修炼的功法 极为神秘 能一次又一次度入轮回 重获新生 从而累积浩瀚无穷的修炼感悟 直指修炼大道 所谓卢顶 就是帝天意 度入轮回之时 他的魂魄会转移到你的体内 以此融合两人的潜能和感悟 你所拥有的一切 都将成为帝天意的嫁衣 而所谓的解死 就是帝天意要想度入轮回 必先要轮回改命 这一过程 极其的危险 稍有不慎 就会被天地所湮灭 故而 他要寻找一名直系血脉之人 让那人帮他承受灾结 届时 身为卢顶的你 身躯备战 神魂会游走于天地间 被天地错认为帝天意 从而灰飞湮灭 他则以劫责的身份 欺瞒天地 继续存活下来 说到这里 水落秋微微停顿了一下 目光朝楚行云望去 很显然 他口中的直系血脉之人 赫然就是楚行云 难怪他会如此苦心地培养我 目的 就是为了找到合适的躯壳 楚行云自嘲一声 心中不禁烂探帝天意的恐怖手段 帝天意每度入一次轮回 所承受的天地之法 就会愈发沉重 到了这一世 他已是第九次轮回 九转功成 愿能进入地尊致境 也只有身负相同血脉的你 才能帮他瞒天过海 安然度过第九轮回 听到水落秋的话 楚行云恍然点头 平静道 上一世 我已触摸到地境层次 轮回重生之后 结合千年的修炼经验 要进入地境层次 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 帝天意还是不放心 所以才会放下轮回天书 给予我诸多质保 这点没错吧 你说的没错 不过 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水落秋走到楚行云面前 诞生到 第九次轮回 非同小可 帝天意也是借助了 星辰鲜石的力量 才能完美度拟入轮回 为此 他也是元气大伤 不得不敬仰生息 轮回天书中的诸多质保 既是帮助你踏入地境层次的巨大助力 也是在他敬仰生息之时 能保你安全的依障所在 为了保障我的安全 不惜给予几件无上帝兵 帝天意的出手 的确阔绰 楚行云对着水落秋打去一声 随即道 换言之 在此时此刻 帝天意并没有监视我 而是在某一处静养生息 恢复元气 的确如此 水落秋思索了一会 宁众道 不过 帝天意躲藏在何处 实力如何 视力如何 这些 都是未知数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的实力 很恐怖 恐怖到你无法想象 随着最后一道话音落下 楚行云顿时感觉有一座 无影无形的大山 重重压迫在他的身上 令他有些难以喘息 千年岁月中 楚行云面对过无数敌人 但像帝天意这样的人物 他却从未接触过 对方的存在 就像是一团黑暗迷雾 让人无法看清之余 更会感觉到恐惧 无力 水落秋并没有违言耸听 帝天意的存在 太可怕了 绝对是楚行云面对的最强之敌 同时 也是宿命之敌 楚行云和帝天意之间 将来必有一战 无可避免 感到畏惧了 见楚行云许久没有出生 水落秋含笑发问 面对如此恐怖的敌人 任何人都会心生畏惧 楚行云没有掩饰 如实说道 但是 除了恐惧之外 更多的却是期待和兴奋 为了度过第九轮回 帝天意苦心布下了整个谋局 每一步 都是如此的精妙绝伦 但 这并不代表他必定能掌控一切 更不能代表他一定能杀了我 完成轮回 楚行云对着水落秋露出一丝浅笑 眼中闪过灵力之光 笑道 就如同这次 我和前辈的见面 并从你口中知晓一切 这件事 帝天意也无法预料 在知晓所有阴谋之后 楚行云的确心有畏惧 这点无可厚非 但在同时 他心中的热血也沸腾起来 涌出强烈的兴奋之感 或许 在帝天意的眼中 一切的一切 都是一盘棋 楚行云是他的一枚棋子 而他 则是唯一的下棋人 但对楚行云来说 他 不敢成为棋子 他也想成为下棋人 跟帝天意来一场生死对异 这盘棋的胜负 楚行云并不知晓 更无法预测 但他知道 这盘棋 他会拼尽全力去下 正了 逆袭为王 败了 也无悔此生 你能这样想 我也就放心了 水落秋但笑回之 必天意不下的这个局 太大 历史千年之久 哪怕是心智坚定之人 都会因此感觉到深深的恐惧 进而自暴自弃 楚行云现在的精神状态 远远出乎了水落秋的预料 内心中 对楚行云也是越发称赞 将思绪收了回来 水落秋朝竹林深处望去 右掌探出 在虚空中轻轻抚过 轰隆隆的声音从竹林内转出 旋即 在楚行云的注视之下 异红湛蓝清泉从竹林内漫出 泉水化流 轻轻笼罩着水流香的身体 并将其缓缓接纵过来 散 水落秋清和一声 刹那间 那异红清泉消散为虚无 水流香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身上 不仅没有天魂控星时的邪恶气息 就连酒含绝末的气息 也变得甚是微弱 先祖 水流香睁开双眼 脸上漫出一抹狂喜之色 他一开口 水落秋却摆了白手 玉手在叹 宛若捏住一抹细腺那般 猛然朝后方一撤 翁一声 水流香只感觉胸膛一颤 带回过神来 散发出星红光芒的天魂控星时 已经落到了水落秋的手中 而且 天魂控星时似乎变得有些古怪 光滑犹在 但那股邪恶气息 却消失了 再难察觉到一丝一毫 经过天心股群的冲洗 水流香体内的九寒绝脉 已经得到了压制 天魂控星时对他的影响 也彻底拔除 但这枚天魂控星时 却对你颇有用处 说话间 水落秋屈指一谈 将天魂控星时 送到了楚行云的面前 对我颇有用处 楚行云下意识 接过天魂控星时 神色微微愣了下 一台幕 却听到水落秋对着他道 严格来说 真正需要这枚天魂控星时的 并非你而是你的那只灵宠 第715章两件至宝 前辈 你说的灵宠 可是 小魂 经由水落秋的这般提醒 楚行云立刻朝小魂望了过去 但见那小家伙还在沉睡之中 模样可爱的景 水流香也凝望过去 看到小魂的沙纳 他的眼中略过强烈的喜爱之色 像小魂这样的可爱萌物 女子大都没有什么抵抗力 原来他换作小魂 水落秋淡淡一笑 出声解释道 天魂控星时已经失去了效用 无法再控制水流香 但在玉石之内 还蕴含着庞大的灵魂之力 言及于此 楚行云有些明白水落秋的意思了 出声反问道 水前辈 你知道小魂是何种灵兽的幼崽 不知 水落秋简单干脆地回答 摇头道 这只灵兽不仅拥有虚实体质 还能吞噬灵魂之力 以此不断蜕变成长 在我的认知中 从未看过如此诡异的灵兽 但可以确定的是 这只灵兽的来历绝不简单 很有可能是某种远古神兽 而且 还是拥有血脉传承的远古神兽 具体如何 我现在也无法推断 唯有让它成长起来 才能逐渐展露出血脉传承的特性 而仅仅靠冰魂五黄的一丝残魂 还远远不够 水落秋不景不漫地说着 楚行云若有名物地点了点头 右手轻轻拖着天魂控星石 并将其缓缓送到小魂的身前 翁 随着两者的相互靠近 小魂的身体微微动了下 随即 楚行云便是看到 天魂控星石散发出一抹晶莹鸿芒 主动融入到小魂的体内 仅过去片刻 那抹晶莹鸿芒完完全全消失掉 天魂控星石变成了一枚普通的灰白玉石 微风一吹 就化为了漫天积粉 消散于楚行云的手中 小魂的身体回归了平静 但不同于刚才 此刻 他全身笼罩着一抹为红光滑 一呼一吸之间 生机勃勃 气息也逐渐变得浑厚 这小家伙不知何时会醒来 但他醒来之后 应该会给你一个惊喜 水落秋深深看了小魂一眼 随后 他对楚行云说道 万星古灵徒 是否在你身上 是 楚行云立刻回答道 将万星古灵徒取了出来 在他拿出万星古灵徒的瞬间 一道璀璨星芒从古图中绽放开来 光滑营绕虚空 最终凝聚成一名身穿轻衣的儒雅中年 这名儒雅中年 楚行云并不陌生 正是其心圣殿之主 这刻 后者的双眸凝视着水落秋 嘴角处 还悬挂着一抹清然笑叶 如风 令人感觉很是舒服 这些年 辛苦你了 水落秋同样凝视着其心圣殿之主 遍想后 他常常叹息一声 话音终之然夹杂的愧疚 其心圣殿之主摇了摇头 也不说话 只是痴痴凝望着水落秋 哪怕身体逐渐变得虚浮 光滑逐渐消散 也从未移动过目光 待最后一抹星芒散去 万星谷灵徒从半空中飘落下来 楚行云伸出双手 将它轻轻拖住 它可以清楚感觉到 那谷一直抵抗着它的力量消失了 灵力在万星谷徒上欢快流转着 再也没有任何阻碍 你一直排斥我 让我无法随意掌控万星谷灵徒 目的 就是为了见水前辈最后一面吧 楚行云低声呢喃着 他是性情中人 自然能感觉到其心圣殿之主 对水落秋的爱恋之意 不过 他并没有出声询问水落秋 只是在心中长叹一声后 把万星谷灵徒默默收入了储物界中 水落秋的目光和等锐利 他察觉到了楚行云的神态变化 也很有默契的没有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 手掌张开释放出两道奇光 这两道奇光一蓝以灰掠过去空后 缓缓落到水流香和楚行云的手中 楚行云愣了下 并惊望过去 落在他手中的灰色奇光 是一枚成人拳头大小的七彩玉石 玉石声光 释放出一股尤为诡异的气息 而这一股气息 楚行云居然感觉有些熟悉 这枚玉石 乃是星辰仙石的半生之物 名为星随仙石 此物虽远远不如星辰仙石 但它也能改变时间流速 此刻的古星秘境 便是在它的笼罩之下 方才能变缓三倍时速 水落秋的声音适时响起 向楚行云解释道 雨落 他回头望向水流香 不紧不慢地开口道 至于你手中的玉石 则是由九尾仙虎武林凝聚而成 也是我为水家留下的武林传承 听到此话 楚行云陡然屏住了呼吸 他深深凝望过去 却见证为蔚蓝玉石的内部 匍匐着一尊仙虎须影 虎生九尾 通体毛发湛蓝 仿佛它的存在 乃是天地的水之本源 令人有种难以言说的压迫之感 九尾仙虎武林 是我的本命武林 位列九品层次 能掌控天地万水 由于你们无法掌控星辰仙石的缘故 此武林 并不能传承于水流香 那水千月 倒是不错的人选 楚行云和水流香的记忆 水落秋都了若指掌 当然也知道水千月的存在 楚行云和水流香相视一眼 目光都有些微颤 清随先时和九尾仙虎武林 都是难得一见的重宝 前者能变缓三倍时间流速 后者为九品武林 能传承于水家之人 如果这两物流传出去 连武皇强者都会争得头破血流 由此可见 这两物的价值有多么庞大 甚至已经到了无法衡量的地步 前辈之给予 小子必定会铭记于心 楚行云双眼灼灼地看向水落秋 背脊挺直如剑 正待躬身道谢的时候 水落秋却是一扶手 止住了他的动作 只见他脸上展露出一抹怪笑 双眉轻微挑起 铭声道 小子 你是否铭记于心 我并不在意 这两件至宝 既然你收下了 那么你就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条件 楚行云又是已愣 随后 水落秋的声音再度响起 一字不差地传入到他的耳中 同一顺 楚行云的脸上也浮起了一抹浓重苦笑 第716章重办婚礼 这个条件不算过分吧 水落秋说完后 笑盈盈地看着楚行云 但楚行云却是满脸苦涩 神态显得有些无奈 顿了顿 楚行云回到 一抹前辈的记忆 重新锻造一具灵魁之身 并不算什么难事 但灵魁之身所需要的域外金属 却极为难得 更何况 将残魂融入灵魁之身后 实力将会大幅度降低 这对前辈来说 楚行云脸上有嫩堪之色 水落秋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让楚行云帮他锻造一具灵魁之身 但这个要求的背后 却有着诸多的限制 尤其是后者 屈知 水落秋乃地尽强者 足以凌驾天地之上 若他成为半人半魁之身 所有修为将不复存在 如此打击 并非人人都能承受 你的顾虑 我早就思量过 你尽管按照我说的去做 水落秋并没有过多的回答 话音干脆 带着不容违抗之意 楚行云微微叹了口气 点头道 好吧 那我以后会全力去搜寻域外金属 尽快帮前辈制作灵魁之身 如此甚好 听到这话 水落秋终于露出笑叶 御守轻叹 在前方空楚轻轻抚过 翁一声 前方虚空开始扭曲起来 一道道七彩星光坠下 化为一抹巨大滑盖 倒扣在竹林深处 待星光完全消散掉 在三人的眼前 一座素雅庄园出现在那 颇具几分气势 楚行云睁大双眼看着这一幕 心神不禁又是一颤 现在的水落秋 只是一缕残魂而已 实力不及全盛时期的万分之一 但他施展的种种手段 却宛若神明那般 一挥手 就能缔造出一座庭院 这般神通 哪怕是上一世的他 都未能如此 等你踏入地境层次 这些 都只是基础中的基础 水落秋随意道了声 目光望向楚行云和水流香 道 今日早点休息吧 修行特训 从明日开始 修行特训 楚行云和水流香同时一愣 却见水落秋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们两人的天赋不低 但修为却是一塌糊涂 水流香也就罢了 你做永两世修炼经验 修为仍不过天灵五重 就凭这样的修为 如何帮我寻找玉外金属 这番话 顿时让楚行云的面旁变得通红 的确 以楚行云拥有的修炼经验 在两年时间内 完全足够进入阴阳之境 奈何他身上牵扯的事情 太多了 这才耽误了修为进展 怎么 觉得我没资格教导你 见楚行云沉默不语 水落秋的一双柳眉树然皱起 话音刚落下 楚行云脸上涌出惊骇之色 猛地攻下了身 急忙道 谁前辈愿意亲自教导 小子不慎惶恐 又岂会拒绝 楚行云说这话的时候 心中却是一片狂喜 恨不得高声欢呼几句 水落秋 毕竟强者 星辰先门之主 九平武林拥有者 身负九寒绝脉 曾以一己之力 硬汉万千先亭强者 这些荣誉 任意拿出一项 都要远远胜过上一世的 楚行云 能得到如此人物的悉心指导 楚行云高兴多来不及 又怎么会拒绝 楚行云又惊又喜的模样 让水落秋又是一笑 心中对楚行云越发感觉到满意 也不再继续打趣 柔声道 快去休息吧 莫要耽误了明日的修行 好 楚行云对着水落秋攻身 随即跟水流香一块离开 朝竹林深处走去 在庄园内 全都是翠绿的青竹 在风中轻柔摇曳着 楚行云和水流香来到了 庄园的庭院中 微风轻轻拂过 清凉舒爽 两人置身于青竹中 感觉全身心都舒展开来 水前辈考虑的珍舟道 楚行云笑了笑 这座庄园就像是一个独立空间 跟外界完全隔绝而开 唯有清风能吹拂进来 是专门为两人而见的 水流香脸上同样带有笑叶 他躺在竹床上 看着头顶上的摇曳清竹 双眼为闭 任由发思在清风中摇摆 云哥哥 我现在感觉就像在梦中一样 好幸福 甚至比梦还要美 水流香将心神彻底放空 仿佛长阳在幸福海洋那般 连声音都变得轻柔 此时此刻 他体内的九寒绝脉得到了控制 天魂空心时的影响不复存在 还能和楚行云重聚 并且一同修炼 一同生活 在此前 这一切的一切 水流香连想都不敢想 做梦都梦不到这样的幸福 楚行云也缓缓地躺了下来 脸上充满了爱逆 他的脑袋转过 看着近在咫尺的心爱之人 感觉自己的心也在怦然跳动着 这张洋溢着幸福微笑的绝美容颜 何尝不是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 伸出手 楚行云的指尖缓缓滑过水流香的面旁 眼眸中的爱意汹涌 让他鬼使神差地倾下脑袋 吻上了那双红唇 刺唇相贴 那令人疯狂的美妙触感 使得水流香的胶躯轻颤了下 他那双美眸睁得巨大 几乎每一次呼吸 都能闻到楚行云独有的男性气息 楚行云沉浸在爱意之中 指尖下滑 滑过了水流香的脖颈 并轻轻搭在他的柳腰上 双臂微微用力 似要将这美丽的人儿 融入自己的身体 如此热烈的举动 让水流香先是惊了下 但随后 他眼中露出一抹笑意 双手伸出 抱着楚行云的脑袋 慢慢挪移 任由楚行云的身体不断往下 他能感觉到楚行云的汹涌爱意 此刻 水流香眼中也全都是无尽的缠绵情意 楚行云吻过水流香的面旁 扶过水流香的脖颈 衣衫清退 粗大手掌就要横曲直入的一刹那 他忽然发出一道浓厚的呼吸声音 手掌的动作 静影生生止住了 怎么了 水流香吐气若然 他低头望向楚行云 仍能清楚感觉到后者的渴望和火热 但 后者却停住了动作 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见水流香愣愣地看着自己 楚行云嘴角掀起淡淡弧度 手指在他的穷鼻上刮过 充满爱逆地说道 刘香 带回到流云皇朝 我们重办一场婚礼吧 办婚礼 水流香有过头 美眸带着疑惑更胜 当初在西风城 我们虽已成亲 但婚礼过于简陋了些 一无双清 二无见证 甚至连天帝都没有败 仅仅走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现在 我已经找回双清 也拥有了傲人实力 不会再受到水家的排挤 所以 我想办一场盛大婚礼 正大光明地给你一个名分 不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委屈 我要让全天下的人知道 你水流香 是我永生至爱的妻子 楚行云的话音平静 言语之中 却透着浓浓爱意 使得水流香脸上浮其感动之容 蜷缩着身躯 双手缠绕在楚行云的身上 脸上全部都是幸福和安详 他凝视着楚行云的俊逸面庞 低头娇羞道 其实 云哥哥你不必为了这个 而遏制住自己的欲望 只要是你 乡人什么都愿意 楚行云神色顿时一宁 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心神 瞬间喷涌出火热之色 他伸出手 紧紧搂住水流香的柳腰 刚欲有所动作 一道突如其来的咳嗽声 从源外响了起来 同课 还有一道话音传来 宁声道 夜已经深了 还不赶快休息 听到这番话 楚行云和水流香 同时止住了动作 原本火热澎湃的心神 沙纳变得冷静下来 面庞上 仅剩下尴尬之色 他们都没有说话 四目相对 生怕打破这尴尬的宁静 直到过了片刻后 两人这才常常松了口气 目光碰撞在一起 同时发出了淡小声音 这一道小声 穿过了庄园 在竹林内回荡着 缓缓消散于虚无 两人凝望着对方 逐渐在这份安宁当中睡去 睡得很香 忘却了所有 第717章一声为你化眉 古星秘境内 并无日月 但这一处仙主行宫 却俨然如同小世界那般 夜空斗转 焦阳出声 处处透着浓郁生机 当斑驳晨曦透过木窗 水流香的眼眸动了洞 逐渐从睡梦中醒来 这一夜 她睡得很安稳 舒服 感觉压迫在心中的所有包袱和枷锁 都已经泄了下来 从未有过这般轻松安宁 她微微睁开双眼 便看到自己躺在楚行云的怀中 后者已经醒了 正依靠着竹床 木带爱恋的凝视过来 嘴角处 还带着一抹淡淡笑叶 紧了 楚行云伸出手 轻轻撩起了水流香的发思 动作很轻 话音很柔 仿佛生怕水流香从她身边消失那般 水流香点了点头 脸上洋溢着幸福微笑 昨晚 她和楚行云聊了许久 相互诉说着两年来的经历 有痛苦 有惊讶 有欣慰 也有感动 毫无保留地告诉对方 短短一夜时间 两人都更加地了解对方 相别了两年的心 重新贴合在一切 比当初更为紧密 也更为珍惜 一夜后 从睡梦中醒来 映入眼眸的 是心爱之人的面旁 以及那双充满溺爱的双目 这种感觉 很美 让水流香没办法用言语去形容 既然已经醒了 那就起来吧 楚行云轻拍着水流香的后背 站立起身 见房间角落处摆放着一座庄台 话音为杨道 流香 我为你化眉吧 化眉 水流香有些惊讶地看着楚行云 楚行云重重点头 伸手将水流香抱到了庄台上 木案清洗 里面整齐摆放着庄具 发散出淡淡香气 云哥哥 水流香眼里仍有惊讶之色 眼眸扫去 却见楚行云小心翼翼地取出了眉笔 并且用手指轻轻碾着叹心 表情尤为地认真 一丝不苟 怎么 不相信我 楚行云感觉到了水流香的目光 嘴中吐出一道打去话音 同时 他的手指已经搭在了笔杆上 将眉笔轻轻扬起 水流香被楚行云的模样逗了了 摇了摇头道 我相信云哥哥 开始吧 清晨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 落在水流香明媚无瑕的脸上 也落在了他的衣裙上 楚行云淡淡一笑 缓缓抬起手中的眉笔 他的动作很柔 却很利落 每一笔画下 都是那样的流畅无阻 细黑深邃的双眸之中 倒映出水流香的面容 仿佛手中眉笔所滑波的 并非眉形 而是他汹涌澎湃的爱意 水流香同样凝视着楚行云 他能看到楚行云眼中的自己 同时 他的眼中 也全都是楚行云 两人的视线在空中碰撞 如烟如雾般缠绕在一起 忘记了包袱 更忘怀了仇恨 一切思绪 都抛诸脑后 唯有眼中的彼此 一笔一乐 描绘的 是楚行云心中的爱恋 一谋一动 导映的 是水流香心中的幸福 两人 一动一静 动着画眉 静着凝目 这一刻 他们就像是画卷中的神仙眷侣 美得令人惊心动魄 更让人沉醉在其中 仿佛只要唯唯凝神 就永远无法一开双眸 好了 不知过去了多久 楚行云轻轻放下眉笔 目光流连在水流香的面庞上 好似在欣赏绝美的艺术品那般 水流香一过视线 光滑的镜面上 导映出她的清秀面庞 晶莹如宝石般的眼眸之上 一弯柳眉轻掠 很美 完美无瑕 挑不出任何的缺漏 画得真好 水流香惊讶地看着统镜 九寒宫内 全都是女性弟子 其中 自然不乏倾国倾城之人 那些人的妆容极美 如若天仙 但跟楚行云画的眉相比 确实不值一提 上一世 我们离开西风城后 就开始在流云黄潮流浪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再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捡到了一支眉笔 从那以后 你就每天让我帮你画眉 这柳叶眉形 是你最喜欢的眉形 也是我唯一会画的眉形 楚行云站在水流香身旁 双手搭着她的香肩 透过铜镜 寒情默默地凝视着这张 让她练了千年的面庞 柔声道 虽说你我已经重来一世 生命轨迹也就此更改 但有一些事 却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的眉笔 只会为你而提 也只能为你而提 那从今往后 云哥哥每天起床 都会为我画眉吗 水流香转过身问 向楚行云 她的眼中 已有晶莹泪光在闪烁 对于上一世的事 水流香自然不会知晓 但她可以从楚行云的画音中 感觉到那种真挚和温柔 就如同这一弯柳叶眉 令人忍不住为之动容 只要你不嫌弃我 这一生 我都愿为你画眉 楚行云温柔笑着 她知道 水流香怎会在乎 她能否为她画眉 她真正在意的 是为她画眉的振爱心意 她要得如此简单 楚行云 又怎么会不答应 上一世 楚行云只为水流香提笔 而这一世 这点并不会改变 手中之笔 只为水流香而提 更愿提起一声 此时 庄园门外 水落秋站立在那里 双眸凝望着这一幕 不禁也是吃了 安静站立着 目光温柔似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两久 她脸上浮起一抹笑容 没有出声 而是默默离开庄园 回到了自己的目屋前 不知何时 水落秋的手中出现了一尊酒壶 壶内 酒水清裂 散发出一股浓郁酒香 弥漫在竹林内 仿佛让空气都变得干香四溢 水落秋仰头 往嘴中灌了一口美酒 此时此刻的她 完全没有昨日的雍雅姿态 举手投足之间 竟带着一份豪爽 但更多的却是深深哀愁 愿一声执笔 化入眉上流 毕天意 你当初也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此刻的你 却在何处 水落秋抬眼望向天空 似在发泄般 吐出了一道自嘲话音 他扬起酒壶 将美酒情洒了出来 一时间 酒水分洒 夹杂着水落秋的愁丝 垂落到地面上 弥漫到竹林的每一处角落 一灵 两地 却是交杂着哀愁和爱恋 实在让人声叹 第718章入阴阳 距离古星秘境关闭 仅有十日时间 但在时间流速变缓了三倍的古星秘境之内 却是足足有三十日 轰 一道震耳欲聋的暴鸣声响起 在密不见天的丛林内 一头独角剑牛重重倒下 狂大如小山般的身躯瘫倒 使得地面都疯狂战斗 要引发恐怖地震 在独角剑牛的尸体前 站立着两道身影 这两人 一只手持古老长刀 另一只手捧金色鼓中 身上皆是散发出浑厚的天地之力 目光直视着独角剑牛的尸体 嘴角露出的异笑容 他们赫然正是临近宣和顾天交 自从密境一变之后 两人就相互结伴 游走于个大圣殿 一边夺宝 一边收集仙气 收获颇为丰厚 已经顺利踏入了阴阳境界 眼前这头独角剑牛 修为已达阴阳四重 若是在外界 即便是阴阳五重的武者 都不敢与之为敌 但在两人的联手下 却轻松将其诛杀 可见这两人的实力提升之大 群星坠落后 古星秘境彻底改变 不仅处处都是珍宝 修炼速度 更是有如神柱 提升了十余倍 只可惜 明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离开了 林静轩擦拭着 罗生谷刀上的兽血 目带不设地望向了 前方的中央高峰 经过这段时间的奇遇 他的修为 已经彻底稳固在阴阳二重 若能继续苦修几日 甚至还能踏入阴阳三重之境 奈何 离开古星秘境的时间到来了 就在明日 这样的修炼圣地 他不愿离开 的确 故天骄点了点头 嘴角却是掀起一抹阴冷弧度 道 只不过 能离开古星秘境 倒也是一件好事 这就代表着 很快 我们就可以在万众瞩目的擂台上 狠狠蹂躏百里狂生和洛云 赢得无尽荣光 一听到这两个名字 林静轩的目光立即省下 冰冷而又自信地说道 岂是蹂躏那么简单 我要让他们变成废人 永远无法站在我的面前 说着 他又比一斗 一抹亮弱骄扬的璀璨刀芒绽放 掠过独角剑牛的尸体 落在前方的山壁上 将整一座山坡都斩断掉 轰隆隆的声音传来 那一座山坡断裂的时候 山石崩裂 灵力淹没 虚空都是狠狠一颤 风云惊变 意向尤为的骇人 与此同时 相距此地百里外的一座深渊内 同样有轰鸣巨响传来 苏敬安和苏木昭略动身形 化为两抹冲天流光 奔离了漆黑深渊 全速朝着中央高峰的方向掠去 速度快得惊人 他们两人的修为 也跨入了阴阳层次 唯一众之境 身上缭绕着天地之力 一奔一掠之间 能引来极为微弱的天地共鸣 柳姑娘 还是不愿同行 苏敬安朝侧方望去 在那里 有一抹绚烂紫光掠过 同样是朝着中央高峰的方向掠去 给她点时间吧 苏木昭苦笑一声 摇头叹息道 毕竟发生一变之前 古景天将柳世韵送离了古城 后者自然没有受到伤害 在这段时间 他们多次相遇 但却没有像之前那样结伴同行 甚至连交谈的话语 都是少得可怜 古景天的死 虽说是最有因的 可是对柳世韵来说 这个打击同样巨大 如果诛杀古景天之人 是百里狂生 倒就罢了 但偏偏是他存有好感的楚行云 这种矛盾的心态之下 柳世韵变得沉默寡言 几乎都是独自而行 行单引之 苏木昭顿了顿 双眸望向了其心圣殿的所在之处 道百里狂生了 他还在等 文言 苏静安叹了口气 道自已变后 就一只手在那里 我昨天曾经劝过他 他却说 只要洛云建主一日不出现 他就一日不离开 就算古兴逆境关闭 他也不会离开半步 要不要再劝劝他 苏木昭有些不忍 明日 古兴逆境将会关闭 何时中开 谁都说不清楚 甚至可能永不开启 除了洛云建主 谁能劝得动他 苏静安反问道 让苏木昭神色一愣 随后 两人不约而同地收回目光 嘴中发出一声感叹 古兴逆境内 轰鸣声 破空声 声声响彻长空 所有人都将速度催动到极致 全力朝着中央高峰的方向奔去 准备离开此地 但此时此刻的先主行宫 却显得尤为安静 竹林内 围风轻浮 青竹摇摆 七彩星光如同水波般蔓延开去 让这里变成了一片星光的海洋 星光中央 楚行云正端坐在那 此刻 他双眼闭合 全身心进入了修炼状态 在周身处 竟缭绕着一丝丝精纯的天地之力 仿佛受到了某种力量的驱使 要融入到楚行云的体内 在这三十日的苦修中 楚行云的修炼速度惊人 已经连月四级 踏入了天灵九重之境 这刻 他正引星光入体 准备冲击阴阳之境 如此修炼速度 堪称恐怖 一旦传了出去 足以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甚至 连楚行云自己都因此感到震撼 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不过 回想到这些天的所经所利 楚行云却又觉得理所当然 这段时间中 指导她的是水落秋 全心全意的指导 没有半点藏着 把她所有的修炼经验 所有的逆天神通 都施展出来 毫无保留 这段时间内 她所享受的 是星辰先门的所有底蕴 天才地宝无数 灵阵妙法无穷 有一些上古丹药 楚行云从未听说过 药效尤为惊人 在两者的帮助下 她的修为不仅接连突破 每一次突破之时 经脉和领海 都会得到一次洗礼 让境界变得无比稳固 扎实 堪称完美之态 当然 三十天的苦修 虽累 楚行云却有种反扑归真的感觉 她经常跟水落秋探讨修炼经验 一边苦修 一边汲取着修炼真理 修炼之余 还能和水流香细细打闹 化眉弹心 尽情流露出心中的爱意 楚行云前所未有的感到快乐 这样的生活 是她两世为人所渴望的 没有仇恨 更没有压力 唯有永攀不止的修炼高峰 以及深深爱着的人儿 轰 便在此时 楚行云的体内传来了一道闷响声音 树然间 缭绕在虚空中的天地之力落下 一缕接着一缕 犹如雨水般 滴落到楚行云身体的沙纳 立刻融入了其中 渗入五脏六腑 没入全身经脉 使得她全身内外都浮现出一抹玄妙的晶莹之色 秋 秋 同一刻 两道破空声响起 水落秋和水流香的身影出现在竹林之外 水落秋双眸望向楚行云所在的方向 宛若看待自己的一门声 脸上展露出一抹欣慰之笑 连连点头道 天地之力融入了体内 就此淬炼经脉领海 并且在全身骨骼上凝聚纹络 这小子 总算没有让我失望 第719章黑烟 楚行云安静地坐在巨岩之上 她始终闭合着双眸 周身光滑流转 仿佛化为了一道无尽漩涡 不断吞噬着虚空中的天地之力 天地之力洒落而下 灵力绽放 她能够清楚感觉到天地的共鸣声音 好像此刻的她 已经跟天地融为了一体 全身骨骼不断蠕动 浮现出一道道玄妙图纹 阴阳静强者 全身骨骼会浮现出天地图纹 此图纹能够让她们感悟到天地之力的存在 甚至 她们就犹如天地的一部分 实力能得到巨大提升 呼 取久后 楚行云的双眸陡然睁开 深吸口气 她看着眼前 那一片广阔天空似乎变得越发清晰 能够感觉到流动着的天地之力 阴阳静 成了 感受着体内的天地之力 饶是心神沉稳的楚行云 也是露出了一抹惊喜之色 脸上的笑页浓厚 进入阴阳境界 舞者就能够运用天地之力 施展出各种各样的玄妙手段 也唯有踏入这一境界 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顶尖强者 一个月前 楚行云不过天灵舞众 距离阴阳境界 路途甚远 就算以她的手段经验 要达到这一步至少也需要大半年的时间 但在水落秋的悉心教导之下 仅仅过去一个月 她就进入阴阳之境 如此恐怖的提升速度 也唯有水落秋这样的递进强者 方能做到 若是换了别人 哪怕是做梦 都不敢幻象这一幕 在楚行云暗喜之时 水落秋和水流香已经走了过来 水落秋上下打亮着楚行云 最后满意点头道 晋升得很顺利 境界稳固 天地之力的淬炼也很是完美 踏入阴阳境后 天地之力就会淬炼全身体魄 人与人之间 淬炼的程度并不相同 境界越稳固 淬炼的程度也就越高 像是齐阳城这样的阴阳强者 境界不稳 气息虚浮 虽说修为达到阴阳一众 但对天地之力的掌握却尤为吃力 无法发挥出精髓 反观 像是苏慕昭和顾天骄等一众妖孽天才 他们的基础牢固 一入阴阳 就能稳固修为 能远远胜过其阳城 但 他们跟楚行云比起来 还是差了一筹 楚行云这一个月来 不管是接受的指导 还是使用的修炼资源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 任何异者 哪怕是武皇强者都要为之癫狂 毫不夸张地说 此刻他和天地的共鸣 达到了传说中的完美层次 几乎举手投足之间 都可以感觉到天地之力的存在 不管是对实力 还是对修炼速度 都有无与伦比的作用 这都是多亏了水前辈的帮助 楚行云对着水落秋深深局公道 一确 没有水落秋的帮助 纵使楚行云拥有再多奇遇 也无法达到如今的境界 一个月 连升五级 还能完美感知天地共鸣 这样的结果 太震撼 如果不是楚行云的亲身经历 连他自己都无法相信 你和我婆有渊源 我送你一番奇遇 也算不得什么 更何况 帮你就是在帮我自己 你不用道谢 水落秋摆了白手 故作随意地说道 但脸上的满意之色 已经出卖了他的真实想法 楚行云能走到这一步 他也是由衷感到高兴 顿了顿 水落秋突然想到什么 与其好奇地问道 既然你成功进入阴阳境界 你那柄古怪重剑 是否 他的话还没说完 楚行云就点头回应 手掌一翻 将黑洞重剑取了出来 啪哒 黑洞重剑出现的刹那 楚行云的右臂猛然省下 银牙惊咬 万象碧凯立即散发出银白光芒 十二万象之力爆发 这才强行将黑洞重剑举起 右臂上 一根根青筋爆出 如同囚龙直幅般 甚是惊人 我进入阴阳境之后 黑洞重剑的重量 就已达到十万斤 楚行云话音浓重的道 让水流香的目光狠狠一颤 十万斤的重剑 好可怕的重量 倘若垂直落下 连地面都要被洞穿 而且楚行云把音调拉长 双手紧握住黑洞重剑 心念围动 眼眸开合间 黑洞重剑的剑身之上 居然浮起一道宛若波澜的古怪纹路 这道古怪纹路浮现后 黑洞重剑的气息 似乎有了些许改变 除了魂厚无风之外 像是还多了一种霸道粗犷的感觉 水落秋略带疑惑地看向楚行云 却见楚行云从储物界中拿出了一柄王弃长剑 品阶不高 仅仅是一文王弃而已 只见楚行云手一甩 将王弃长剑高高抛弃 随即 他双眸省下 冷冷凝视着王弃长剑落下的方位 手臂围颤 黑洞重剑迎风而出 黑烟 一道冰冷和声 从楚行云的嘴中吐出 黑洞重剑上的波澜纹路 还是活了过来那般 开始轻然飘荡起来 剑身如一抹黑光 掠过长空 重重轰击在王弃长剑上 咔嚓的清脆碎裂声音响起 在水落秋和水流香的注视下 那一柄王弃长剑 碎了 被黑洞重剑轰碎 剑身化为碎片 从半空中无力坠下 一剑碎王弃 水落秋不经倒吸了一口寒气 以他的实力 轰碎一剑王弃 并不算难事 但是楚行云的修为 不过阴阳一众 纵使体魄强横 也绝不可能轰碎一剑王弃 哪怕是最普通的一文王弃 这就是黑洞重剑觉醒的 第三项神通 水落秋靠近过来 他发现 楚行云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 呼吸加快 显然刚才那一剑 消耗极为巨大 楚行云看了眼黑洞重剑 开口道 我踏入阴阳镜后 灵力就能接触到 那抹黑色光阴的内部 也顺利觉醒了黑烟神通 那一道古怪纹路 就是黑烟之文 全力催动之下 能轻松湮灭王弃 无坚不催 再者 那道黑色光阴的内部 共分为九重 每当我的修为提升一众 就能深入一分 黑烟之文的数量 就能增加一道 能摧毁更多的神闻 楚行云眼中略过一抹精芒 说话间 神采飞扬 颇为自得 但没多久 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无奈 补充道 唯一让我感觉无奈的是 黑洞重剑的重量 也会随之增加 而增加的幅度 不再是一万斤 而是十万斤 第七百二十章 天语霓裳 十万斤 楚行云的话 吓到了水流香和水落秋 同时 他们也明白过来 为何楚行云的脸上 会露出那样的无奈表情了 重剑无风 以力破力 剑重越是庞大 所带来的杀伤力 也必将无比恐怖 现在的黑洞重剑 重达十万斤 以金视金为天人 权力一剑落下 同级之中 几乎无人能够抵挡 纵使有王弃护身 也要重伤剑王 只不过 如果剑体过于沉重 恐怕连剑修都难以催动 更别说灰剑伤敌 一重境界 十万斤 这着实骇人 如此推算下去 楚行云踏入涅槃境界之时 黑洞重剑的重量 将会达到百万斤 如果想一直催动 黑洞重剑 那么在提升修为之时 也要不断提升体魄 并且不断提升自己的力量 否则的话 也无法使用黑洞重剑 水流香紧紧皱着柳眉 如此诡异的剑气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水落秋也将目光望向了 黑洞重剑 但不同于水流香 他脸上的金蓉已经散去 双眸凝视得有些出神 时而还略过一道又一道金芒 水前辈 你有什么发现吗 楚行云愣了下 问向水落秋 李曾说过 这柄重剑内 存在着一枚漆黑光阴 灵力接触这枚光阴 就能觉醒出玄妙神通 第一神通是黑影 吞噬一切声光波动 第二神通则是引力 独立于天地之外 能作用于任何事物 且不会有所影响 水落秋的话 因为岭 不急不缓道 至于第三神通 则是黑烟 能够湮灭神闻 摧毁王气 还能不断提升这一力量 吞噬声光波动 作用于万事万物 湮灭天地 这三大特性 既霸道 而又诡异 就像是从传说中的黑洞之中 硬生生玻离出来那般 戈登 楚行云心神一颤 面色凝重地说道 按前辈所言 黑洞重剑内封印的那道漆黑光影 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黑洞 黑洞的存在 楚行云只在古籍中看到过 他知道 黑洞是无比恐怖的事物 能吞噬一切 湮灭一切 连光都无法倖免于难 黑洞重剑内部 如果真的封印着黑洞 那就足以让楚行云感到为难 畏惧 我刚才那番话也只是推测而已 此时 水落秋的声音再度响起 清晰传入到楚行云的耳中 让他猛然回过了神 水落秋看着黑洞重剑 转而道 更何况 如果重剑内 的确封印着一枚黑洞 那黑洞重剑拥有的力量 绝非如此 只要能将之彻底掌控 你便能勇往直前 不惧任何强敌 武者的修行之路 同样是如此 若能勇往直前 将毫无畏惧 但如果心生畏惧之意 将固步自封 永远无法踏出下一步 一道道话音 似沉中目骨 使得楚行云心生恍然 他看了看水落秋 又看了看黑洞重剑 最后回应道 前辈教诲 小则定会铭记心中 见楚行云明雾 水落秋这才满意点头 他与风一转 对着楚行云道 这黑洞重剑 你暂时不用担心 相比之下 我倒是对轮回天书 更为的好奇 经过水落秋的提醒 楚行云将目光一开 朝轮回天书 望了过去 此刻 他成功踏入阴阳境界 按理说 已经能成功翻开 轮回天书的第五页 得到轮回天地 所放置的奇珍异宝 一想到这里 楚行云也不迟疑 立即来到那空间 快速翻动起轮回天书 刷一声 当翻动到第五页之时 楚行云只感觉 眼前掠过一道亮光 旋即 他离开了那空间 那么亮光也随之冲出 并且掠上高空 释放出一道道刺目神盲 而让他感到惊讶的是 这一道道神盲 呈七彩颜色 绚烂至极 细细凝望过去 神盲还似一根根羽毛 从天空中飘落下来 充满了飘逸之感 停下 楚行云陡然一喝 那么亮光围颤了一下 神盲逐渐吞去 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最终化为了一件造型奇特的七彩霓裳 果然是天羽霓裳 看到这件七彩霓裳的时候 水落秋发出了一道淡笑声音 让楚行云的目光微微一凝 不经细细朝七彩霓裳望去 这件霓裳的材质 楚行云无从判断 除了弥漫出七彩神盲之外 还隐隐约约透出虚幅飘渺的感觉 尤其是那神盲闪烁间 似乎整一片空间 都是海洋 能让由他翱翔穿梭 不会受到一丝一毫的阻碍 水流香也凝望着天羽霓裳 美眸中略过了一抹惊艳为盲 口中喃喃道 好美的霓裳 天羽霓裳 乃是天仙族的镇族之宝 而天仙族之人 无论男女 容貌都甚是完美 且极为注重衣着姿态 此物又岂能不美 水落秋对着水流香笑了笑 玄疾对着楚行云道 天羽霓裳 乃是一件无上帝兵 以速度而闻名 只要穿上这件天羽霓裳 就能随意遨游长空 并且还能穿梭空间 横渡虚空 那岂不是跟空神顺步很是相似 楚行云立刻想到了空神顺步 此步伐也能随意地穿梭空间 空神顺步 是武灵天赋 虽能穿梭空间 距离却极短 且需要消耗海量灵力 而天羽霓裳却能横渡虚空 光凭这一点 两者就不能相论而谈 水落秋立即解释 目光重新望向天羽霓裳 叹道 昔日 我曾亲眼见识过天羽霓裳的威能 一旦完全炼化此物 很少人能够捕捉到她的踪影 几乎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楚行云被惊了下 这话从水落秋的口中说出来 可见天羽霓裳的惊人之处 双手轻捧着天羽霓裳 楚行云走到水流香的身旁 颇为随意地递了过去 这举动让水流香愣住了 信信道 云哥哥 你要把这件天羽霓裳 给我 九寒宫 乃是北荒域最为神秘的事例 在九寒宫的两年时间里 水流香自然见识了不少奇珍一宝 就连黄系 也略见一二 但眼前这件天羽霓裳 是一件无上帝兵 楚行云如此随意地递过来 也难免水流香有些精浪 如果换成寻常人 恐怕会经得失魂落魄 这件天羽霓裳 为女子服饰 难不成你还想我穿 楚行云翻了翻白眼 然后眉头一挑 黑黑笑道 再说了 你我返回流云皇朝之后 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这件天羽霓裳 恰好可以作为你的婚衣 由流香你穿上天羽霓裳 定能燕金四座 无上帝兵作为婚衣 这未免有点奢侈了吧 水流香顿时哭笑不得 他无法想象 这一场婚礼 将会是何等的盛大震撼 光是这件天羽霓裳 就足以引发一场大震动 整座北荒域 乃至是整一座真灵大陆 都要为之阵战 你是我水家后人 以地兵为婚衣 又有何不可 水落秋发出一道笑声 视线落在水流香的身上 道 流香 你把天羽霓裳穿上 看是否喜欢 好 水落秋开口 水流香不敢违抗 更何况 他也颇为喜欢这件天羽霓裳 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是穿一番 嗡 七彩神芒再度绽放而开 笼罩住水流香的周身 并将他缓缓抬起到半空中 一道道神芒释放 轻拢着那片虚空 待消散之刻 天羽霓裳已经完美贴合在水流香的身上 好美 楚行云目光目然 望着前方的水流香 竟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美 犹如梦中的美 水流香的容貌 算不上是绝色 但却清秀可人 让人感觉很是舒服 而这件天羽霓裳 神芒果衣 绚烂动人 他所拥有的飘渺绝尘之感 恰恰是水流香所欠缺的 这两者搭配在一起 堪称是绝配 让楚行云生出了一种错觉 美得让人不敢置信 就像是话中之人 没办法用言语来形容 的确很不错 水落秋一开口 将楚行云拉回了现实 他在定睛望过去 却发现水流香 已经从空中落了下来 小脸通红 并且将天羽霓裳退了下来 流香 这天羽霓裳很适合你 如此急着拖下来作甚 楚行云有些意犹未尽地说道 刚才那一幕 此刻还回荡在他的脑海之中 久久未消 云哥哥 水流香的小脸更红了 狠狠瞪了楚行云一眼 随后 他的目光一下 双手轻轻抚摸着天羽霓裳 微声道 你刚才说过 这天羽霓裳是我的婚衣 既然是婚衣 自然是大婚之日才能穿 对于天羽霓裳 水流香当然喜欢的景 但最为重要的原因 却是楚行云说过 这件天羽霓裳 是他大婚之日的婚衣 是两人爱恋的有力见证 水流香现在不穿 是舍不得穿 他要在万众瞩目的大婚之日 身穿天羽霓裳 以最完美的姿态 和楚行云竭地连礼 成为他名正言顺的妻子 这是水流香的坚持 你这小女子 想得倒是挺周全 水落秋满是微笑地看着水流香 他一过目光 刚想打去几声 毫无征兆地 一道道轰鸣声音传荡而来 整座仙主行宫都因此剧烈摇晃起来 发生什么事了 楚行云立刻收回思绪 寻声望去 却见前方的虚空中 降下了一道刺目的金色光芒 从天而落 掀起了一片可怖的惊天声势 而这道金色光芒的垂落之地 赫然正是中央高峰 第721章离开古兴秘境 金光从虚空而来 接触到中央高峰的瞬间 树然绽放 把整座高峰都笼罩了在内 随后 一道道璀璨的七彩光芒冲天而起 冲上云霄 欲刺破诸天苍穹 这些七彩光芒 自然是由仙气凝聚而来 谁的仙气数目最多 所凝聚的七彩光芒 就愈为凝实 高耸 能先一步离开古兴秘境 第一轮考核的先后排名 就是由此决定出来 楚行云抬起头 凝视着天空中的一道道仙气光柱 唯唯有些出神 在这段苦修时间中 他从水落秋的口中明白道 这些仙气 并非来源于天地 而是由地境强者释放而来 弥漫于古兴秘境各处 使得古兴秘境超突于天地 能够永存不朽 这种力量 属于无上帝境 是他上一世苦苦追逐的目标 此时此刻 他感受着仙气独有的气息波动 心中顿时燃起了熊熊热火 相比于上一世 他现在所面临的危难 更多 更艰苦 但正因如此 他也弥补了前世的诸多遗憾 还得到了许多上一世想都不敢想的奇遇 这一世 我的目标 不再止步于地境 楚行云的眼中掠过阵阵精芒 他相信 毕竟 绝不是修炼之路的巅峰 还存在着更为玄妙的境界 水落秋将楚行云的表情收入眼帘 欣慰一笑 道 时间差不多了 你们两人也是时候要离开这里了 说着 水落秋探出玉手 在虚空中轻轻一拍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周围空间变得扭曲 一抹齐黑漩涡出现在那 疯狂旋转间 竹林之井 不复存在 浩瀚的仙主行宫 也就此消失 三人 来到了一片茫茫苍穹之中 同时 在楚行云和水流香的面前 浮现出一扇庞大的星空谷门 谷门早已经开启 里面有星光闪烁 直通外界虚空 楚行云和水流香看着前方的星空谷门 同时转身 对水落秋道 这段时间 有劳水前辈照顾 晚辈感激不尽 三十日的修炼 很苦 但楚行云和水流香却乐在其中 在这里 他们放下了一切的报复 所有的仇恨 每日都沉浸在修炼之中 有欢笑 有打趣 也有感动和泪水 他们三人 不像是前辈和晚辈 更像是朋友 相互交心 相互倾诉 没有任何的保留 更没有阴险之算计 只可惜 这一段美好时光 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们两人 一个是水家后人 一个跟我朋友渊源 我不照顾你们 谁照顾你们 水落秋微微眯着双眼 话音中 居然也有些许感叹 他是叱咤风云的地境强者 一人之上 亿万人之下 但 他也承受了整整七千年的孤独 水流香和楚行云的离开 他何尝不叹 走吧 水落秋指向星空谷门 淡淡笑道 今日一别 以后 肯定还能相见 到那个时候 你们两人可别让我失望 我会在古星秘境里 一直注视着你们 雨落 星光闪烁冲天 在楚行云和水流香的注视下 水落秋的身影逐渐变得虚浮 最后 仅剩下那道熟悉的声音 慢慢回荡在虚空之中 楚行云看了水流香一眼 微微握紧了后者的御手 抬起脚步 朝星空谷门跨去 云哥哥 铺地 水流香叫住了楚行云 楚行云疑惑望去 却见水流香拿出一枚金银玉石 缓缓地到了他的面前 这枚玉石 橙蔚蓝颜色 里面匍匐着一尊九尾仙壶 正是水落秋传承下来的武林之精 先祖曾说过 让我把武林之精交给千月姐姐 但我知道 千月姐姐的性情高傲 如果由我交给她的话 她可能不愿意接受 水流香声音轻柔 微笑凝视着楚行云 道 所以 这枚武林之精 还是由云哥哥交给千月姐姐吧 我就不出面了 听到水流香的这番话 楚行云的目光变得柔和 伸手接过武林之精 苦笑道 刘香 你还是一点都没变 处处都想着别人 云哥哥又何尝不是呢 水流香看着楚行云 握紧的手掌微微用力 随后 两人都笑了 步伐跨出 并肩走入星空谷门 而此时 谷星秘境之外 谷门周围的虚空中 出现了无数道人影 密密麻麻 遍布于各处 今日 是谷星秘境开启的第三十日 很快地 进入谷星秘境的天才妖孽们 会相继离开秘境 并且决定出钱后排名 当秘境谷门绽放出 重重金光之时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凝望过去 这第一个从谷星秘境 走出来的天才妖孽 会是何人 期待 众人的目光 全都是期待之神王 从谷星秘境出来的第一人 将拥有优先挑战权 你们说 谁会得到这一殊荣 有人开口探讨出生 谷星秘境发生异象后 没多久 叶千寒就被驱逐出来 逆境之内 肯定发生了大事 结果不好说 有人摇了摇头 自从出现了异象 他们很难预测结果 拥有挑战权 并不能代表什么 因为异象的缘故 这次的六宗大比 远远不同于网界 你们看 除了九寒宫 几乎所有势力之主 都到了可见重视的程度 这时 又有人说到 众人唯唯拧目 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望向了虚空楚 那里 站立着二十多道身影 每个人的身上 都散发出无比恐怖的气息 这些强者 来自五大势力 全都是涅槃强者 七星谷之主 傅孝辰到了 大罗金门之主 林元黎到了 陈霄殿之主 顾玄丰也到了 五大势力之主 以及五大势力的顶尖强者 极尽全数到来 站立在那 光是弥漫而出的涅槃之气 都让空间变得扭曲 天地发出嗡鸣之音 古星秘境出现异象 太突然 没有人知道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五大势力对此自然关心 都先后到来 要亲眼看到结果 通隆隆 这个时候 金色光芒更加璀璨次目了 人群的目光依旧紧紧的凝视着那里 树然间 光芒闪烁 出口当中 有两道身影直接奔略而出 降临在虚空之中 两人同时离开古星秘境 人群的心全部都是一颤 显然没有想到会是如此结果 第722章结果出炉 众人定睛望去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两名气质 非凡的俊逸青年 一人背负古刀 一人身穿紫金长袍 双眸之中皆是透着浓浓的的一神色 居然是顾天骄和林静轩 人群目光一宁 倒也没有过于吃惊 12名天才妖孽 都是风华绝代的人物 实力差距并不大 任何人都可能夺得魁首 不过 当他们感觉到两人身上的强横气息之时 表情都僵硬在了那里 嘴巴张大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这怎么可能 林静轩和顾天骄 竟踏入了阴阳境界 而且 还是阴阳二重天 人群心中瞬间闪过无数金色 修炼之徒 越往上 难度就越大 阴阳境界的强者 能够吸收天地力量 感悟天地之真理 是一次极为玄妙的蜕变 要踏入这一境界 不仅需要海量的修炼资源 更需要惊人的天赋 两者缺一不可 即便顾天骄和林静轩的天赋惊人 要在短短三十天之内 踏入阴阳二重之境 也绝不可能 可事实却是 两人的修为 的确却是阴阳二重 且无比稳固 不愧是我顾玄丰的儿子 果然没让我失望 一道爽朗的大笑声传来 只见顾玄丰脚步轻胯 瞬息就来到顾天骄的面前 他身穿紫巾长袍 体态修长 五官颇为硬朗 此刻 他脸上充满了狂喜之色 显然对顾天骄取得的成绩 很是满意 笑得合不拢嘴 顾天骄的成绩 不然不错 但林静轩与之相比 确实不相上下 在顾玄丰开口之际 林元李也是大步走来 毫不示弱地说道 两大势力之主相识一眼 然后都是爆发出爽朗笑声 己方之人 不仅取得了好成绩 修为还有如此突破 他们怎能不喜 咻 这刻 古门内金光再度闪烁 人群目光凝望过去 却见一前一后两道身影奔赴了出来 心神不禁又是一颤 第一轮考核结果 好古怪 记顾天骄和林静轩之后 又是两人同时离开古兴秘境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两道身影 一男一女 居然是苏敬安和苏木钊 虽未能夺得前列 但这个成绩也算不错 苏圣堂一身如是装扮 见苏敬安和苏木钊 安然离开古兴秘境 并且突破到阴阳境界 颇为满意地啰了啰啰长虚 到此时 人群终于可以确定 古兴秘境发生异象后 的确是出现了无数奇遇 所有人的修炼速度 都得到了巨大提升 进阶进入阴阳境界 此次的六宗大比 必定战况激烈 阴阳强者之间的厮杀 可是难得一见 有人的目光透出火热之色 已经在暗暗期待排位赛的到来 当然有人欢喜 当然有人忧愁 清晨古宗和万间隔的人群 全都是皱紧着眉头 就连泛无节和古繁星也不例外 双眼死死盯着古门方位 心神颇为的紧张 轰一抹璀璨紫光绽放 旋即人群在探到一人走出来 此人乃是一名女子 身有紫光 衣着俏丽 容貌更是美若天仙 为膜连不坚 姿态极美 好似让天地都没有了颜色 出来了 看到柳诗运的一刹那 柳古琼终于放下了心中大石 脸上也爆发出狂喜之色 他惊喜地发现 柳诗运的修为 也突破了 以达阴阳之境 居然间 一众星辰古宗的人群奔赴过去 都为柳诗运的安然离开感到高兴 古繁星也不例外 他走到柳诗运的面前 刚欲说话 却看到柳诗运望向他的目光中 竟夹杂着一丝悲伤 诗运 景天是否在后面 不知道为何 古繁星心中涌出一股强烈的不祥预感 急忙对着柳诗运开口问道 听到这话 人群的心神异景 纷纷将目光望了过去 而柳诗运脸上的悲涩更浓 背齿轻轻扣着红唇 一双明亮的美眸之中 渐渐闪烁出晶莹的泪光 咻 他还未说话 那股门再度颤抖起来 一阵阵灵力穿销的剑影声响车而起 似有一柄零天剑影略来斑 整片空间都蔓延出死疾之感 万剑格人群的视线一过 便看到百里狂生的潇洒身影出现在那 剑虽未出窍 但他全身上下都弥漫着可怕剑意 身非剑 一雀如剑 终于出来了 范吾杰暗暗松了口气 他自然能察觉到 百里狂生的修为 也进入了阴阳境界 而且除此外 百里狂生所散发出来的剑意 好生恐怖 连他都有种被压制的感觉 漫长的等待中 百里狂生并没有荒废修炼 他独守在其心圣殿外 日日苦修剑术 感悟破天五地的破天剑道 全身心地沉浸了进去 终于 在离开古兴秘境之时 他完全三无了破天剑道 完美演化出破灭剑意 将实力提升到一个新的巅峰 你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不等众人开口 看到百里狂生出现的易莎娜 林静轩和顾天骄的脸上涌出疑惑之色 几乎同时出声说道 不仅是他们两人 苏静安 苏慕昭和柳诗运 全都是睁大着双眼 满脸难以置信 在离开古兴秘境之时 他们并没有看到百里狂生 为何 百里狂生离开了古兴秘境 众人的脸上充满不解 就连百里狂生本人 也是一脸的疑惑 他只知道 金色光芒降落之时 他并没有前往中央高峰 继续独守在其新圣殿之前 可是 那时突然有一道璀璨夺目的星光出现 把他全身都笼罩了进去 待百里狂生恢复视野 他就发现自己出现在这里 离开了古兴秘境 感受着众人的疑惑目光 百里狂生省下了双眸 也不开口说话 一转身 静止朝身后的古门掠去 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突如其来的一幕 让本就疑惑的人群更加疑惑了 范无杰先是皱眉 随后身形闪烁 挡在了百里狂生面前 宁声道 狂生 你这是作甚 古兴秘境内 存有诸多限制 其中有一限制 便是天灵之上的舞者 不得进入秘境 否则就会受到致命的反噬 现在 百里狂生已入阴阳 他进入古兴秘境 跟着死无意 但 百里狂生的脸上却无之意 一如既往的冷漠 平静 他盯着面前的范无杰 铿腔有力道 洛云还在里面 我要等他出来 洛云 范无杰双眸皱紧 不明白百里狂生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一动视线 下意识朝古门望去 却发现释放出重重精芒的秘境古门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模糊 仿佛随时都会消失那般 不好 百里狂生眼瞳一颤 身形在动 如以鼎力剑般奔向古门 奈何 古门消失的速度 太快了 在百里狂生略动身形的刹那 浩瀚庞大的古门之影 已经彻彻底底的消失了 就此无踪 古星秘境 关闭了 第723章真相 古门消失 古星秘境就此关闭 不知何时才会开启 眼前这一幕 让所有人的表情变得错愕 眼下 离开古星秘境的天才妖孽 仅有六人 除去夜千寒 还有五人未曾出现 他们 出了何事 要被困在古星秘境 请客间 除了苏圣堂之外 其余四大实力之主的表情 都变得无比难看 看不到丝毫喜色 尤其是古繁星 他的双瞳骚然紧缩 身体开始不自觉地疯狂战斗 世韵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都能出来 为何 他迟迟未出现 古繁星慌了 连说话都变得没有分寸 惹来刘古琼的不喜之色 不过 他的话也是事实 古景天和刘世韵 虽说都是新陈古宗的妖孽天才 但论实力高低 还是古景天略胜一筹 拥有幽名古童的他 几乎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 实力稍弱的柳世韵 黯然离开古星秘境 按理来说 古景天不可能无法离开 感受到古繁星的紧张神态 柳世韵面色一颤 他深吸一口气 话音欲出 身后楚 故天交的声音刺耳响起 朗声道 古宗主 就算古门没有关闭 古兄也无法离开古星秘境 他早已死去多日 买尸废墟 连尸骨都找不到 又怎能死而复生呢 什么 景天死了 古繁星的呼吸一致 枪枪后退几步 感觉整个天地都在摇晃 险些当场晕厥倒地 这句话传荡开去 使得所有人倒吸了一口寒气 古景天 死了 而且还死去多日 连尸骨都找不到 未免也太惨烈了吧 谁 谁杀了我人 一道愤怒吼声 从古繁星的口中爆发出来 他的儿子 堂堂新陈古宗第一天才 风华绝代 天赋绝顶 居然死无全尸 他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古天交望去 带着一丝解惑之意 希望从他口中知道 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同时 他们也想知道 其他天才的身死与否 毕竟关闭 一切尘埃也就此落地 本来我并不愿诉说 既然古宗主发问 那身为晚辈的我 自然不敢违抗 顾天交顾作无奈地叹了口气 而他的目光自食始终都落在百里狂生的身上 嘴角咧出一抹阴险弧度 他清了清嗓子 出声到 古兴密境中 充满了危险和奇遇 喜初 所有人都在找寻奇遇 收集仙气 井水不犯河水 想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 以便在擂台上争夺荣耀 无奈 万剑格的两位建主 却生性尸杀 他们提升实力之后 就开始四处奔略 主动腰战 在一次次的厮杀当中 他们两人越杀越勇 而其他人 却下场七彩 我的同伴顾卯 以及大罗金门的罗森 都是死在两人的手中 顾天交 你好生无耻 居然编造事实 这两句话刚落下 苏敬安脸色大怒 一步站了出来 即止怒点顾天交 他从未看过如此无耻之人 面对着苏敬安的怒耻声 顾天交根本不屑 反问道 罗森死于洛云之手 是不争的事实 你们都亲眼看到了 这无可辩驳 而不莽之死 也是洛云下的毒手 他使我的同门好友 更是肝胆相照的兄弟 我岂会无故把罪责 推到洛云身上 说着 顾天交安安对林静轩使了个眼色 林静轩立刻鸣雾 应声道 这点我可以作证 的确是洛云杀死了顾莽 两人的睁睁之言 让苏敬安面有难色 他并不知道 顾莽是死于叶千寒之手 但此时此刻 叶千寒恐怕已经返回到九寒宫 无人作证 到底真相如何 全凭顾天交一人之言 见苏敬安不再说话 顾天交嘴角露出一抹痴笑 继续道 至于古景天之死 听说是洛云下的独手 具体真相如何 那就要温柳姑娘了 古景天之死 顾天交并没有亲眼看到 他只知道 秘境的异象 是由古景天引发而来 在古景天引发异象之前 楚行云赫然在场 并且与之有所争斗 鉴于这一点 顾天交直接把脏水 泼到楚行云的身上 他想要的 是所有人都针对万剑阁 针对百里狂生 事实的真相 他并不在乎 顾天交说的 是真的吗 古景天的双眸中 蕴含着无穷无尽的怒火 望向了柳世韵 让后者感觉皮肤都要被灼伤 柳世韵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 最后 他依旧没有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哄 知道答案后 古繁星压抑了许久的怒火 终于爆发出来 他猛然回头 虎目冒火 带有几分癫狂地望向了万剑阁的人群 同样处于愤怒之中的 环友林元黎和顾玄风 他们 也痛失了一名天才妖孽 而凶手 居然都是万剑阁的骆云 诸位暂且息怒 在众人怒目灼灼的时候 顾天交那唯恐天下不乱的声音再度响起 他摆了摆手 到 秘境出现异象后 骆云就彻底失踪了 现在 古兴秘境关闭 他纵使有三头六臂 也不可能出现在诸位的眼前 偿还他犯下的过错 只不过这个百里狂生 却是帮凶 闭嘴 顾天交扭曲事实 百里狂生不想理会 但顾天交诅咒楚行云 百里狂生却忍不了 冷言吐出之时 他身上 一抹破灭剑光冲天而起 把那片空间的天地灵力都斩断掉 然而 剑气绽放的一杀 范无杰突然探出手掌 将那股剑光影声声压制住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 冷声道 怎么 你还想让事态更严重不成 范无杰的话 已经带有一丝怒气 让百里狂生的目光颤抖了下 不仅感觉不到护短 甚至还有一丝丝恨铁不成钢的冷意 师尊 你 百里狂生扬起话音 无料 长吃消的声音响起 对着愤怒的人群朗声说道 诸位 骆云生性暴力 且擅长玩弄各种手段 是万剑阁的害群之马 而狂生剑主为人直率 他定然是受到了骆云的蛊惑 才做出一些不当的举动 现在 身为罪魁祸首的骆云已经死了 死有余辜 古兴秘境发生的一切恩怨 也就应该就此一笔勾销 跟狂生剑主 跟万剑阁 都无关系 希望大家不要被恨意蒙蔽了双眼 赤销剑主说的没错 一切的错都由骆云犯下的 望诸位理智 秦秋末也站了出来 最后补充了一句 两人暗暗对视 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得意之色 楚行云一死 他们当然欣喜若狂 感觉压在心头上的大石 彻底放了下来 再也不用为如何报仇 如何恳求柳问天出手 而苦苦烦恼 他们刚才这番话 除了发泄这几个月来的苦闷 更多的是向范吾杰表忠心 两人很了解范吾杰的性情 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果不其然 话音刚刚落下 范吾杰就对两人 投来了满意的目光 他的眼珠子转了转 步伐轻跨 故作无奈地迎上了人群的目光 他先是叹了口气 嘴巴张开 正准备跟骆云贴亲关系之时 虚空中 突然想起了一道 桀骜不寻的熟悉话音 朗朗笑道 顾天娇 你好歹也是神霄殿的少殿主 手段居然无耻到这种地步 我真替神霄殿感到悲哀 此话一落 众人当时哗然 所有人抬起头 直接朝声援楚望了过去 只见在那片虚空中 有一扇星光鼓门缓缓开启 其内 有两道身影并肩走了出来 赤洛云 他 居然没死 顾天娇第一时间认出了楚行云 因为惊讶 他的两只眼睛几乎要夺框而出 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当楚行云的身影越发清晰 顾天娇的惊讶丝毫不减 反而越来越深 到最后 他不仅睁大了双眼 就连嘴巴也张得巨大 能够生生吞下一枚铜铃 只因他敏锐地发现 楚行云的修为 不再是天灵五重 而是阴阳一重 更甚者 缭绕在楚行云身上的天地之力 很浓郁 很精纯 要远远胜过他 哪怕他和林静轩的天地之力相容 都还不及楚行云 第724章有什么问题吗 在众人震撼的注视下 楚行云和水流相走出了星空谷门 就此 那谷门虚银缓缓缓消失 最后化为一抹星光 消失在长空之中 人群当然察觉到了楚行云的修为境界 一个个惊骇地说不出话来 空间居然极净 顾天交和林静轩两人 在30日内 不仅成功突破到阴阳境界 还在做突破 达到阴阳二重之境 如此成果 已经可以舒适其机 但楚行云的修为月升 更恐怖 从天灵三重 晋升到阴阳境界 跨越了整整7个层次 且境界之稳固 还要胜过林静轩和顾天交 众人已经想不出用什么话语 来形容此时此刻的震撼 除了这一点 人群还注意到了水流香 这名女子气息依旧恐怖无比 但她似乎不那么冷了 居然乖乖巧巧地站在楚行云的身旁 好生古怪 洛云 百里狂生身形闪烁 快速落到楚行云的身旁 她苦手其心圣殿多时 只为看到楚行云无恙离开 现在 她终于能安心了 只见她仔细打亮着楚行云 当目光接触到水流香的时候 立即退后了半步 身上散发出低沉剑影 或有几分忌惮 放心 流香对我们并无恶意 健壮 楚行云淡淡一笑 水流香之前的举动 太过于霸道 以至于让百里狂生都有些不放心 要实时提防 目光落在百里狂生的身上 楚行云可以清楚感觉到 后者的修为 已经稳固在阴阳境界 并且已经完全将破天舞地的传承融会贯通 心中不禁苦笑一声 看来 无形中又欠了水前辈一个人情 楚行云暗暗泥喃道 很显然 百里狂生能顺利突破到阴阳境界 并离开古兴秘境 都是多亏了水落秋的暗中帮助 也唯有她 才能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 住人于无形 思绪在脑海中掠过 楚行云将目光移开 看向了人未回神的长翅削和秦秋末 脸上流露出强烈的嘲讽意味 你们两人随便听了别人的话 就对身为同门的我口罚嘴珠 现在我感觉 跟你们这样的人物同一宗门 真是件丢脸的事情 以秦秋末顿时气急 刚开口 长翅削就急忙拉住了他 脸上浮起一抹隐忍之色 传音道 此子大事已成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咯噔 秦秋末的心脏狠狠一颤 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楚行云那高傲的双眸 就像是腐蚀楼一般看着他 刺痛着他的内心 长翅削说的没错 此时此刻的楚行云 大事已成 六宗大笔之前 楚行云的修为不过天灵三重 但全力一展之下 却能将其羊沉逼退半步 现在 楚行云已入阴阳 而且能散发出无比强横的天地共鸣 这时 楚行云的实力有多强 他不得而知 甚至联想都不敢去想 最起码他阴阳三重天的修为实力 根本不够看 洛云 石肖建主和秋末建主的言语是有些不当 但你别往心里去 不管怎么说 我们始终都是同伦 见双方场面僵硬 范无杰立即淡笑出声 迎上了楚行云的冷谋 在刚才 范无杰以为楚行云已经死了 面对着众多宗门的怒火 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放弃楚行云 要跟他划清界线 而现在 楚行云安然离开古新秘境 并且连升七级 成功进入阴阳境界 范无杰心里明白 楚行云一定是得到了天大的奇遇 两相权衡之下 范无杰决定保下楚行云 并希望楚行云能帮万间隔赢得一个好名次 甚至是魁首之位 同门 楚行云嘴中的讽刺意味更加的浓郁了 他何尝不知道范无杰的心中打算 双眸仅是瞥了范无杰一眼 就立刻移开了 若云 您好大的狗蛋 正在这时候 怒火冲天的古繁星走了过来 他双眸死死盯着楚行云 咬牙切齿道 可是你杀了我人 古繁星的怒火 几乎化为了实质 如果不是碍于现在的场面 他岂会多言 早就一掌灭杀了楚行云 诸子之仇 不共戴天 你要这样理解 就算是吧 楚行云耸了耸肩旁 回答得很随意 你什么意思 古繁星脸色难看 在他开口的时候 林园离和顾玄丰 已经同时逼近过来 冷冷地道 杀了人 还敢如此理所当然 小辈 你不觉得自己 有点目中无人了吗 在林园离和顾玄丰的眼中 楚行云 只是一个18岁的青年 当然称之为小辈 此人向来如此 否则也不会滥杀无辜 顾天骄这时候 才回过神来 继续诬陷道 听到顾天骄的话音 楚行云目光一沉 双眸无华地盯着顾天骄 那漆黑凌厉的眼神 仿佛拥有某种力量 让顾天骄的心脏抽出了下 不自觉地退后了半步 楚行云嘴角冷冷一笑 根本没有理会顾天骄 目光望向 目火熊熊的三大实力之主 丝毫不拒 朗生说道 罗森和顾景天的死 的确跟我有关 至于顾玛 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知道 此时此刻的你们 因为这一件事 都对我充满了敌意 甚至还想杀了我 对此 我不想多做辩解 只想回应一句 人 是我杀的 有什么问题吗 楚行云的话音毫无波澜 仿佛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道 古兴秘境之行 生死自看天命 古景天和罗森 曾经都想杀我 只可惜 他们既不如人 反倒被我所诛 这一事实 你们信也好 不信也罢 我骆云行事 素来有一说一 不像某些渣子 只会背后混淆视听 骆云 你说谁是渣子 故天骄双全紧握 目光赤红 身上的天地之力化为潮戏 浩浩荡荡地朝着楚行云压去 想仗着自己的境界优势 让楚行云当场出丑 然而 顾天骄显然找错了对手 只见那股天地之力涌去的一瞬间 一股更为浩瀚精纯的天地之力 从楚行云身上抱涌开来 就犹如海赋江河般 请客就将林静轩的身体笼罩覆盖住 巨然间 顾天骄的脸色变得起来 他感觉一股无上力量碾压到了身上 嘴中发出一道闷横声音后 身体被狠狠震飞出去 这怎么可能 顾天骄神色骇然 脸上抱涌出强烈的不甘之色 一抬头 却是迎上了楚行云那双桀骜不羁的双眸 嘴中一开一盒 淡淡说道 怎么 当手下败将上瘾了 此言一出 整片空间再度陷入了寂静当中 听楚行云的话 莫非 在古兴秘境之时 顾天骄 就已经败给了楚行云不成 第725章五皇一志 手下败将 听到这四次 顾天骄其的身体直发抖 木透血红 在古兴秘境的时候 顾天骄曾经败给楚行云 甚至险些被杀 此时过后没多久 他又遇到了叶千寒 侥幸才保住一条狗命 这两场败北 顾天骄没有望 而是深深记忆在脑海中 随着他进入阴阳境 并突破到阴阳二重 顾天骄内心生出骄傲之感 期待着离开古兴秘境 洗刷这些耻辱 谁知道 他刚才面对着楚行云 还是败了 当着所有人的面前 被天地之力震飞出去 模样是何其的狼狈 不堪 这 已经不能说是打脸了 还狠狠揭开了他的伤疤 见顾天骄的脸色变换 众人的瞳孔收缩 看来 在古兴秘境中 顾天骄的的确 却败给了楚行云 否则 前者也不会如此恼羞成怒 小背 你好大的威风啊 顾玄峰露出了一谋怒色 顾天骄是他的儿子 更是神骄店的天才妖孽 此刻的他 代表的是神骄店的脸面 楚行云刚才的举动 不仅让顾天骄难堪 还狠狠抽打了神骄店的耳光 实在是猖狂至极 范无杰 看你培养出来的好弟子 古繁星也冷恒一生 一股狂暴气息陡然朝着楚行云呼啸扑去 带着肃杀之意的眼眸 如同刀锋斑落在楚行云的身上 威胁意味十足 此地 是圣星成 是星辰古宗的宗成 而古景天 是星辰古宗的少宗主 将来 势必会成为星辰古宗的一宗之主 楚行云承认自己杀了古景天 态度 很嚣张 仿佛是理所当然那般 多少年了 古繁星从未遇过如此放肆之人 敢无视他 更无视整的星辰古宗 范吾杰扫了一眼身前众人 双眸精芒闪烁 似在沉思着什么 年轻人 总归有几分剩下 对于那几位天才妖孽的死 我也感到很惋惜 片刻后 范吾杰看着前方几人道 文言 人群脸上的表情一阵错愕 长池萧和秦秋莫则是猛递回过头 带有几分惊讶地看向了范吾杰 如果说范吾杰刚才的话 是想保下楚行云 那么此刻的他 就是想顶住这三大势力的威逼 全力维护楚行云了 而事实上 也确实是如此 范吾杰 就是想全力维护楚行云 不让他受到伤害 刚才 楚行云一念之下 以强横的天地之力震飞顾天骄 还说出嚣张言语 这让范吾杰不得不重新评估楚行云的实力 十二名天才妖孽 三死 一离 仅剩下八人 八人中 万剑格拥有两人 且实力 都得到了蜕变 不可习人而语 倘若全力发挥 说不定 楚行云真能帮万剑格夺得魁首之位 为了六宗大比 范吾杰决定 全力维护楚行云 除此外 范吾杰还敏锐注意到 苏敬安和苏慕昭两人 曾经出言维护楚行云 这就表明 楚行云和这两人的关系极好 而且水流香面对着楚行云的时候 浑身上下没有丝毫冷意 这也表明 水流香和楚行云的关系也是极好 甚至还有所羁绊 借着这两层关系 万剑格完全能够依仗七星谷和九寒宫 尤其是九寒宫 实力深不见底 神秘非常 亮顾玄风和陵园里等人不敢随意得罪 这一些都是由范吾杰深思熟虑而来 方才做出如此举动 万剑格的崛起 必须依靠楚行云 绝不能让他受到伤害 一丝一毫 都是不能 范吾杰的心思果然敏锐 难怪在上已是 他能掌管万剑格数百年 并将万剑格推向巅峰 但他今日的举动 终究只会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楚行云早就看穿了范吾杰的心思 也不点破反倒乐于接受 范吾杰越是维护他 保护他 对他接下来的计划 就越是有利 古繁星看着面前两人 身上透出浓厚冷意 咬牙吐出两字 很好 仅仅两字 冰冷而慎人 他的心中 已经恨透了楚行云和范吾杰 乃至整个万剑格 一双眼同死死凝望过去 已经猙獰得难以形容 嗯 正当古繁星有些难以忍耐之时 他的视野中 忽然出现了一道身披血色长袍的人影 脚踏虚空 一步步朝这边走来 这道血色身影 出现得毫无生习可言 就连古繁星都不知道 此人是何时出现的 来者何人 古繁星一开口 立刻吸引了人群的目光 也正是此时 人群才发现了这道身影的存在 一个个都露出疑惑表情 楚行云和水流香的目光 也朝那边望了过去 这一杀 水流香的视线僵硬在那里 身体下意识打了个寒颤 内心深处涌出一股寒气 令他的灵魂都在瑟瑟颤抖 好大狗胆 竟敢无视我星辰古宗 两名星辰古宗的长老站了出来 对着前方的血色身影喝道 今天 星辰古宗已经足够丢人了 这人无视了古繁星 岂不是让星辰古宗更丢人 滚 面对着两名长老的冷言 那血色身影只是冷冷吐出一字 下一刻 天地怒嚎 一股刺骨的冰寒杀气扫荡虚空 天地间似乎有一股寒气绽放 悉数降临到那两人的身上 并在那两人恐惧惊骇的目光下 将其完全笼罩住 西欧 一抹寒气冷光闪过 那道血色身影 不乏轻松地穿过了那两名长老 身后 两人仍站在那 身体上 竟然出现了一道道冰霜 幽子发黑的冰霜 这些冰霜越来越多 仿佛永无止境 随后 那两名长老 就在人群面前解体 就这么碎了 像是化作了冰屑 以 你到底是何人 古繁星双眸睁大 那两名长老 都是星辰古宗的顶尖高手 修为达到阴阳九重 但面对着此人 居然毫无还手之力 此言一出 所有人都感觉心脏疯狂抽搐 可谓等众人有所动作 那道血色身影已经来到他们面前 血冒清台 露出了一双双白如雪的怪异眼瞳 顷刻间 一股恐怖的冰冷寒潮涌来 一众众绽放 每一众扑来 寒气逼人心神 将在场所有人的身体都冻僵住 就连实力强横的五大势力之主 也不例外 一个个身体僵硬在那 灵力化为冰霜 坠落到地发出一道道刺耳无比的碎裂声音 这股力量是武皇意志 面对着这股可怕寒潮 楚行云也不例外 被彻底冻僵在了那里 无法动弹半分 波澜不惊的漆黑眼瞳中 罕见的闪掠过震撼之色 他惊讶发现 这股恐怖的寒潮 并非灵力 也绝非武灵天赋 而是意志的力量 为武皇强者方能领悟的意志之力 眼前这名突然出现的血色身影 是武皇强者 与此同时 楚行云还发现 他身旁的水流香 并没有被这股寒潮所冰封 但后者的身体 却是在不住战斗 美眸中渗透出无穷无尽的恐惧之光 这样的一幕 让楚行云生出一股不祥之兆 心神更是沉到了谷底 第726章仍是武力 天地虚空 寒潮涌动 让空间变得一片死急 处处阴冷 在场所有人群 无论是地灵境的普通舞者 还是涅槃境的势力之主 都无法动弹 被寒潮冰封住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色身影走来 这血色身影 全山上下都是寒气 仿佛它就是寒气的化身 一步一踏 可以让天地都陷入冰封中 冷到了极点 当血色身影穿过古繁星 后者透过黑帽 看到了一张布满皱纹的冰冷面旁 也正是在这瞬间 他神色惊颤 几乎脱口而出道 你是 叶雪上 此话落下 在场人群的瞳孔收缩住 连目光都僵硬在了那里 在广阔的北荒域中 唯独九寒宫之人 方能姓叶 叶雪上 这个名字极美 叶为姓 雪上为名 有叶中踏雪寻上的高雅意境 然而 听到这个名字的人 无不是因此感到恐惧和胆颤 只因 这名换作叶雪上的老玉 赫然正是九寒宫之主 他怎么会亲自到来 古繁星在震惊之余 心中也是涌出了浓浓不解 叶雪上之名 颇具传奇色彩 相传他幼年之时 只是九寒宫的一名普通弟子 依靠着自己的天赋 以及层出不穷的狠辣手段 步步而上 最终成为九寒宫之主 在他执掌九寒宫的百年来 九寒宫的实力极其恐怖 不仅轻松蝉联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还变得鬼迷莫测 任何人都无法看穿 据古繁星所知 早在十余年前 夜雪上就失去了一切踪迹 有人说他闭关苦修 也有人说他已经死去 传闻众多 难以分辨 喜料 今日他一出现 就施展出如此凶威 诛杀两名阴阳九重之人不说 还冰封了长空 让所有人都无法动弹 古繁星的声音很小 依旧被夜雪上听在了耳中 他一过头 冷冷看了古繁星一眼 刹那间 古繁星感觉自己 好像是坠入了无尽冰窖之中 身体 灵海 乃至灵魂 都感觉冷得瑟瑟发抖 连正面指示的力量都没有 幸好 这种感觉只是维持了片刻 夜雪上就将目光移开了 他根本没有理会古繁星的意思 直接踏步穿过到了水流香的面前 嘴中吐出一道声音滚出来吧 这话落下水流香颤抖得更加厉害了 从他认出夜雪上的那一刻起 他心里就知道对方是为自己而来 此次水流香来到圣星城 是带着任务而来 目的就是进入古兴秘境 找寻先祖行宫 并且得到星辰先门的所有底蕴 但最后水流香却在水落秋的帮助下 不但解除了天魂控星石的控制 还将夜千寒轰成重伤 强行驱逐出了古兴秘境 如此结果 让九寒公陪了夫人幼稚兵 强势如九寒公 绝对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 肯定会做出举动来弥补 只可惜 水流香千想万想 根本没有想到 夜雪上居然会亲自到来 楚行云的脸色同样难看 双拳紧了紧 一台幕 脑海中确实响起了水流香的声音 云哥哥 看来又要到此为止了 闻言 楚行云愣了一下 只见水流香已经收回目光 漫步而出 走到了夜雪上的面前 他神色冰冷 从头到尾都没看楚行云一眼 仿佛 他和楚行云只是目录之人 并无太多交集 翁 水流香刚踏步走出 一股寒风陡然掠过 陡然间 水流香只感觉一股无比霸道的气息 扑面而来 恐怖的五黄意志冲入脑海中 随后他就看到了夜雪上模糊的身影 一只巨大手掌压下 把虚空全部笼罩覆盖 只是瞬间 水流香的面色变得苍白 他催动体内的九寒绝脉 逼合一声 九寒之气疯狂涌出 却只听到轰隆隆的暴鸣声响起 一道恐怖力量碾压到了身上 扑一声 水流香感觉猴头一甜 喷出一口鲜血 那恐怖手掌压到他身上 几乎要把他的骨骼都轰碎掉 手掌一翻 顺时将他整个人提了起来 不过眨眼功夫 水流香的身体出现在夜雪上的身前 被手掌抓着 提在半空中 天魂控星石的控制 果然被解除了 我倒是小看了你这个小贱人 一道让人发寒颤抖的阴冷声音 从夜雪上的口中吐出 他的脸上浮起愤怒之色 手掌发力 寒气渗入到水流香体内 让他发出了一道到凄厉的哀嚎声音 这哀嚎声 使得所有人群的呼吸急促 根本不敢想象水流香 此刻承受的痛苦有多么恐怖 同时 他们也充满疑惑 为何夜雪上要对水流香出手 楚行云凝视着这一幕 因为被冰封住 身体传来一阵阵刺痛 但心更痛 又一次 自己心爱的女子 又一次在她的眼前备受折磨 而这一次 她还是那样的无力 动都无法动弹 甚至乎 连出声都是不敢 天魂控星石的控制 是由夜雪上凝聚而成 她知道 能让水流香甘愿留在九寒宫 并且接受天魂控星石 楚行云就是原因所在 倘若楚行云寒怒出生 极有可能让水流香流露真情 到那个时候 强悍如夜雪上这样的人物 并能发现其中的端倪 那么 等待楚行云的下场 将会凄惨无比 这就是为何 水流香的神色会突然变得冰朗 她知道 经过苦修之后 楚行云的修为达到阴阳一众之境 实力更是强横无比 可是 面对着实力深不见底 还能够掌握武皇意志的夜雪上 却弱小的可怜 水流香不想楚行云受到牵连 更不想她身死当场 索性冰封住情感 不再流露爱意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在楚行云失神之际 弥漫在虚空中的寒潮 渐渐散去了 同时 前方虚空之中的夜雪上 河水流香 也离开了 再也寻不到踪影 人群逐渐从冰封中恢复过来 望着四周空间 感觉到深深的疑惑 不明白刚才发生的一幕幕 到底代表着什么 满脑子都是纳闷 不解 唯有楚行云一人 静静站立在原地 抬起头颅 深深凝望着前方虚空 她的双眸中 充斥着不甘 更闪烁着仇恨的神光 内心深处 有一股怒火 急待发泄 第727章韩星 随着寒潮散去 僵硬的空间 也渐渐恢复如常 诸人凝望着夜雪上离去的方向 心中仍有些惊魂否定 夜雪上的实力 太可怕了 一眼冰封长空 连五大势力之主都动弹不得 也难怪九寒功能 称霸北荒域多年 但在心惊之余 不少人也是在暗暗窃喜 夜雪上带着水流香离开了 这就说明 此次的六宗大比 九寒功选择了退出 不再参与之后的排位赛 更不会争夺魁首之位 这让五大势力之主的心 终于放了下来 心中皆是涌出夺魁的火热之色 古星秘境之行结束 所有天才妖孽都有所收获 再加上九寒功的突然退出 这一连串的事宜 想必诸位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消化 不如暂且返回圣星辰休整吧 此刻 范无杰的声音缓缓响起 望向众人的双眸之中 带着一丝友好之意 范格主 你以为休整之后 我们就不会追究洛云的罪责了吗 顾玄峰的话音冰朗 直接让范无杰的脸上浮起尴尬神态 他刚才的那番话 目的 并不再休整 而是想缓解万间格的压力 骆云在古兴秘境犯下的杀戮 太重 彻底惹恼了三大势力 如果再这样纠缠下去 范无杰很难向众人解释 所以才想出这个权宜之计 奈何 在场之人 并非平庸之辈 一眼就试破了他的念想 古兴秘境 生死犹天 亏你们还自称势力之主 归根结底 只不过是一群围囚己力的无耻之辈罢了 上梁不正下梁歪 这话真是不嫁 面对着顾玄丰等人的冷视 楚行云缓缓抬起目光 眼眸中 冷意更胜 他甩下一句话后 根本不再理会顾玄丰等人 一个跨步 镜子离开了这里 大胆 楚行云的言行举止 气得顾玄丰怒火冲天 他想伸手把楚行云拦下来 身旁楚 古繁星却摆了白手 对他使了个眼色 随即 古繁星对着范无杰说道 范格主 骆云的罪行已经确凿无误 不管他如何辩解 人 都是他杀的 根据六宗大笔的规矩 在大笔期间 他拥有绝对的特权 任何人都不得伤害于他 但大笔之后 这一特权 就将彻底消失 到那个时候 星仇 旧恨 我和一众势力之主 都会找骆云和万剑格清算 这点 合乎规矩 也没有无视规则 没错吧 古繁星的言语 不缓不及 但任何人都可以感觉到他话音中的冰冷杀意 古景天 死于楚行云之手 柳家和圣星成 也因楚行云大乱 如果说谁最想杀楚行云 当古繁星莫属 古宗主 你这话 百里狂生看不惯这些人的肮脏嘴脸 刚开口辩驳 范无杰却怒好了一声 大喝道 灭图 给我闭嘴 声音如雷鸣 使得百里狂生的林海都颤抖了下 煞时止住了话音 他一扭头 便看到范无杰的脸上满脸讨好之容 连连点头道 古宗主之言 一切都符合规矩 待六宗大笔结束 我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希望如此 听到范无杰的话 古繁星的面旁已经冰朗 朗声道 古兴秘境之行 就此结束 休整三日后 将举行六宗大笔的排位赛 望诸位多多准备 话音落下 古繁星阴沉着一张脸 就这样静止离开了 他现在的心情跌到谷底 根本没心情露出虚伪笑容 他如此 大罗金门和神肖殿的人群 也同样如此 不言片语 转身就离开了此地 紧留下万间隔的人群 满是无奈地站立着 师尊 古兴秘境的是 跟骆云没关系 我们百里狂声咬咬牙 唯楚行云感觉到委屈 但他一开口 所迎上的 却是范吾杰那双冰冷阴寒的双眸 此事你若再提 休怪我不念师徒情分 范吾杰自始至终都没有搭理百里狂声 深化流光 顷刻就消失在虚空之中 范吾杰一走 长翅肖和秦秋末等人也没有停留 在心中暗暗偷笑几声后 顿感浑身轻松 满是得意地返回了圣星城 诺大哥空间 仅剩下了百里狂声一人 他站在原地 回想着刚才的一幕幕 心里充满无奈之余 也感觉到一阵阵的心寒 对于人群的污蔑 比宜 楚行云自然能清楚感受到 他返回圣星城后 一言不发地踏入修炼密室 进入到了那空间中 啊 刚进入那空间 楚行云就发出了一道 撕心裂肺的长笑声 这笑声 充斥着愤怒 不甘 但更多的 却是深深无力 来源于内心最深处 几乎要把楚行云 引生生地逼疯掉 当年 林冰离江水流香带走的时候 楚行云曾立誓 要在三年之内 踏平九寒宫 把水流香带回来 永远不让他离开 在竹林内 楚行云还对水流香说过 要每日为他化眉 让他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子 这些话 这些誓言 都在脑海中回荡不休 但刚离开古兴秘境 水流香 就被夜雪上带走了 再次回到九寒宫 楚行云望着这一幕 只能忍气吞声地看着 什么都做不了 如此感觉 比当年更加憋屈 也更加的不甘 长笑声回荡在内空间中 震得血池翻滚 空间震站 但即便如此 楚行云却未停止 他握紧着双拳 一双眸子 几乎被血色所侵染 冷冷目视着前方的无尽虚空 不行 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 毫无征兆地 楚行云的嘴中 吐出一道微颤话音 他的眼眸内 略过一抹极色 竟有几分癫狂地自语到 夜雪上亲自来到圣星城 这便说明 他已经知道 刘湘已经摆脱了天魂控星时的控制 九寒宫充满野心 阴谋重重 绝对会另想办法 重新控制住刘湘 他返回九寒宫之后 下场绝不会好过 并会遭受更多的折磨 不行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我绝不能让刘湘再为我承受这些折磨 否则 我何来资格说要保护刘湘 何来资格自称是他的夫君 要给他幸福 不行 绝不能再拖下去了 一道道坚定若狂的话音 从楚行云的嘴中吐出 待最后一道话音落下 他那双漆黑眸子 居然变得冷静下来 冷静得让人有些发怵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子 又必一番 将黑洞重剑取了出来 并且抽出一丝心神 毫不犹豫地融入黑洞重剑 来到了那道恐怖诡秘的黑洞面前 第728章为爱入谋 进入阴阳境后 楚行云已经能进入黑洞之中 此刻 他立足于混沌空间 正前方 悬浮着一抹漆黑光晕 光晕如盘 无声 无息 仿佛他的存在 不属于这一片天地 诡秘非常 楚行云脸上没有丝毫表情 抬起步伐 靠近了这一抹漆黑光晕 通隆隆 这时 光晕微微颤抖了一下 一股无比邪恶的黑光漫出 犹如来自九幽深渊 让人生出强烈的恐惧之感 好像一不留神 就会被这股黑光拖入黑暗之中 但 面对着这股黑光 楚行云的步伐不止 继续踏步 这抹漆黑光晕 乃是黑洞重剑的核心 同时 也是传奇古剑剑林所说的邪恶本源 黑洞重剑的力量 正是来源于此 昔日 传奇古剑和黑洞重剑一战 玩伴于黑洞重剑 甚至连剑间 都被黑洞重剑所吞噬 剑林曾说过 这一抹漆黑光晕 邪恶诡异 能够侵然本心 他为了保护楚行云 释放出极光剑意 让楚行云不受侵然 而楚行云也深知这股力量的恐怖 自掌控黑洞重剑以来 从未接触过 举止很是小心 可此时此刻 他却主动接触 把自己的心神 全都暴露在了漆黑光晕的面前 我知道你现在处于休眠当中 想依靠侵然我的心神 让我变成剑魁 楚行云跟漆黑光晕的距离无比接近 他停下了步伐 目光坚定地道 你的来历 我并不清楚 你拥有何等恐怖的力量 我也没有兴趣 我只知道 现在的黑洞重剑 属于我 而你 则寄居在黑洞重剑之中 嗡 原本毫无声息的漆黑光晕 似乎感觉到了楚行云的冰冷话音 竟微微颤抖了下 邪恶气息不断蔓延 降临到楚行云身前的沙纳 却被一股璀璨白光所阻拦 无法深入半分 我有见灵护体 你的举动 都只是无用功 毫无意义可言 楚行云冷冷笑了声 目光更冷 土字道 我这次到来 并不是为了聊天 更不想羞辱于你 甚至 我连你是何物都不知道 我来这里的目的 只有一个 我想跟你做一场交易 言及于此 楚行云的脑海中 忽然闪过了水流香的轻柔笑脸 也同在这瞬 她的神色越发坚定 话音也越发无畏 只见她一伸手 主动接触到那一抹漆黑光晕 抬起头 桀骜笑道 我让出一部分心神 任由你侵染 而你分出一部分力量 供我驱使 这个交易 你可敢接受 雨落 楚行云的步伐 又一次踏出 在朗朗话音中 她身上的那股极光剑翼 逐渐变得暗淡下来 双手张开 主动将那股邪恶力量纳入体内 同刻 她的双眸野身 声望向漆黑光晕 意念至肩 或许是感觉到了 楚行云的意念 那漆黑光晕 微微蠕动了下 旋即 在混沌当中 一道道黑暗之光 绽放出来 降临到楚行云的身上 将其完全覆盖住 这一缕缕黑暗之光 深邃 邪恶 鬼秘如魔光 蕴含了天地间最为邪恶的事物 一接触到楚行云的身体 就令她逐渐变得高大 伟暗 同时也变得黑暗 阴朗 楚行云 已经完全被黑暗所吞噬 她所在的那片空间 传来了一阵阵轰鸣巨响之音 这声音穿透了虚空 无视了空间 乃至在外界 都经久不消地传荡开去 圣兴城 浩瀚城池之内 所有人群都感觉到了这股轰鸣声音 他们抬起头 便看到漫漫长空中 不知何时漂浮着一片漆黑乌云 这乌云 很是诡异 闪烁着乌黑之光滑 哪怕相隔甚远 都能清楚感觉到乌光中的邪恶气息 怎么回事 人群差一低语 那漆黑乌云不知从何而来 正不断扩散 把整座圣星城都笼罩住 虚空各处 再无生机 唯有极致的邪恶之气 黑暗之光 更甚者 这股邪恶气息 越来越浓郁 降临下来 好像天地已经步入了末日 随时都会有无尽的灾难降临下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人群的额头渗出了汗水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如此恐怖的一幕 整片天地 都在巨变 他们抬眼望去 骇然发现那些魔云正缓缓落下 仿佛要侵蚀大地 外界的可怕局面 身为当事人的楚行云并不知晓 在黑暗虚空中 一缕缕黑光辅过他的身体 将他的身体染上了一层墨色 而且 这墨色越来越深 但他却仿佛感觉不到 任由这股墨色蔓延 黑光愈发浓郁 楚行云的衣衫已经彻底化为了黑色 他的眼眸 黑翼更深 无比的黑 仿佛由黑暗凝聚而来 除了黑暗 便是邪恶 此时的楚行云 身上还散发出一丝邪恶气息 俊逸非凡的面旁 引透出邪意 四妖 更如魔 有种说不出来的圣人之感 通隆隆 天地间仿佛有一道怒吼声传出 魔翼通天 让魔云变得更加恐怖 圣星成 被魔云所笼罩 战斗得更加厉害了 人心震荡不休 好似随时都会崩溃 这时 一道道破空声响起 驱空中 一众势力之主的身影出现在那 他们感受到这片通天魔云 面色煞时变得无比难看 额头更是不断有汗水渗出来 好恐怖的魔云 这股力量 到底是从何而来 率先出生的 自然是古凡星 他作为星辰古宗的宗主 久居盛星成 但眼前这一幕 他从未看到过 苍穹之上 魔云翻滚 魔翼滔天 似乎天地都要被侵染 太可怕了 雨夜雪上的寒潮 还要恐怖万分 古凡星疑惑不解 其他人 更是如此 一个个沉着面旁 满是忧心地望着这片魔云 如此恐怖的力量 浩瀚无边 他们都不敢接触 甚至连反抗的念头 都生不出丝毫 通隆隆的声音再度响起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 魔云要继续降临下来的时候 浩瀚虚空 突然颤抖了一下 那魔云 以及魔翼 全部消失了 消失得无影无踪 魔云消散后 整一片天空 也恢复了原来的模样 白云 蓝天 飞鸟 生机 一切重回当初 没有丝毫的变化 怎么会这样 人群只感觉好像是做了一场梦 仿佛刚才那恐怖的末日之景 只是一场梦幻 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 古凡星眨了眨眼睛 满脑子都是困惑 对刚才的事情一无所知 他扭过头 潮流谷穷望去 发现后者也愣愣地看着他 沉吟了片刻 古凡星终于开口 朗声道 那一片魔云 超凡脱俗 已经超越了我们的认知 多半是来自古星秘境 很有可能又是古星秘境发生了异变 文言 不少人群都是连连点头 那片魔云的存在 比叶雪上还要恐怖 思来想去 唯有神秘至极的古星秘境 方才能有如此力量 不然 这一切都无法解释 今日之后 我会派出高手 日夜探索古星秘境 希望能给诸位一个满意的答复 古凡星又到了声 双眸朝古星秘境望去 一闪身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就此散了吧 以大笔为重 以众势力之主连连发声 眼眸渐渐地平息下来 不想搭理这些事 他们现在所在意的 唯有六宗大笔 他们也都以为 刚才的天地异象 来自于古星秘境 毕竟在此之前 古星秘境就曾出现过异象 引来恐怖的天地异象 这一次 当然也不例外 根本没有把这些异象的来源 联想到楚行云的身上 第729章排位赛开始 三日时间 谈指即过 在这三日中 圣星城恢复了往日的安宁 再无骚动和异象 人人得以安宁 但所有人都知道 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 古星秘境之行 发生了很多让人难以预料的事 三人生死 两人离去 天地图生异象 所有天才奇奇踏入阴阳之境 夜雪上清零圣星城 这些事 使得古星秘境蒙上了神秘面纱 同时 也让随后的排位赛变得惹人猜意 剩下的7人 本就是各大势力的天才妖孽 如今 他们各有其遇 势力难以揣测 谁都说不准 最后何人能摘得最后的桂冠 再者 人群也很好奇 那三大势力 是否会针对楚行云 在他们看来 楚行云的实力很强 也踏入了阴阳境 但面对着如此多的天才妖孽 多半会遭遇到连番的苦战吧 在此刻 六宗大笔的主站台 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战的人群 浩浩荡荡 人山人海 使得整个空间都充满了火热氛围 他们 全都是冲着六宗大笔来的 就后于此 只为亲眼看到这等浩大盛事 来了 就在这时候 人群的目光同时投向远方 那里 有着一对浩荡队伍掠来 速度奇快 紧眨眼功夫 就降临到了此地 轰 轰 轰 一道道身影降落 而下 那股浩瀚气势绽放 直冲云霄 站立在主站台上 让所有人都能清楚 感觉到那股可怕的战役 盛气 静安 穆昭 今日你们务必要全力以赴 为七星谷赢的荣耀 望着周围的火热群众 傅晓沉顿时感觉心层火热 扭头对苏静安和苏穆昭说道 此次排位赛 共有七人 其中 七星谷占据了两席 这对七星谷来说 是一大优势 有极大的机会 能冲击魁首之位 是 苏静安和苏穆昭深吸一口气 对着傅孝晨点头 此次他们来参加六宗大笔 就是为夺得荣耀而来 现在 他们又岂会退缩 拥有人数优势 并不代表什么 实力 方才是关键所在 一道吃笑声音传递过来 左侧位置 林元离和顾玄丰并肩走来 在他们的身后 是林静轩和顾天骄 每一人的脸上都带着的一笑页 顾店主 你这话是何意 傅孝晨的脸色省下 颇为冷漠的问向顾玄丰 我这话并无恶意 只是想提醒复古主罢了 擂台之上 战力为尊 其他的小手段 在这里毫无用处 顾玄丰脸上笑意依旧 不乏向前跨出 镜子落到了主站台的另外一边 一群无耻之辈 也敢如此嚣张 苏敬安满事不懈地盯着顾天骄和林静轩 上次的事 他依旧耿耿于怀 对着两人的举止极为不齿 这两人的品性不正 众人皆知 但他们的实力 确实不容小觑 听说这三人 他们都沉浸在苦修中 习得了不少神通 否则的话 也不会如此嚣张 傅孝晨并没有因此而发怒 很是冷静地提醒着苏敬安 苏敬安点点头 心念为疑 便是听到一阵空灵的剑影声响起 群声望去 万剑阁之人 到了 范吾杰和百里狂声站在守卫 一落地 就来到了几方看台 在两人身后 则是长翅肖和秦秋莫等人 声势颇为浩大 狂声剑主 苏敬安急忙走上前 扫尸了一眼 眉头立即皱紧 开口道 怎么不见洛云剑主 他还在闭关吗 苏敬安的话语中 带有一丝担忧 自返回圣星辰后 他多次找过楚行云 但后者一直闭关不出 音讯全无 起初 苏敬安导演没有在意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任何人 包括百里狂声在内 都没有见到过楚行云 一直都在修炼秘识中 动静全无 这不禁让苏敬安有些担心 担心楚行云因为压力和飞语流言 而影响了心境 这才闭门不出 苦修不语 百里狂声摇了摇头 刚欲说话 忽地 一道漆黑剑光绽放 从远处奔略而来 未等人群有所反应 便是落到了主站台的中央处 待剑光散去 映入众人眼帘的 是一名身穿黑衣 背负漆黑重剑的俊义男子 只见他目光扫视周围 严谨为台 静待有几分 藐视天地的不羁之姿态 此人不是楚行云 又会是何人 洛云 你没事吧 百里狂声和苏静安 走到了楚行云的身旁 一开口 目光却是树然凝固住 抱涌出一股惊诧之意 只见楚行云的身上 正缠绕着一抹黑暗之光 不再有往日的灵动 而是多了一抹阴冷之感 尤其是他的眼瞳 西黑至极 鬼秘无穷 变得让人看一眼 心都会不停地战斗 人群也感觉到了这点 紧接头一疑惑之目光 十二名天才妖孽中 楚行云的存在 最为神秘 人群越看楚行云 就越感觉她是迷一样的人物 永远都无法将其看透 没事 楚行云简单回答道 不再多言 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 只是冷冷扫视了一眼 就转身走到自己的位置 冷冷闭合着双眸 见状 百里狂生和苏敬安两面相躯 不知为何 他们心里有一种感觉 楚行云 似乎变冷了 给人一种浓重的阴沉感觉 只会装神弄鬼的家伙 今日 我定会让你身败名裂 没脸再继续戴下去 故天骄冷冷直视着楚行云 浑身上下都散发出 强烈的自省之色 毫不嚣张 既然所有人都已经到齐 那今日的排位赛 就此开始吧 这时候 身为东道主的古繁星走了出来 一眼吐出 立刻让吵杂的空间变得宁静下来 只见他冷湿了楚行云一眼 这才将目光收回 继续开口道 此次排位赛 将以淘汰赛的形式进行 胜者晋级 后者淘汰 最终角逐出魁首之位 在第一轮的资格赛中 共有七人晋级 所以 资格赛第一之人 将轮空第一轮对决 直接进入四强 但由于林静轩和顾天交并列第一的缘故 第一之人 由大罗金门和神销店商议所得 最后 他们决定林静轩轮空第一轮 直接列入四强 听罢 人群都微微点头 并无意义 顾天交和林静轩并列第一 谁直接轮空 自然由双方商议所得 其他人没有资格干预 更没有资格意义 正如顾玄丰刚才所说 雷台战 以实力至上 就算临近轩轮空一轮 若他实力不够 最后 始终无法问鼎魁首 相反 只要拥有足够强横的实力 就算面对着所有人的挑战 也能脱颖而出 一战成名 见众人保持沉默 顾繁星从虚空中缓缓落下 台幕看向顾天交 宁声说道 第一轮对决 现在开始 顾天交 你现在拥有最先的选择权 顾天交点点头 身形闪烁 落到了站台中央 而其他人则是纷纷后退 目光凝望过去 随时做好出战的准备 只见顾天交探出目光 扫视着前方五人 嘴角为先 露出一抹阴冷弧度 冷声道 在古星秘境中 我遭到了不少算计 好几次险些殒命 现在 我仗上了擂台 势必要用一场 酣畅淋漓的胜利 来洗刷我所受到的羞辱 顾天交不急不慢的吐字 当最后一道话音落下后 他的目光树然变得无比阴朗 即止怒点前方 宁声喝道 骆云 你滚出来吧 第730张魔之眼 在六宗大笔之前 顾天交就对楚行云 充满了冷意 想要将其杀而后快 古星秘境中 因为楚行云的缘故 顾天交不仅痛失所空凌网 狼狈逃离 甚至还险些身影当场 永远埋身于黄土之内 这些 顾天交记得清清楚楚 从未忘记过 三日的休整时间 顾天交并未荒废 而是从顾玄丰的手中 习得诸多神通 完全掌握了天地之力的精髓 实力 更是有了极大的提高 论天地之力的精纯程度 他自认不如楚行云 但真正的实力 不单单体现在天地之力的精纯上 神通窍门 战斗经验 灵保武灵 都是无比重要的因素之一 顾天交觉得 这些因素 他都要远远胜过楚行云 所以 他才会把轮空的机会 让给林静轩 迫不及待地想要挑战楚行云 彻底洗刷耻辱 他 充满了信心 看来第一场 就是一场激烈之战 不少人望向了这边 顾天交的话 虽猖狂 但也有猖狂的资本 拥有神霄谷中这等皇期的他 论单打独斗 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可恶 百里狂生恨恨咬牙 豁然转身 却看到楚行云已经一言不发地踏上了战台 漆黑眼眸抬起 目光 竟犹如刀锋般锋利 顾天交被这目光吓了跳 好冷 似乎跟之前的楚行云不同 但他并没有因此感到畏惧 手一扬 血色避天 杀神之手悬浮在虚空中 冷笑道 站吧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绝望 面对着顾天交的嚣张之言 楚行云手一伸 将黑洞重剑握在了手中 漆黑宽阔的漆黑剑身上 流淌着一抹黑光 不同于以往的浑众 此时 已有一丝邪恶黑暗之气 如魔 他的眼眸扫向看台之上的势力之主 但声道 这雷台上 可否杀人 嗯 此言出口 顾玄峰以及各大势力的强者都面带寒芒 扫向了楚行云所在方位 雷台上 可否杀人 难道说 楚行云要杀故天交 即便楚行云实力莫测 剑术出众 但要杀一名拥有皇旗的天才妖孽 根本不现实 狂妄 顾玄峰露出了冷笑 林园离河谷繁星 也都露出不屑神色 失笑注视着楚行云 而范吾杰则是满脸难堪之色 暗骂楚行云目中无人 丢人现眼 李若能杀我 那就杀吧 我等着 顾天交眼中 闪过一丝杀鸡 属于杀神之手的杀戮气息绽放 席卷开去 锁定着前方的楚行云 好 楚行云淡漠回应 她的脚步抬起 一步落下 轰隆一道嗡名声传来 这瞬间 顾天交感觉呼吸一致 有一股无形的威压 陡然笼罩着她的身体 楚行云的步伐不停 一步步落下 其身上 黑光如水 使得顾天交有种强烈的危机感 心脏跳动得厉害 挤欲破体而出 杀 顾天交怒喝一声 身形闪烁 杀神之手怒轰而出 狂暴的天地之力绽放 瞬息就扑杀到楚行云的面前 好恐怖的杀伐气息 顾天交 居然把杀神九径修炼到了圆满境界 范无杰目光狠狠战斗 杀神之手 本就是杀伐之力气 配合着杀神九径 更是能发挥出十二分力量 这一抓 看似平常无奇 但已经拥有灭杀阴阳三重之人的力量 败了也好 起码能消除神宵殿的怒火 范无杰心中暗道 他感受到顾天交的恐怖实力 已经不指望楚行云能胜了 只希望不要败得太狼狈 在他思索间 楚行云出剑了 重剑灰 黑洞之光绽放 这一剑敲无声息 没有刺耳的剑银声 没有狂暴的声势 简简单单 平平凡凡 就这般横扫出手 轰向顾天交的杀神之手 顷刻之间 顾天交只感觉脑海震荡 天地昏暗 他好像置身于一片黑暗深渊之中 一道恐怖魔光暴射过来 让他脸色苍白 心神已经沦陷到谷底 神霄谷中 永震长空 大惊吓 顾天交催动了神霄谷中 一道道金色的阵风之力 暴涌出来 席卷全身上下 疯狂地保护着身体 扑斥 一声轻响传来 声音来源 赫然是神霄谷中 在顾天交恐惧的注视下 杀神之手的杀伐气息 被黑洞重剑所湮灭掉 剑锋降临 让杀神之手发出了阵阵哀嚎 但那剑威 却丝毫不解 以摧枯拉朽之势 强行轰击在神霄谷中上 躯于间 顾天交身上的天地之力崩溃 她的眼瞳 已被黑光所笼罩 嘴唇如动了下 似乎想要发泄出心中的难以置信 纵使有黄气护体 你仍是要死 一道冰冷声音 直接传入顾天交的耳膜中 她双眼睁得巨大 死死盯着前方的黑衣身影 最后 顾天交始终没有出声 她感觉心脏都要炸裂 吐出一口鲜血 身体朝着下空坠去 跟随她下坠的 还有一道剑光 黑洞之剑光 通隆隆 刹那间 通体由坚硬黑石锻造的站台剧烈摇晃起来 西黑剑光中 带着毁灭之意 透着魔光 接触地面的瞬间 就将站台尽数轰碎掉 万千碎石炸空 朝四面八方射去 围观的人群也都纷纷退后 根本不敢直视这股恐怖剑光 仿佛这剑光之中 蕴含着毁灭杀意 哪怕这般直视都令她们感觉双腿发软 顾天骄张开着嘴巴 不断吐出烟红鲜血 她的身体如同沙包斑杂落下来 深深埋在站台废墟中 横头盖脸 血污染面 狼狈得不堪入目 在她的身旁 沙神之手静静躺在那 沙伐之光不在 变得尤为暗淡 而神霄谷中也是如此 没了精芒 更无一丝阵风之力 除两物之外 顾天骄的腰上 还有一枚骨玉叠落下来 同样是暗淡无光 这枚骨玉 正是大罗金门的罗生玉 顾天骄让出第一名 让临近薛能以轮空 直接进入四强 这枚罗生玉 就是交易之物 得到此玉后 顾天骄就佩戴在身上 万万没想到 此玉 居然在关键之时 救了她一命 这怎么可能 仅仅过去三日 若云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 刚才那一件 就算是阴阳五重之人 也不敢接下巴 顾天骄心神狂颤 这时候 一抹冷风拂面而过 让她打了个寒战 一抬头 她的瞳孔中 浮现出一双阴冷到极点的眼眸 深邃 无情 暴力 令她立即止住了呼吸 就连心跳 都停止了 这眼眸 不像人的双眸 像 眸 第731章霸道言语 雷台崩裂 碎石和沙利在空中飞舞 使得周围的人群都愣住了 震惊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此战 结束得有点快 从顾天骄出招 到此时此刻 方才过了促席时间 结果 就已经出来了 顾天骄拜 被楚行云一剑击败 败得毫无还手之力 柳诗运的美眸凝固在那里 这幕深深刺激着她的心脏 仿佛不敢相信眼前的场景是真实的 休整三日 实力大增的顾天骄 居然败了 苏木昭和苏静安也都心头 微微抽出了下 被眼前所见深深震撼着 一众天才妖孽震惊着 那些势力之主也是如此 他们前一刻还在嘲讽楚行云 现在 那些嘲讽话音就犹如一个嘎巴掌 扇得他们面膀通红无比 火辣辣的刺痛 尤其是范无杰 面旁时而铁青 时而狂喜 模样不禁让人发笑 不知道她是喜事优 不好 忽然间 满面金色的顾玄风发出了一道声音 话音未落 她身上的气息瞬间疯狂爆发而开 金光烧纵即逝 四川长空 降临到了顾天骄的面前 掌画爪 陡然抓出 轰 爪影出现的刹那 一抹漆黑剑光就垂落了下来 剑爪碰撞 掀起了恐怖威压 本就破败不堪的战台 再度震荡不休 均裂出一道又一道的大地裂痕 给我滚开 顾玄风怒吼连连 血红利爪挥出 欲将漆黑剑光撕裂掉 但 她这一爪却抓在了空楚 虚空炸裂 卷起滔滔龙圈 在龙圈末端 楚行云一袭黑衣 手持重剑 傲然站立于虚空中 乌黑长发飞扬 嘴角掀起着一抹弧度 邪气冲天 满是吃笑的凝视着顾玄风和顾天骄 当才 谁说等着我来杀 楚行云冷笑出声 顿时让顾天骄呼吸一致 一口溺血涌上喉管 静止喷到了顾玄风的脸上 顾玄风一回目 死死盯着楚行云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很想现在就出手 把楚行云杀了 乃至是碎尸万段 但 他又不敢出手 对决之前 顾天骄是如此的猖狂得意 说等着楚行云过来杀他 刚才顾玄风的出手 已经丢光了脸 倘若他现在出手 神霄殿的威名 怕是要彻底沦为笑柄了 何况 现在的楚行云 依旧拥有诸多的特权 他一出手 就等于违背了六大势力定下的规则 于情与理 他都不能出手 只能忍 小畜生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 顾玄风忍得全身都在战斗 他扶起顾天骄后 快不返回到自己的位置 不想再继续出丑了 好 我等着 楚行云冷笑 所说言语 让顾玄风险些暗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身上喷涌出恐怖杀意 使得空间都为之凝固住 第一站 胜者 洛云 见其分变得凝固不堪 顾繁星急忙走了出来 他先是安抚好顾玄风 随即满是阴冷的望向楚行云 不甘愿道 洛云 你成功晋级四强 现在暂且退下吧 他心中同样恨偷了楚行云 楚行云的胜利 他当然不愿意看到 奈何 楚行云完胜故天骄 古繁星纵使再不愿 也只能接受 话音传荡开许 在场人群都听得清清楚楚 楚行云也不例外 但 他并没有退下的意思 依旧站立在废墟之中 如同战神降临城市 随后的对决 根本没有半点意义 停顿了片刻后 一道不羁之话音 从楚行云的口中吐出 让所有人都是皱紧了眉头 随后的对决 没有意义 楚行云将所有人的目光 都收入眼底 面庞上 笑叶携峻 到此次的排位赛 我必为魁首 任何人来之 我都能战胜 所以 随后的几场对决 没必要继续了 谁想夺魁 便登台与我一战 这道话音 很平静 却带着不可一世之气概 无比狂傲 弱大的空间 人人瞠目 都被这道话音所震撼住 楚行云豪言 自己必为魁首 所以愿意独占擂台 赢着朱迪 他要以一人之力 更改排位赛的规则 这骆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短短三日时间 不仅他的气质变了 就连言行举止 也变了 变得狂傲不羁 霸道临天 人群怯怯低语着 心惊之余 也是感觉到一阵火热 多少年了 六宗大笔的擂台上 再无出现过如此霸道之人 今日 他们终于得以一见 放肆 六宗大笔的规则 岂是你想改就改 古繁星本来就压着一肚子火气 听到楚行云的话 更是怒吼出声 直然喝向楚行云 必为魁首 这话真是笑傻旁人 你算什么东西 林园里也怒了 他纵横北荒域多年 从未看过如此狂妄之人 一言 就说自己必为魁首 范无杰本来还喜大于忧 此刻 也是被楚行云的话气得不行 他紧促着眉头 嘴巴张开 却听到百里狂声的声音响了起来 朗声道 我自认不如落云 此战 我放弃 戈登 范无杰心神一颤 他回头看向百里狂声 百里狂声平静答道 我放弃 并不是因为同门之谊 刚才那一件 太恐怖 我接不住 我同意狂声建主的话 此战 我也放弃 我放弃 几乎在同一顺 苏敬安和苏慕昭的声音传出 两人略带无奈地摇了摇头 步伐后撤 退回到了傅孝辰的身旁 你们 傅孝辰先是一愣 随后颇为无奈地叹了口气 并没有多说什么 他身为七星谷之主 对于苏敬安和苏慕昭的实力 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倘若这两人情武共鸣 或许还能勉强挡下楚行云那一件 但要胜 难度颇大 两人如此 一人 更加不敌 因而 对于苏慕昭和苏敬安的出言弃权 他表示理解 即便强行登台 结果也会是惨败 三人的出言放弃 让凝固的空间 气氛变得有些怪异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朝着星辰古宗和大罗金们的方向望去 他们很想知道 面对着楚行云的霸道言语 这两大势力 会如何表态 第732章 中间无敌 人群的目光和其刺眼 让古凡兴的脸色不断变化 他扭头看着身旁的柳诗运 声音含冷道 诗运 你 立刻登台 突如其来的命令 使得柳诗运惊了下 他的美眸内 导映出古凡兴的阴冷面旁 话音中 更是带着不可违抗的强硬意味 宗主 若云的剑术霸道无匹 面对着神霄谷中的阵风之力 都能一箭轰落 虽说这其中 也有故天骄无法完全发挥 神霄谷中的原因在 但这也可以说明 洛云的恐怖实力 以诗运目前的境界 恐怕远不是洛云的对手 一名星辰谷宗的长老开口道 话音都有些战斗 柳诗运拥有子星武灵 善镇压 从某种层面上说 神霄谷中的神通手段 跟柳诗运的战斗方式很相似 连神霄谷中都无法镇压楚行云 柳诗运岂能一战 是否对手 这重要吗 然而 古繁星的表情依旧冷漠 目光冷视着楚行云 看都未看柳诗运一眼 道 倘若我们星辰谷宗不战而降 日后 广大舞者会怎么看待我们 与其投降落败 倒不如上台一战 说不定 诗运能找到机会 一级战胜落云 这话一出口 那些欲言又止的星辰谷宗长老们 都是立刻闭上了嘴巴 他们知道 此刻的古繁星 已经心神大乱了 根本就没指望柳诗运能战胜楚行云 他要争的 并不是胜利 而是一口气 柳诗运也察觉到了这点 他抿了明嘴唇 回头看向柳谷琼 柳谷琼微微点头 对着他说道 诗运 宗主的话颇有道理 你 登台吧 父亲 柳诗运的目光骤然一变 却听到柳谷琼继续道 这一次 事关星辰谷宗的脸面 纵使必败无疑 也要一战 对战过程当中 务必要保护好周身要害 只要还存有一口气 我们都能立即施救 柳诗运表情错愕 双眸深深凝视着面无表情的古繁星和柳谷琼 心中蔓延出一股悲凉感觉 仿佛没有人能让他依靠 与此同时 在看台的另外一边 林圆林目光透着阴冷光芒 侧过身 对着林静轩道 静轩 这一战 你逼无可避 听吧 林静轩立刻露出恐惧表情 与其变得有些吞吞吐吐 父亲 我知道 一切以宗门为重 但我和顾天娇的实力相仿 我迎战落云 恐怕胜算不高 当看到顾天娇倒在废墟中 奄奄一息的狼狈模样 林静轩对楚行云的冷意 就转变成了巨异 根本不想与之一战 刚才 他听到苏慕昭等人接连放弃 心中的巨异 更深了 如果不是林圆离在场 他早已选择了放弃 不战而降 楚行云的剑 如此恐怖 一剑落 王气悲鸣 黄气暗淡 甚至连战台都变成了废墟 林静轩看得心惊肉跳 岂敢一战 胜算不高 却仍是有胜算 倘若你能战胜落云 那么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将归我们大罗金门所有 而你 也将成为北荒域第一天才 林远离顿了顿 冷声道 再者 为了能直接进入四强 我们付出了不少代价 只要有一丝希望 我们都必须全力争取 这一番言语 尽管充满了鼓励意味 可是仍然无法让林静轩摆脱恐惧 他那隐藏在袖袍中的双手 正在不断颤抖 呼吸更是急促不已 两大势力的言行 楚行云都看在眼里 他冷笑一声 缓缓地走到看台的正前方 随后停下 云清风淡地道 你们两大势力的天才妖孽 可以一起上 话音落下 虚空中扫过一阵微风 撩动着楚行云的黑色长发 他的话霸道凛然 但却并非狂妄 自从融合了黑洞核心的部分力量 楚行云就化为半人半魔 能够发挥出黑洞重剑的真正力量 他的每一剑 蕴含的都是黑洞力量 哪怕仅有丝毫 都极其地狂暴 恐怖 一剑之下 同境界必死无疑 面对着境界高超之人 也能当场诛灭掉 刚才面对着顾天骄 如果不是他拥有神霄谷中和罗生玉 此刻 他已经是一具尸体 绝不可能有生还的机会 虚空中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楚行云的身上 视线挪移 又望向了柳世韵和林静轩 在这样的场合 两人竟被楚行云无视 他们要如何抉择 还等着坐肾 立刻出手 古繁星和林元李几乎同时出声 话音刚落 林静轩和柳世韵的身体都动了 朝着站台废墟略去 虽说以二战一 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但楚行云展现出来的实力太可怕了 他们实在无法提起勇气 独占楚行云 紫星武林绽放 柳世韵紧咬着银牙 镇压子光化为惊涛潮戏 朝着楚行云席卷了过去 林静轩也出手了 他身体腾空 冷视着下方的楚行云 低鹤一声 虚空中浮现出庞大的大罗刀魂 罗生鼓刀早已出窍 从天穷中压下 直展楚行云 来得好 楚行云的身体冲天而起 目冷 剑颤 镜子横扫长空而去 这刹那 他全身上下都蔓延出剑翼 微弱的黑洞之光 在剑身上跳跃 魔气渗透 使得他的气势树然阴冷下来 逆转五行之影 悬浮在楚行云的头顶上空 他强然挥剑 整片天帝都仿佛有一股逆转的力量贯穿下来 要湮灭掉一切 楚行云紧握着黑洞重剑 每一步都携带着滔滔剑威和魔气 如剑中之神 又如黑暗魔尊 两种截然不同的气质相容 深深震撼着所有人 此子 乃真妖孽 万剑阁 怕是要崛起了 傅孝成的神色中蕴含金芒 虽说苏穆昭和苏敬安也是难得一剑的天才 但跟楚行云相比 却显得有些平庸了 眼前这一剑 逆转武行 无法无天 比刚才还要恐怖促背 范吾姐也抬头看着这一景 但他脸上的表情却无比怪异 又喜 又忧 甚至还带有几分冷意 根本让人无法看透 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三股恐怖力量相碰 浩瀚的紫光潮汐轰然淹灭掉 刀光雄魂 接触到黑洞重剑之时 也瞬间炸裂开来 剑光和刀光交织 流光震荡飞舞 让刀魂发出阵阵嘶吼 直视着混乱不堪的虚空 楚行云依旧踏步 他的肌肤上 跳跃着灰黑两色光滑 霸道无匹 一双冷眸 甚至从未浮起过金色 破 他冷冷土自 中见所过 一切混乱进阶回归死即 扑斥声响传来 七黑剑光刺入了大罗刀魂体内 黑光闪烁 直接将其毁灭 彻底烟消云散 这怎么 林静轩顿时下的心惊肉跳 话来不及说完 他的远古刀一破裂掉 恐怖力量透过罗生古刀 没入到体内 令五脏六腑都是狠狠一颤 烟红滚烫的鲜血 从林静轩的周身渗出 他现在终于知道 楚行云的实力有多么恐怖了 这一剑 破灭诸天苍穹 根本无人能抵 以逃得调 楚行云看到林静轩疯狂逃窜而去 重剑挪移 毁灭剑光在虚空凝聚成山 轰然杂落 笼罩住大半片战台废墟 这片虚空 进阶毁灭剑光 要当场诛杀林静轩 可怕剑光低鸣 让林静轩全身汗毛都倒竖起来 他知道 自己根本无法挡下这一剑 恐惧心神不停战斗 劲爆涌出强烈的求生欲望 这时 他的双眸凝固 死死聚焦在了柳诗运的身上 心神一冷 双手用一种蛮横狂暴的姿态 直接扣住柳诗运的肩膀 然后奋力向后一甩 突如其来的一变 惊住了所有人 也包括柳诗运本人 他只感觉脑袋一片空白 当回过神的时候 身体 已经主动迎上了如山的毁灭剑光 那深邃的无警西黑 充斥着柳诗运的双眸和心神 让他身体疯狂狂颤之鱼 不自禁地闭上了双眼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刻消失了 第733章魁首 这一切 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 见林静轩不敌楚行云 柳诗运立即奔赴上前 但他却没有想到 自己却成了林静轩的替身 被迫迎上了可怕的漆黑剑光 看台之上 人群目光凝固在那里 同样没想到林静轩会如此歹毒 为求自己的活路 居然无视柳诗运的性命 快躲开 柳谷琼从谎神中醒来 对着柳诗运大声吼道 这漆黑剑光如此恐怖 连天地武行都能逆转 柳诗运如何能打 不过 他的话应当出口 剑光已经到了 瞬间笼罩住柳诗运的身体 通隆隆的声音爆发 以站台为中心 恐怖气流狂乱地翻滚着 每一缕漆黑剑光 都是如此的强横 要将一切都斩断 使得站台变得更为狼藉 如同经历了一场浩劫 剑光肆虐 鱼音不断 众人只见站台化为了荒芜之地 碎石万千 裂痕遍布大地 而在中心处 场面更是圣人 依旧充斥着嗡名剑淫之音 好似那里是一片剑光碧玉 根本感觉不到丝毫生机的存在 好险 林靖轩已经逃窜到站台下 他望着前方的荒芜之地 顿时长舒了一口气 倘若这一剑落到他的身上 恐怕 他已经魂归九全了 同样望着看台的 环游刘古琼 此刻 他的心神已经跌到了谷底 双眸变得赤红无比 一纵深 刚要冲入滚滚烟尘之时 一股狂乱靖风突然扫来 止住了他的步伐 这股靖风 将浓厚的烟尘缓缓吹散 人群定睛望去 却见在那片虚空之中 身穿黑衣的楚行云站立在那 一双眸子依旧冰冷 无情 如掌控生死的黑暗谋尊 令人不寒而栗 不过 他的双手并没有紧握着黑洞重剑 而是横抱着一名身穿紫衣的美丽少女 柳诗运 他脚步一踏 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将柳诗运小心翼翼地放了下来 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道 没事吧 听到这话 柳诗运立刻回神 宝石般的美眸凝视着楚行云 顿时望得有些出神 见光灵体的一杀 他必无可避 几乎放弃了抵抗 要今后死亡的到来 但也正是在那一瞬间 楚行云突然出现 将他救了下来 你 你为什么要救我 柳诗运信性出声 他不明白 楚行云为什么要救他 我对他人下杀手 只因为 我有杀他们的理由 而对于你 我并无杀心 楚行云的话音依旧淡漠 欣然转身 大步朝站台走去 突然 他的脚步停了下来 侧过头 深深望了柳诗运一眼 道 有时候 为宗门做出牺牲 的确值得尊重 但做出行动的时候 也要考虑这样的牺牲 到底有无必要 你的命 不属于柳家 也不属于星辰古宗 只属于你自己一人 倘若你一辈子都活在他人的命令之中 这样只会是一名可悲之人 话音如无形惊雷 在柳诗运的脑海中眨想 他望着楚行云的背影 脑海中 竖然闪过了刚才的一幕幕场景 双瞳紧缩间 仿佛明白了许多 诗运 你没事吧 直到这时候 刘古琼这才姗姗来迟 他细细打量着柳诗运 终于是松了口气 身后楚 古繁星和一众长老也走了过来 心中皆是一阵后怕 星辰古宗已经损失了一名天才妖孽 柳诗运若是死去 他们根本承受不起 看到人群的心悸表情 柳诗运心里没有半分满意 相反 他还感觉一阵心寒 如果柳古琼和古繁星等人 真的关心他 那为何还要他登台一战 或许 他们真正在意的 并非是他这个人 而是星辰古宗 骆云所说的可悲 应该就是如此吧 柳诗运在心中叹息道 他突然觉得 楚行云的那双眼眸 并不阴朗 此时聚集在他身边周围的这些人 心更朗 林门主 刚才林静轩的举动 你要做何解释 确定柳诗运并无大碍 古繁星就不再理会 冰冷的目光望向了林元梨 更聚焦在林静轩的身上 这林元梨与色 不管从任何一个角度 林静轩的举动 都落于下诚 他无法辩驳 也无从辩驳 满脸都是尴尬之色 但尴尬归尴尬 林元梨心里很是赞成林静轩的做法 刚才的局势 着实危急 如果换成时他 他也会拿柳诗运作挡箭牌 当然 这话他不能开口 脑海中思绪飞转 在思考要如何向古繁星解释 你们两大势力的事 似乎不应该现在讨论吧 正当林元梨思索之际 楚行云的声音响起 将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 他站在废墟中央 将所有人都收入眼帘 一字字开口道 在当才的牌位赛中 三人弃拳 三人败于我手 按照规定 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应当归我所有 人群听到这一番话 表情有些古怪 自创立六宗大笔以来 今日这样的局面 还从未出现过 连排位赛的规则 都被楚行云硬生生更改 并且还用霸道恐怖的实力 连败了三人 他说的话 很强硬 没有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但众人偏偏无法反驳 只因楚行云现在的实力 有资格说出这样一番话来 若云 顿了顿 古繁星开口 楚行云一过视线 望向了对方 但见古繁星脸上浮起不甘之色 最后常常输了口气 审声道 这次的排位赛 你是最后的胜者 现在我宣布 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属于你一人 话音落下 原本分杂议论的声音 瞬间消弥下去 变得一片安静 但这种安静并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地 叹息声 不甘声 以及议论声 重新传荡开来 这样的一个结果 人群并不感觉意外 只是脑海中 还不断浮现出楚行云的霸道之姿态 双眸望着前方 一时间 仍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 十二名天才妖孽 本是修为最弱的楚行云 最后 不仅踏入了阴阳境界 还拥有逼逆众人的实力 强势夺得魁首之位 这一切 极为梦幻 但却是事实 此战营的漂亮 一道爽朗声音传出 百里狂声的身影略来 落到楚行云的身旁 魁首之位 果然非你莫属 说着 云长青和苏冷流等人 也都纷纷走了过来 他们脸上也带有一丝不可思议的表情 但更多的确实欣喜 这些年来 万剑格几乎都处于垫底的位置 修炼资源稀少 地位更是不如其他势力 一开始 他们只希望今年的名次 能略为上升 从而缓解囧态 万万没想到 楚行云居然以黑马的姿态突颖而出 夺得了最后的魁首 不得不说 这样的惊喜 太大 简直让他们以为是在做梦 面对着众人的道贺 楚行云脸上并无太多喜意 只一旦笑回之 他的目光落到范无杰的身上 开口说道 阁主 范无杰的脸上也是充满着喜意 他听到楚行云的声音 脸上的笑容更盛 未开口 却听到楚行云发问 按照历届六宗大笔的规定 排位赛结束之后 各宗需要商讨修炼资源的分配 这个时间 一般是三日 我说的对否 没错 带资源分配的问题商讨完毕 六宗大笔 方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一提到资源分配 范无杰心中就一阵狂喜 他满面笑容地看着楚行云 但楚行云却冷漠转身 身体更是奔略到半空中 只听他淡漠说道 关于资源分配的事 我没有半点兴趣 这三日 我需要闭关静修 一切事宜都交给你处理吧 说完后 楚行云也不等范无杰回应 深化流光 迅速消失在众人的视野之中 望着楚行云的身影 在场所有人的表情再次愣住 有些人的面旁都开始抽搐 这个楚行云 未免也太狂了吧 他刚才那番话 居然有种指挥范无杰的意思 仿佛 他才是万剑格的阁主 而范无杰 是他的手下之人 要听他的一切拆遣 洛云 你 行秋末也感觉到了这点 他猛然回头 准备呵斥楚行云一番 打击后者的锐气 但刚刚开口 身旁的长翅肖就转过头来 对他使了个眼色 这时的长翅肖 脸上并无金色 也无怒容 很平静 但在平静之中 却又隐隐约约透出一丝隐晦脚侠 他心念为动 安安对晴秋末传音道 古语言 刚过一辙 这个洛云 很快就要变成一句冰冷死尸 你又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第734章诅咒之秘 秦秋末愣了下 木带疑惑地望向长翅肖 不过长翅肖并没有解释 只是神秘一笑 脸上完全没有刚才的惧怕之意 修炼资源的分配 本就不需要洛云建主参与 他激战促场 应该有所收获 立即闭关进修 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长翅肖到了声 主动给了范吾杰一个台阶 范吾杰笑了笑 对着一众势力之主道 此话说得不错 接下来的三日 诸位都在圣星城好好休息 自愿分配的事 倒是不及 说完 他的目光看向了 林园离河谷繁星 眼中带着一丝嘲弄之色 很显然 范吾杰这番话 是故意留下时间 让星城古宗和大罗金门 解决一下私人恩怨 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已经花落万间隔 范吾杰高高悬起的心 也终于可以放下 剩下的时间 他要好好规划一番 看如何谋取最大的利益 在此期间 其余势力越是争斗 混乱 他就越是高兴 毕竟 这次的六宗大笔 万间隔没有任何的损耗 可谓是最大的赢家 此话用不着范格主提醒 古景天冷恒一生 这里是圣星城 星城古宗的宗城所在 但凡是有损星城古宗 威望的事宜 他绝不会让步 林园离皱了皱眉 也没多说什么 立即带着大罗金门的人群 快步离开了这里 随后 七星谷和神销店也先后离开了 随后三日 他们要谈论资源分配之事 都是需要好好准备一番 见各大势力相继离去 围观人群也纷纷散开了 这次六宗大笔的排位赛 结束得虽快 但他们的脑海中 都深深烙印了楚行云的身影 久久难忘 以如此强横霸道的姿态 夺得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在北荒域的浩荡历史当中 还是头一遭 足以再入史册 让人永远铭记 众人散去后 吵杂的空间 逐渐回归于宁静 待夜幕降临 这种宁静之感更浓了 仅留下满地的碎石沙力 在默默诉说着今日之事 一栋幽静的庭院内 秦秋末和常赤肖相聚于此 秦秋末很是小心地望了望四周 见无人 身上弥漫出一股灰黑光滑 把整座庭院都笼罩住 和外界彻底隔绝开来 做完这些之后 他这才放下心来 对着常赤肖问道 赤肖见主 你今日说的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常赤肖的话 秦秋末琢磨了很久 他仍不明白 为何常赤肖突然不惧怕楚行云了 还露出如此得意的表情 仿佛认定楚行云活不了多久 秋末见主 难道你忘了 我们万剑德存在着一个诅咒 常赤肖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 说话的声音 也是不急不缓 诅咒 秦秋末先是一愣 然后吃笑道 这诅咒 不过是泛无杰的小手段而已 此人心胸狭隘 极重权力 但凡万剑格出现天才人物 他都会疯狂压榨其作用 然后暗中出手 将其灭杀 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 这就是为何 自从他统设万剑格以来 阁内就从未出现过争端 更无篡位之事发生 诅咒二字 只是个障眼法 各大势力的高层都知晓此事 故意不点破罢了 在此刻 这座庭院和外界已经彻底隔绝了 一切的话音举动 外界之人都无法得知 请秋末也不再掩饰 把自己所知道的事 全都说了出来 既然你还知道这事 为何要惧怕落云 常事消灼了口香名 声音平淡 他和百里狂生 都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范无杰之所以不惜余力地培养他们 目的 就是为了征战六宗大比 为万剑格 为他谋取修炼资源 此时此刻 六宗大比的魁首之位 花落万剑格 范无杰已经成了最大受益者 下一步 他自然是要灭杀洛云和百里狂生 巩固自己的阁主之位 话虽是这么说 但恐怕范无杰出手之前 你和我 都要死于洛云之手 秦秋末满是比喻地看着常事消 话音带着深深的恐惧 常事消所说的这些 他早就想到了 无比的透彻 楚行云和百里狂生 迟早要死 但 这两人的年纪尚轻 范无杰肯定还会多加利用 以楚行云现在的声明 一旦返回万剑格 必会得到巨大拥护 到那时 楚行云要对付他们 任何人都拦不住 就连范无杰也不行 难道你觉得 骆云能活着回到万剑格 常事消一皱眉 将茶杯缓缓放下 眼中散发出一抹阴毒之光 秦秋末微微愣神 只听到常池肖出声说道 骆云和百里狂生 的确还有利用价值 但他们最大的价值 已经不复存在了 相反 比起价值 他们两人惹下的祸事 更沉重 你别忘了 现在 不仅仅是我们盼着骆云快点死去 星辰古宗 大罗金门 以及神肖殿 他们 都要骆云死 可六宗大比还未完全结束 按照规矩 他们不得对骆云出手 秦秋末仍是不慎明白 话未说完 长翅肖静止冷横道 愚蠢 半见他站起身来 直言道 他们不可以对骆云出手 难道 范吾杰也不能对骆云出手 此言一出 秦秋末的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仿佛明白了什么 对范吾杰来说 骆云 迟早都要死在他的手上 与其压榨最后的利用价值 还不如现在就将其诛杀 以此平息三大势力的怒火 这就是为何 今日 范吾杰会当着一种势力之主的面前 说要尽快给葛交代 那时候 他就已经准备好要杀骆云了 如果不出所料 随后三日 范吾杰必定会出手 神不知鬼不教地灭杀骆云 然后再把骆云的死 推到诅咒的身上 如此一来 他既给了三大势力交代 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还得到庞大的修炼资源 何乐而不畏 说到这 长翅潇就不说话了 行秋末也终于明白了一切 心中对楚行云的惧怕 就此烟消云散 觉得一阵舒爽 酣畅 本来 你我还想找柳问天出手 强势诛杀骆云 如今看来 骆云夺得六宗大笔的魁首 不仅不是一件好事 反而还惹来了杀身之祸 一扫阴霾后 长翅潇也哈哈大笑起来 对骆云自身来说 的确是杀身之祸 但对我们来说 却是一件好事 他死后 我们内务一脉 对万间隔的掌控 将更为牢固 所能谋取到的利益 也将更为庞大 甚至 我们还能取而代之 把他苦心培养的三千门徒 以及整个外门 都收入麾下 变成我们的生财工具 长翅潇的表情严肃 一本真经地说道 在他眼里 楚行云已经跟死人无异了 他现在要考虑的是 要如何在最短时间内 把楚行云培养的资源和势力 都拿到手中 从而扩大自己的势力 第735章刺破黑夜的雷光 长翅潇的自信 并非无望之谈 他掌控内务一脉多年 对犯无解的手段性情 都是极为了解 能很快摸清后者的行为举止 这也是他能在万间隔 站住脚跟的原因所在 毕竟 范无解乃是涅槃强者 已度过三次雷劫 是北荒域第一建修 由他亲自出手 楚行云起会有活路 仅一见 就能立刻结束战斗 呼 一鼓为凉夜风吹进了省兴城 此刻已是深夜时分 浓重乌云笼罩住整片夜穷 遮蔽了群星 也覆盖了浩月 使得整片天地多昏昏沉沉的 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寂寥无人的城池中 有一道身影出现 一名全身笼罩在黑衣中的男子 踏着虚空 如幽魂般漂浮着 悄无声息地朝着楚行云 所在的庭院掠去 此人 赫然正是范无解 事实上 长翅潇的所言所举 就是范无解的心中所想 不过 他有一点猜错了 范无解的的确 范无解却准备杀了楚行云 以此平息三大势力的怒火 但 他并没有打算在随后的三天内杀了楚行云 今晚 他就要动手 身影在黑夜中飘荡 不出片刻 范无解就来到了一片茂密树林之外 树林中央 耸立着一座素雅庭院 极其的显眼 很好 庭院内只有落云一人 范无解围眯着双眸 随意一扫 就将整个庭院看穿 这刻 楚行云正在庭院内进修 仅有一人 他知道 楚行云得罪了不少人 但也结交了不少人 倘若庭院内还有其他人在 无疑会增加他的出手难度 幸好 他的运气不错 此时的庭院内 除了楚行云之外 也无他人 对于楚行云 范无解早就存有杀心 在楚行云掌管外门的时候 范无解就敏锐注意到 楚行云的城府 手段 谋略和天赋 都不在他之下 甚至还要胜过数仇 更为重要的是 楚行云对他并不幸福 曾三番五次拒绝了他 如果不是为了六宗大笔着想 早在喜剑池之内 范无解就动手杀了楚行云 现在想来 幸好我忍住了杀意 否则 这魁首之位 也落不到我的手上 这个洛云 给我带来太多的惊喜 为此 我也不再多做折磨 直接将他一箭诛杀吧 范无解在心中如是道 在他眼里 一箭灭杀楚行云 已经是对楚行云最大的人词了 也正是这一刻 范无解不再隐藏自己的真面目 一双眼眸中闪烁出冰冷光滑 好似一头行走在黑夜中的梦魇 露出了最为锋利的獠牙 啪哒 脚步向前跨出 范无解刚踏入树林 他的眉头立刻皱起 目光望向侧方 那里 摆放着一枚巨岩 巨岩之上 正仰躺着一名百发苍苍的黑衣老者 这名黑衣老者似乎久后多时 他感受到范无解的冰冷目光 立即站起身来 扣揉矮小的身躯动了动 似在热身般 有些不耐道 范阁主 你总算是出现了 我等得都快要睡着了 李氏和人 范无解的心脏狠狠站斗了下 步伐为彻 细细打亮着这名黑衣老者 来到树林的时候 范无解可以很确定 整一座树林 除了他和楚行云 绝无第二人存在 但此时 这名黑衣老者出现了 而且还等候了许久 从头到尾 范无解都没有感觉到 黑衣老者的气息 这点 让他生出浓厚的忌惮之意 隐藏在绣袍中的右臂 已经暗暗扣紧了剑柄 我是和人并不重要 你只需知道 我是为杀人而来 黑衣老者咧子一笑 话音落下 他体内陡然爆发出 闷尘的雷鸣之音 请客 一道道雷光从黑衣老者 周身毛孔激荡而出 滚滚雷霆滔天绽放 在黑夜中凝聚出 一尊庞大雷鹰之影 而他的双眸也变得极为璀璨 透着紫蓝雷霆之光 黑衣冉染染 白发飘荡 犹如掌控朱天雷霆的爵士强者 轰 一股狂暴雷光从楚行云的 周身凶猛扑出 那股可怕雷光扫荡而过 让黑夜虚空都变得扭曲 雷鹰正式 激荡长空 大言不惭的家伙 就凭你 也想杀我 范无解冷漠说道 只见他手掌一挥 顿时身后的黑夜虚空 爆发出更加强烈的神盲 密密麻麻的剑光从中出现 那片虚空 仿佛是真正的无底洞 蕴含千万剑光 死 范无解冰冷土字 光芒爆发 这一瞬 夜空战斗 万千剑影掠空 每一道剑影 都如同一道光 透着无尽的剑之威压 范无解号称北荒域第一剑修 他的实力 毋庸置疑 万千剑影汇聚成剑之长河 横跨了虚空 使得雷音之影都发出了低音声音 然而 不等范无解露出喜色 他眼前的剑之长河 轰然碎裂掉 剑影炸开 那名黑衣老者的干枯面旁 映入范无解的眼眸之中 但见那老者单手凝硬 他的身后虚空 有无穷雷霆电光汇聚 其力量涌入他的体内 紧一杀 黑衣老者自身仿佛 就化作了雷霆 手掌轰出 一枚雷之鼓硬降临 似要毁灭一切 怎么可能 范无解大惊 他又必树然出剑 剑光灰黑 散发出震人心魄的 凄厉哀嚎之音 周围的空间都撕裂开来 虚空蠕动 缓缓浮现出 一尊真正的梦魇之虚影 但 纵使如此 范无解也未能挡下 那枚雷之鼓硬 雷光跳动下 剑影再度湮灭 梦魇虚影也化为了虚无 狂暴雷光轰在剑身上 稍稍接触 就让范无解吐出一大口鲜血 通隆隆 身体砸落到地面上 那庞大无比的雷之鼓硬 将地面都硬生生摧毁掉 雷光闪烁之处 裂痕遍地 而范无解则是瘫倒在地 口中接连不断吐出鲜血 气息萎靡不堪 范无解 万剑阁之主 就这点实力 未免也太无趣了吧 黑衣老者从半空中落下 他身上缠绕着漫天雷霆 微微凝目间 一股无比恐怖的雷霆之光 陡然冲天而起 将众众乌云都撕裂掉 重新映照出浩月与漫天星辰 六 六节涅槃 在这瞬 范无解望向黑衣老者的目光 彻底呆滞掉 心中 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一道恐惧声音 眼前这名黑衣老者 修为 居然打了六节涅槃之镜 北荒域 何时出现了这么一尊爵士强者 第736章线谋局 涅槃境 一众一雷杰 到了这一层次 美众实力的差距极大 若非天才妖涅 根本无法越境圣敌 范无解的修为是三节涅槃 在北荒域中 已经算是巅峰层次 然而 他眼前这名其貌不扬的寇楼老者 修为居然达到了六节涅槃 一瞬间 范无解的脑海中浮现出无数想法 他不明白 为何这样一名强者 会出现在圣星城内 并且还要杀他 莫非 此人是洛云请来的帮手 这个念头刚出现 范无解就摇头否定了 第一 楚行云的城府极深 手段莫测 但归根结底 他也不过是一名青年 纵使在聪颖 也不可能想到 范无解会在他夺得魁首之日 就对他按下杀手 第二 六节涅槃强者 已是北荒域的巅峰强者 足以开宗立派 传承千年 楚行云河的何能 怎么可能认识如此强者 并得到他的帮忙 思来想去 范无解仍是一头雾水 他缓缓抬起头 脸上已经没有了刚才的灵力和猙獰 堆满了讨好之色 开口道 前辈 你我从未见过 更无焦急可言 但你却突然对我出手 这里是否有什么误会 见过 有焦急 才可以出手杀人 黑衣老者反击一笑 使得范无解的表情凝固在那里 对方这话是什么意思 无缘无故 随心杀人 看到范无解的男堪表情 黑衣老者暗暗偷笑一声 脸上表情依旧充满嘲讽 晒笑道 我本是一名散修 唯求武道 有利于真灵大陆 昨日 我恰逢路过万剑阁 却见万剑阁那群风坍塌 灵脉溃散 整个宗门乱作一团 我当时就很好奇 被誉为北荒域六大实力的万剑阁 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堪 所以就来到盛新城 想会一会你这个万剑阁得主 结果的确如我所想 你的实力 太弱了 也难怪会把一个宗门经营得如此不堪 戈登 黑衣老者的绩效话音 让范无杰的心神狠狠一颤 如木鸡般呆滞在原地 这一番话 并没有勾起他的怒火 他真正所在意的 是黑衣老者的前半句话 昨日 万剑阁内群风坍塌 灵脉溃溃散 整个宗门乱作一团 前辈 你刚才的话 可是不嫁 范无杰完全没有往日的从容淡定 与其仓皇的问向黑衣老者 呼吸都变得急促不堪 我堂堂溜结涅槃强者 岂会欺骗你 黑衣老者的目光变得阴朗 冷声说道 本来 我并不想杀你 但你之前的霸道言语 已经激怒我了 所以 你去死吧 通一声 黑衣老者浑身雷光冲天 席卷这片天地 他身躯上出现了一枚枚雷之骨印 雷鸣震天 威势变得更加可怕了 禁止朝范无杰的身体轰去 狂暴霸道的雷光闪略而来 令范无杰的面旁变得苍白如指 他一咬牙 手心中出现一枚细小剑印 剑印碎裂掉 一股散发出远古气息的 璀璨剑光爆发出来 把他的身体笼罩了入内 轰隆隆的雷鸣声爆发 雷印绽放 整片天地都在疯狂战斗 但 范无杰的身体却化为一抹流光 从滚滚雷印中穿戏略过 显之又显得躲避开来 黑衣老者愣了下 立即抬手怒轰而出 庞大的雷印绪引扑出 可还未接触到范无杰的身体 那抹璀璨剑光又是一闪 以极为恐怖的速度逃窜 消失在了黑夜的尽头 这家伙 逃得倒是挺快 黑衣老者并没有继续出手 更没有追杀的意思 只是深深凝视着范无杰逃窜的方位 确定对方离开胜星辰后 身形一转 朝前方的庭院走去 当他来到庭院 那紧闭的大门 已经打开了 楚行云已经结束了进修 正端坐在凉亭内 石桌上 香名轻转 水雾腾腾 溢出一股悠然庆兴的茶香 画面好不怡然自得 我刚才的演技如何 黑衣老者大步走到楚行云的面前 也不客气 抬手举起茶杯 轻轻抿了一口 脸上洋溢着浓厚笑叶 此刻的黑衣老者 完全没有刚才的灵力姿态 更没有掌控雷霆 末世生死的霸道之感 反而像是一鸣顽童 模样颇为趣怪 只能说是马马虎虎 如果不是范吾杰听到万剑格的消息 心神大乱 以他的城府 或许能看出点蛛丝马迹 楚行云放下茶杯 思索了片刻 颇为认真地说道 原来 楚行云早就猜到 范吾杰会按捺不住杀意 趁夜对他下手 故而 他早几日前 就联络了令天冲 并让后者埋伏在此地 至于令天冲刚才的言行举止 也是楚行云的安排之一 今夜所发生的一切 全都在楚行云的掌控之中 真是个无趣的家伙 令天冲贴了楚行云一眼 镜子坐下后 有些不悦道 范吾杰的修为 不过三劫灭盘 既然你跟他有仇 干脆直接将其灭杀掉 何必要借我的口 故意透露万间隔的情况 引他离开圣星城 在我的计划中 范吾杰是极为关键的一枚棋子 让他离开圣星城 是为了让我方便布局 不管怎么说 他也是一格之主 城府心思 都是不得不防 楚行云耸了耸肩 又道 更何况 就算我想杀他 难度也不小 他统设万间隔多年 李运和其封后 如果他执意要逃之夭夭 恐怕就算是令前辈你 也很难彻底杀死 李旧不能好好说话 令天冲又白了楚行云一眼 只不过 楚行云说的话也是事实 要打败一名涅槃强者 或许不难 但要彻底杀死 确实一件难事 这里是圣星城 势力之主众多 强者无数 一旦引来骚乱 就算是令天冲 也很难全身而退 甚至 还有可能牵连到楚行云 见令天冲满脸不悦 楚行云偷偷笑了声 雨风一转 问道 此事暂且不论 其他人的情况如何 有没有出现麻烦 情况良好 一切按计划行事 令天冲挑了挑眉头 嬉笑道 昨夜 你的父母也已经重聚 两人相见之时 洛兰那小女子都哭了 幸好楚虎那家伙不在场 否则 也免不了一顿鼻涕和泪水 楚行云能想象到那个画面 脸上重新展露出欢快笑容 对着令天冲嘱咐道 虽说洛星渊已经无人踏足 但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仍要小心行事 一切都以计划为重 好 令天冲不再嬉笑 点头认真道 他将杯中的茶水引进 转过身 刚准备离开时 步伐突然停了下来 有事 楚行云出声发问道 只见令天冲看了楚行云一眼 随即眼眸为尘 宁声道 以你现在的实力 还未能完全掌控那股力量 以后出手时 务必要谨慎 楚行云目光为宁 最后点头道 多谢令前辈提醒 我记住了 雨落 雷光烧纵即逝 令天冲的身影 也瞬息消失在了庭院之中 不见踪影 楚行云踏出步伐 走到了庭院中央 他轻轻抬头 凝望着破云而出的皎洁浩月 一双漆黑眸子中 不断闪烁出金芒 其目光 也就此重新变得凌厉 低声尼南道 转折簇月 第一步 终于踏了出去 现在 是时候走出第二步了 第737张长赤销的惊慌 由于还要商议资源分配的问题 盛新城内 依旧聚集着众多舞者 场面热闹非凡 而他们口中所论之事 最多的 当然是昨日的排位赛 至于昨夜的激战 楚行云已经事先布下了屏蔽临阵 把一切声势波动都屏蔽掉 所以并没有人知晓 更不知道 范吾姐此刻已经离开了盛新城 城内 万剑阁所在驻地 郊阳高高悬于苍穹 一道道晨光洒下 落到万剑阁之人的面庞上 皆是映照出笑叶和浓厚的自豪之色 昨日 楚行云代表万剑阁 成功夺得了六宗大笔的魁首之位 从今日开始 往后十年时间里 万剑阁都将成为六大势力之首 这样一份殊荣 和其珍贵 足以让任何人都感觉到自豪 在此刻 驻地大厅内 一众建筑和长老早已聚集完毕 他们各自端坐 相互谈论间 时常发出一道道笑声 场面尤为的和谐 长翅肖和秦秋末也是如此 不过 他们脸上的笑 隐隐透着阴险 让人看了有些不舒服 阁主怎么还未到来 这时 云长青突然开口说话 从今日开始 各大势力要联合商议资源分配一事 在此前 各大势力都要好好规划 容不得马虎 范无杰作为一阁之主 自然要亲力亲为 但众人等待了许久 依旧没看到范无杰 这让云长青感到有些不解 现在时间还早 我们再等等 一名长老刚开口 户地 一道璀璨建光从远处急速率来 眼看要进入大厅之时 建光悉数消散 露出了一名俊逸如妖的黑衣青年 此青年 赫然正是楚行云 落云建主 一看到楚行云 众人纷纷起身行礼 望向楚行云的目光之中 也是充满着友好和尊敬 楚行云一战成名 为万剑格夺得魁首之位 毫不夸张地说 万剑格此刻拥有的所有荣誉 全都是由楚行云争取而来 人群自然会心生敬意 将死之人 也就只能现在逍遥了 长翅肖并未起身 冰冷眼眸瞥了楚行云一眼后 就立刻收回来 在心中暗暗笔一道 秦秋末也是如此 他甚至看都没看楚行云一眼 自顾端坐在墓椅上 直接无视了楚行云 很是不屑 在他们两人的心中 楚行云必死无疑 既然是一名必死之人 他们不愿意多做礼会 更不会起身行礼 这两人的举动很隐晦 但楚行云却清楚看在眼里 他安安冷笑一声之后 便在众人簇拥下 大走到了大厅中央 双手一压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诸位 请听我一言 楚行云朗声开口 立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长迟霄和秦秋末 也皱了下眉 颇为好奇的凝望过去 刚才 我去了阁主庭院一趟 发现庭院空无一人 疑惑下 便开始四处寻找 据圣新城的首城将士所言 昨夜时分 阁主便离开了圣新城 朝着万剑阁所在的位置奔去 听到楚行云的话 所有人都露出疑惑目光 这三日 将讨论资源分配的事宜 对万剑阁尤为的重要 范无杰身为一格之主 怎么会突然离开 而且 他离开得很急 趁夜离开 所有人都没能发觉到 阁主返回万剑阁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们也不必过多揣测 至于讨论资源分配的事宜 我建议 暂时由我一人主管 楚行云扫视了众人一圈 再度开口道 阁主心思 向来让人捉摸不透 他突然返回万剑阁 必定有他的道理 我赞成骆云建主的提议 由他暂时管理资源分配的事宜 一名长老立即出声赞同 分配资源的机会 本就是由骆云建主争取而来 由他主管 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我也赞同他的提议 另外一名长老站起 言语间 丝毫不掩饰对楚行云的拥护之意 见人群纷纷出言赞同 长池潇眉头紧锁 隐约有种不祥的征兆 他轻了轻嗓子 起身说道 资源分配的事宜 对万剑阁的发展极为重要 若云建主年纪尚浅 对于这些事宜并无经验 我觉得 此事还是等阁主返回胜星辰后 再做定夺 没错 由阁主统设 总归会好点 秦秋末瞬间明白了长池潇的意思 楚行云夺得魁首之位 已经揽获了不少人心 如果他代替范无杰 管理资源分配的事宜 那么他的地位 将越来越高 几乎不在范无杰之下 如此结果 显然不是两人愿意看到的 不而出声阻拦 如果在这三日内 阁主都并未返回胜星辰 这资源分配的事宜 该如何处理 楚行云冷某扫视前方两人 话音中透着深深含义 两位 我与你们之间 本就存有不少恩怨 你们想打压我 这点 众人皆知 但资源分配之事 关系万剑阁的兴衰发展 你们两人为了私利 就多半阻挠 处处针对于我 难道不觉得问心有亏吗 楚行云的眼神并未闪烁 直接冷视着长翅肖和秦秋末 话音更是铿锵有力 今日之事 大部分长老和建主都已经同意 若你们还有异议 那就按万剑阁的门规 擂台上剑定夺 此话落下 一股灵力剑意从楚行云的身上散发出来 见光无形 却蕴含滔滔微压 毫不掩饰地压迫在长翅肖和秦秋末的身上 可恶 长翅肖狠狠咬牙 楚行云这话 已经不能说是商议 根本就是羞辱 当着众人的面 出言羞辱他们 但无奈的是 长翅肖和秦秋末 都不敢应战 只因他们从楚行云的建议中 感觉到了杀意 冰冷杀意 倘若雷台一战 他们两人一旦不低楚行云 那么紧接而来的 便会是死亡 自从融合了部分黑洞之力后 楚行云的实力 众人有目共睹 楚行云的心性变化 众人也亲眼所见 一见朱笛 对楚行云来说 只是稀松平常之事 见长翅肖和秦秋末沉默不言 楚行云收回了建议 道既然两位并无异议 那此事就这样决定了 散会吧 文言 众人齐齐点头 目光偷偷扫了长翅肖和秦秋末一眼后 也不再说话 就此先后散去 各自返回了自己的庭院 这里面 一定有什么问题 刚返回到庭院 长翅肖就叫门户闭警 面容沉重地看向了秦秋末 所说话音 更是无比的民众 透出浓浓的担忧之感 翅肖见主 你说的问题 可是阁主的突然离开 秦秋末信心问道 却见长翅肖揭默不语 只是被着手 在大厅中来回垛步 片刻后 长翅肖开口道 正如我们昨夜的分析 这三日之内 范吾杰一定会对洛云和白里狂声动手 绝不会让这两人活着回到万剑阁 然而昨天深夜十分 范吾杰却一言不发地返回了万剑阁 这实在是诡异至极 除此外 最先发现阁主离开的人 是洛云 不仅如此 他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主动负责资源分配的事宜 俨然如同一阁之主 昨天 他还不愿意插手资源分配之事 今日 却主动负责 一言单下 态度还如此的强硬 不惜当众羞辱你我 如此转变未免也太快了 听到常赤肖的分析 秦秋末脸色突然一变 稀气道 那按照你的意思 莫非 范吾杰和洛云之间 达成了某种协议 不确定 常赤肖禁止摇头 但双眸却变得愈发凝重 道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指望范吾杰帮我们除掉洛云 恐怕有些不现实了 必须由我们亲自动手 亲自动手 秦秋末心神战斗了下 满是苦笑地说道 以我们两人的实力 要神不知鬼不教地灭杀楚行云 几乎不可能 唯一能依仗的柳问天 又还在闭关之中 我们要如何动手 如果继续坐以待毕下去 洛云返回万间隔之时 就是你我身陨之客 非但如此 你我所在的家族 也休想苟活 全都要变成洛云的剑下亡魂 常赤肖陡然一喝 顿时下的晴秋末脸色苍白 他深吸了几口气 这才将心中的思绪平复下来 民众道 入夜时分 你我直接去找柳问天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不能再拖下去了 好 秦秋末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不再多言 重重点了点头 日落西山 飞夜 逐渐笼罩住了浩瀚的圣星城 在所有人准备进修的时候 常池肖和秦秋末两人 悄然离开了庭院 趁着漆黑夜色 快速朝城池深处奔去 他们全身笼罩在宽大黑袍中 并且隐藏了自己的面容 一举一动 表现得极为小心 眼观四面 耳听八方 不敢错过任何一丝异样 然而 这两人却不知道 从他们离开庭院的那一刻开始 在他们的身后 就有一道漆黑身影在暗暗跟随着 那道身影 极其的诡异 似乎拥有某种特殊能力 能够吞噬一切声光波动 并且屏蔽他人的灵力查探 这一路跟随过来 不管常池肖和秦秋末如何小心 如何谨慎 都无法发现他的存在 第七百三十八章 柳问天 这道诡异黑影 赫然正是楚行云 进入黑影状态的他 能轻松吞噬一切的声光波动 连涅槃静的范无杰都未能发现 更何况是常池肖和秦秋末两人 不过 他倒也不急 很有耐心地跟在两人身后 始终保持着一个合适的距离 常池肖和秦秋末的目的地 是位于圣星城深处的平心湖 湖边 搭建有一座楼阁 楼阁并不大 却胜在静雅 平日少有人进出 这座楼阁名为平心阁 是柳问天的静修之地 对于这位素未谋面的外公 楚行云也曾多番调查 老也并不陌生 柳问天 柳家上一任家主 实力强横 为人正直不阿 在他掌管柳家的三十多年来 柳家的发展极为惊人 涌现出了无数天才 在新陈古宗的诸多家族之中 柳家的实力 最为强横 也最为根深蒂固 许多家族都跟柳家联姻 结底了牢固关系 毫不夸张地说 除了宗族之外 柳家便是新陈古宗的第二把交椅 而促成这一局面的 正是柳问天 不过 自从当年那件事发生后 柳问天就放弃了柳家家主之位 常年隐居在平心阁内 新陈古宗的大小事宜 也都少有理会 一心闭关进修 但每个一段时间 柳问天都会离开平心阁 到洛新渊探望柳孟烟 有时候一待 就是几日 并且从来不让任何人跟随 当然 这件事 楚行云也听柳孟烟说过 但不管如何 他对柳问天依旧生不出丝毫血肉之轻 有的 只有冰冷寒意 但凭柳问天对楚家出手这件事 楚行云就难以原谅他 更别疏与他相认 换一身外公 正当楚行云思索之时 前方的长翅肖和秦秋末停下了脚步 在他们的正前方 出现了一窝宽阔古湖 皎洁月光洒落在湖面上 导映出斑驳月影 让人有种舒心宁静之感 此地 便是平心湖 长翅肖和秦秋末进入平心湖后 不再遇空飞行 而是轻居首陆地在林间穿梭 没多久 他们来到了平心阁 主动扣响了大门 一压 门户开启 一名身穿紫衣的美丽少女走了出来 他看到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 美眸立即省下 有些冷漠的道 两位建主深夜到来 不知有何贵干 这名紫衣少女 正是柳诗运 自从排位赛结束后 柳诗运就感觉思绪杂乱 无法助神修炼 所以 他就来到了平心湖 希望能有所收获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突然到来 让他愣了下 一看到这两张谄媚讨笑的面庞 他本能生出一种厌恶之感 冷冰冰的 毫无表情可言 我们有要是和刘老家主商谈 还望通报一声 长翅肖的话音夹杂着灵力 无刺耳 却能传递极远 哪怕是楼阁深处 也能清楚听到 柳诗运脸上的冷色更甚 皱眉道 爷爷还在闭关前修 你们先回吧 待他出关之后 我会为你们通报 说完 柳诗运欲关上大门 但长翅肖却是伸手拦住了他 翅肖见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 柳诗运柳梅导树 话音已经带有韵怒之色 喜料 长翅肖根本不理会他 高声道 柳老家主 长翅肖和情秋末求见 柳老家主 长翅肖和情秋末求见 声音犹如波纹 在虚空中一遍遍传荡开去 这话音 蕴含着天地之力 穿透力更强 哪怕是闭关前修之人 都会被这道话音所惊醒 你们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打扰我爷爷前修 柳诗运彻底怒了 只见他玉手一探 以他为忠心 整座平心格绽放出一道道震文之光 光滑闪烁间 一座唯恶浩瀚的紫光灵阵 出现在了夜空中 紫光如潮 瞬间就锁定了长翅肖和情秋末 我深夜到来 的确有钥匙商议 若你还要阻拦 就别怪我出手无情 面对着紫光灵阵 长翅肖的脸上毫无巨异 只见他和情秋末相视一眼 随即 两人同时出手 赤红和灰黑两抹剑光冲天 去世霸道 静止迎上了紫光灵阵 助手 眼看双方要碰撞之时 一道魂厚呵声 从平行阁内传荡出来 这道声音传出后 阁楼内 一名身穿白衣的老者缓步走出 他虽已年老 发誓银白 但一双眼眸却闪烁着绝朔之光 举手头足间 更带着一股威严之气息 爷爷 见白衣老者走出 柳诗运的双眉皱得更紧了 长翅肖和情秋末则是露出一抹笑意 收敛气息 从半空中缓缓落下 同时躬身道 见过柳老家主 他就是柳问天 楚行云自然也看到了这位白衣老者 内心波动了一下之后 很快就回归于平静 乃至冷漠 目无情感的凝望过去 柳问天您是着眼前三人 随即转过身 声音悠悠传来 都进来吧 多谢柳老家主 长翅肖和情秋末脸上喜色更浓 也不犹豫 快步踏入了平行阁内 柳诗运见状 虽心有不分 但也只能紧紧跟上 一行三人穿过庭院 很快就来到了义士大厅 刚跨过门槛 长翅肖的手中 就出现了一方古香木盒 木盒位起 却是一散出一股诱人清香 紧闻上一口 就令人感觉心旷神疑 灵台空明 小小国里 还望柳老家主收下 长翅肖将木盒递到柳问天的面前 柳问天扫了一眼 却没有接下 反问道 两位建主深夜到来 有何要事 直说便可 长翅肖甘笑了一声 将木盒放下后 并没有直接开口 而是朝柳诗运望去一眼 柳诗运并非庸人 何尝不知道这一眼神的含义 他冷恒一声后 对着柳问天道 爷爷 诗运先回房修炼了 说完 他直接转身离去 并将大门重重关上 有什么事就直说吧 见长翅肖神神秘秘的模样 柳问天也有几分不耐 既然柳老家主如此豪爽 那我便直说了 长翅肖和秦秋莫相视一眼 旋即 他将话音审下 清晰道 我希望柳老家主能看在当年的情分上 破例出手 帮我取下洛云的像上人头 第739章后悔 长翅肖的话音落下 若大片空间 煞时变得安静下来 柳问天抬起目光 指示着长翅肖和秦秋莫 声音平静的没有波澜 我虽闭关静修 但对于六宗大笔之事 还是有所耳闻 若云 乃是此次六宗大笔的魁首 按照六大势力定下的规则 任何人不得对他出手 以这个忙 恐怕我是无能为力了 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柳老家主没必要因为一个规定 就畏首畏尾 见柳问天出言拒绝 长翅肖急忙道 更何况 只要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不留下丝毫证据 任何人都无法怀疑到我们的头上 书画间 长翅肖对秦秋莫使了个眼色 秦秋莫立刻揭话道 这一件事 我们两人也会鼎力相助 留老家主您只需负责出手灭沙洛云 其余知识 我们会处理好 不劳您费心 这话说完 长翅肖和秦秋莫的心中 顿时生出一股无奈之感 当初 楚行云的羽翼未封 他们有无措次机会 可以将其灭杀掉 但都由于自始清高 而白白错过了一次次机会 而此时 楚行云的实力 已经不在他们之下 甚至已经超越了他们 他们在想杀楚行云 却已是无能为力 否则 又何须来祈求他人 想到这里 长翅肖对楚行云的必杀之心 更为浓郁了 双目灼灼的凝视着柳问天 但柳问天却是唯闭双眼 摇头道 此事我无能为力 你们两人请回吧 柳老家主 此事对您来说 并不困难 那洛云的实力再强 也不过阴阳一众 而您 早已进入涅槃之境 要杀他 不过是翻手副长之事 见柳问天再度拒绝 秦秋莫继续劝道 然而 柳问天依旧是闭着双眼 不予回答 如此一幕 使得秦秋莫有些慌了 他的面色变得愈发焦急 刚准备开口 常赤霄却是一伸手 把他拦了下来 在秦秋莫疑惑的目光下 常赤霄上前一步 对着柳问天供声道 柳老家主 你顾忌洛云的身份 这点无可厚非 但我刚才也说了 希望你能看在当年的情分上 铺利出手一回 常赤霄的咬字极重 让柳问天缓缓张开了双眼 那波澜不惊的眼眸之中 树然闪过了一抹冷意 原本安静的空间 也突然变得凝重起来 当年 令女为摆脱联姻 暗逃到万剑阁 是我 发现其身份 并将她的行踪告知于你 这份情 你可还记得 令女在万剑阁的那段时间中 也是由我牵红引线 撮合她和范无杰之子 并且让范无杰向星辰古宗提倾 从而帮你挽回的甘大脸面 这份情 你又是否记得 倘若这两件事 刘老家主都不记得 倒也无法 那架空流云皇朝 捕杀楚家之人 并且活捉楚星辰和那个孽种 这一份情 你总不会忘记吧 一连三句 从长尺消的口中接连吐出 每道字音 都是如此的清晰 刺耳 一字不差地传入到柳问天的耳中 让她眼中的冷意 越来越浓郁了 但长尺消却未曾理会 话音不止地说道 当年的事 每一件 我都鼎力相助 哪怕此事结束后 我也多次利用职务之变 跟柳家多次私下交换资源 从而帮助柳家迅速崛起 说句难听的 柳家能有今日的局面 有我长尺消的一份功劳 今日 我要求的事并不多 只是落云的向上人头 莫非柳老家主人不愿答应 长尺消刚说完 柳问天身上便涌出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 压制在前者的身上 声音冰冷地说道 你刚才这番话 可是在威胁我 柳问天的修为 以达三节涅槃之境 比之犯无竭 还要略为胜过一筹 此刻 这股力量降临虚空 立即让秦秋末的身体完全僵硬住 连目光都凝固在那里 再也无法动弹 秦秋末如此 长尺消也是如此 不过 他仍是张了张嘴巴 艰难道 我只是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 请留老家主帮着一个忙 老朋友 听到长尺消的话 柳问天突然大笑起来 那连绵笑声中 竟夹杂着复杂情感 使得整片空间都疯狂战斗 有种摇摇欲坠之感 片刻后 柳问天止住了笑声 似笑非笑地看着面前的长尺消 冷声说道 当年 我为了振兴柳家 被全力蒙蔽了双眼 才会做出一件又一件的荒谬之事 当我知道 孟烟已经嫁夫生子 有了一个圆满美好的家庭之后 我本想既往不救 了结这一段恩怨 事犯无解和谷烦心 放不下这段恩怨 处处逼迫 让我不得不出手带回孟烟 因为这件事 孟烟恨了我足足十八年 这十八年来 她从未喊我一生父亲 妇女相见 犹如仇敌 而我也因为当年犯下的罪孽 从来不敢踏入西风城 只得终日隐居于此 说到最后 柳问天又笑了 但这一连串的笑声 是苦笑 更是懊悔之笑 当年 她为了柳家 为了全力 放弃了妇女之情 更拆散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如今回想起来 柳问天心中充满了后悔 甚至连这一件事 都不愿多想 可笑如常吃消 她居然还想以此邀功 来让柳问天出手 帮忙诛杀楚行云 感觉到柳问天的复杂情绪 常吃消心中暗叫不好 她沉吟了片刻 还未开口 柳问天却站起身来 边走边说道 当年的事 我不想提起 更不想深究 你帮了我的忙 是不争的事实 但归根结底 你只是为了自己 为了全力 否则 你也不会成为内物一末的执掌者 柳老家主 常吃消还想继续求情 一抬起头 却看到柳问天已经站在门口 脸上的表情淡漠 冷言道 两位 请吧 这四字出口 常吃消和秦秋末的所有稀计 就此烟消云散 他们两人紧咬着牙齿 纵使心里充满了不甘和愤怒 也只能长叹一口气 缓步走出了平心得 此时 大厅内 维持着黑影状态的楚行云 正站立在中央处 她的目光凝视着柳问天的挺拔背影 脑海中 不自觉地回想起后者说的那一番话来 她的漆黑毛子 依旧很冷 让人看不出丝毫情绪 只是稍稍停留了片刻 便移开了 落到那方古香木盒的上面 西欧 只见楚行云手掌一挥 立刻将古香木盒收入了储物界中 但在同时 她也取出一方毫无二致的古香木盒 端放到原来的位置 做完这些之后 她终于露出一丝满意之色 目光为夷 又是望了柳问天一眼 这才闪烁身形 悄悄离开了平心格 第740章心上人 楚行云离开没多久 柳问天就回来了 她刚踏入大厅 脸上的寒意就渐渐退散掉 嘴角含笑道 人刚走 你这小妮子就过来凑热闹 还真是不嫌事大 此话一出 柳诗运从门后走了出来 只见她嘟着小嘴 黑黑笑道 那两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深夜来访 肯定有所图谋 我就怕爷爷你上当受骗 是吗 柳问天故意拉涨了语调 让柳诗运甘大的小脸通红 急忙转移话题道 话说回来 爷爷 他们深夜来访 到底所谓何事 你想听 柳问天反问一句 柳诗运立即点头 柳问天顿了顿 道 他们想让我出手 暗中取下洛云的向上人头 什么柳诗运惊讶地蹦跳起来 笑脸上 抱涌出一股愤怒之色 冷恒道 为谋私利 同门相残 这两人简直是禽兽不如 的确是不如禽兽 不过你放心 我已经拒绝他们了 柳问天端坐下来 轻轻拖起茶壶 悠然自得地说道 不管怎么说 洛云毕竟是你的心上人 而你 又是我最疼爱的孙女 即便是宗主清灵 我也绝不可能答应此事 爷爷所言即逝 此事 文言 柳诗运立刻展露出明媚笑容 但话刚说到一半 他突然止住话音 声音骚然拉高几度 道 什么心上人 爷爷 你别乱点鸳鸯谱 如果他不是你的心上人 那你为何这么紧张 柳问天依旧笑容盈盈 所说话音 使得柳诗运灯时哑然 双甲染上了一抹飞红 见状 柳问天放下茶壶 满是宠溺地看着柳诗运 这两天来 你这小女子总是心不在焉 嘴里多次念叨着骆云的名字 每当提到六宗大笔 神态又遮遮掩掩 你还真以为我这糟老头子 已经老眼昏花不成 爷爷 就好像被抓住痛脚那般 柳诗运气得直跺脚 但他越是如此 柳问天就笑得越欢 不停地拖着长须 但见他站起身 走到柳诗运的面前 和蔼道 我虽闭门不出 但六宗大笔发生的事 还是知道些的 同时 我也知道你在烦恼什么 爷爷身为过来人 看得太多 也经历了太多 不管以后你如何选择 爷爷都会支持你 毕竟 当年我已经错了一次 无论如何也不想再错一次 说完 柳问天伸出手 心腻地揉了揉柳诗运的长法 柳诗运则是疑惑地看着前者 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柳问天又是一笑 心念为动 将古香木合地到了柳诗运的面前 道 这礼物 你明日亲自送回给长赤箫 就说我心意已定 让他以后不要来打扰我 好 柳诗运乖巧硬道 随后将古香木合接了过来 可就在他接过古香木合的瞬间 木合发出一道清脆响声 旋即 索扣自动开启 一张漆黑卷轴飘出 缓缓落到了柳诗运的手中 柳诗运愣了下 目光下意识朝漆黑卷轴扫去 只见那漆黑卷轴之上 绘画着一幅绘色玄妙的图文 线条万千交错 仅看去一眼 就让人感觉头脑昏花 这图文 似乎是一座灵阵 而且 怎么跟护宗大战如此相似 柳诗运将卷轴完全展开 上面所绘的图文 令他发出了一道惊异声音 众所周知 星辰古宗的武者 专修紫薇星辰之术和灵阵之道 并且能够将两者结合起来 布置出无数玄妙阵法 据柳诗运所知 星辰古宗的护宗大阵 名为万兴古阵 是一座远古之阵 此阵并不完整 是一座残阵 但即便如此 此阵的威力也极其恐怖 万兴闪烁 阵笼城时 令星辰古宗屹立千年不倒 不过 万兴古阵的灵阵图 向来是星辰古宗的绝密 唯有宗主方能掌控 就连柳诗运都从未看到过 所以他看到这张卷轴的时候 脸上的表情骤然变得古怪起来 听到柳诗运的话 柳问天也是一惊 目光立刻朝黑色卷轴望去 醒刻间 他的目光凝固在那里 瞳孔皱缩 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 爷爷 柳诗运察觉到了柳问天的表情 刚开口 柳问天就近忽瞒横那般 强行把黑色卷轴夺了过来 双眸死死盯着上面的灰色图纹 柳诗运背下了一跳 随后便是看到柳问天张开嘴巴 声音战斗地说道 诗运 你立即前往城中 让宗主连夜召集各大家族的 族长 速来平行个一趟 就说我有十万伙计的大事商议 让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到来 柳问天此刻的面容 固满了焦急和恐惧 他扭过头 见柳诗运仍是未有动作 双眸陡然一宁 抱贺道 还愣着坐肾 快去 一喝下 让柳诗运的心神都是一阵战斗 他从未见过柳问天这般模样 根本不敢多问 身形化为一抹璀璨紫光 全速朝着城中方向奔去 见柳诗运离去 柳问天的表情仍是焦急万分 他低下头 重新朝黑色卷着望了过去 越是凝望 他的心脏就跳动得越是厉害 乃至整个身体都在战斗 与此同时 距离平行隔不远的一座茂密树林内 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身影如风 正在林间不断奔略 准备返回万间隔驻地 他们两人的表情沉重 身上更是散发着阴冷气息 没想到 柳问天居然如此懦弱 堂堂涅槃强者 连一名小辈 都不敢动手 秦秋末满是怒气地喝道 但他的话音中 却是透着深深的无奈 他不愿意动手 我们大可以去找别人 长翅肖一眼就看穿了秦秋末的无奈 双眸直视前方 冷道 在圣星城中 有不少人想杀落云 只要我们耐心联络 总会找到帮手 若是再不济 我们甚至可以拿出万间隔的新秘 根顾玄丰和陵园离交易一番 他们对洛云的杀意 并不在你我之下 此事恐怕不妥吧 秦秋末脸上浮起聚荣 以万间隔的新秘 作为交易条件 私通神销店和大罗金门 这已然是大逆不道 如果传出去 就算他们有十条命 也不够死 洛云一日不死 你我一日都不得安宁 只要做得缜密些 没有人会发现 长翅肖满不在一地说道 很显然 这个计划 早已在他的脑海中成行 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秦秋末面旁抽出了下 思索片刻后 他深深吐了口气 目光一冷 道 反正横竖都是一死 那好 你我明日就去找顾玄丰和陵园离 听到秦秋末的话 长翅肖满一点头 他也深深吐了口酌气 心神为宁 耳旁 却毫无征兆地 想起了一道冰寒之音 道 为了个人私利 连宗门都胆敢出卖 范吾杰还真是养了两头白眼狼 只可惜 你们两人恐怕等不到明天了 第741章半路截杀 语出 整片空间都变得冰冷僵硬 长翅肖和秦秋末顺着声援望去 却见在前方不远处 站立着一名身穿黑衣的俊逸青年 他的脸上 挂着一抹笑叶 很冷 比万古不化的寒霜还要冰冷 骆云 长翅肖的心脏狠狠一颤 他朝秦秋末望去 发现秦秋末也在看着他 两人的目光中 都闪烁着一抹恐惧之光 心神莫名紧张起来 你们两人跟我有仇 时时刻刻都想着杀我 这点 我很是清楚 但我却没想到 你们居然如此丧心病狂 违达目的 连万间隔都敢出卖 此事如果传出去 恐怕整一座北荒域 将没有你们的容身之地 甚至能否或者离开圣星城 都是葛魏之术 楚行云围眯着双眼 一步步朝着前方两人走去 他每走一步 每说一句话 行秋末和常持消心中的恐惧 就浓厚一分 到最后 两人的身形同时闪烁 朝着虚空楚掠去 要逃离此地 嗡 然而 两人身形刚掠出 头顶的漆黑夜空之中 忽然浮现出一面 无比巨大的灵力网锁 网锁遮蔽夜空 如滑盖扳倒扣下来 死死封锁住这一片虚空 常是萧和情秋末心头一惊 弥漫在身上的浑厚灵力 居然无法穿透这面灵力网锁 僵持在半空中 最后不得不缓缓落下 此物名为所空灵网 是神霄殿的至宝之一 全力布置而下 连涅槃境强者都能阻拦 我既然在这里等你们 自然会做好万全准备 楚行云不紧不慢地说道 言语之态 完全将常持消和情秋末 当成了待在阳高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可恶 被如此逼迫 常持消也是急红了双眼 目视着楚行云 抱吼道 若云 你别欺人太甚 难道你以为 你能随意虐杀我们不成 话音落下 常持消陡然拔剑 剑赤红 燃烧着熊熊烈火 身后楚 更是有一尊烈焰武灵浮现出来 灼烧着整一片空间 常持消的修为 不低 达到了阴阳四重 全力释放出天地之力 也能引来阵阵共鸣 身旁 秦秋末也同样释放出武灵 诡异的幽影灵魔武灵浮现 灰黑诡异之光降落 笼罩着秦秋末的身躯 属于阴阳三重的恐怖气息肆虐 同样是没有丝毫藏灼 面对着两人的狂暴气息 楚行云仅是淡淡一笑 回到 难道 我不能随意虐杀你们 此话说完 楚行云的身体动了 只见他向前踏出一步 那璀璨的剑芒流光便疯狂绽放开来 伴随着极致的灵力剑翼 直接朝着两人压迫过去 随后 楚行云出剑了 见光纯白 刺眼 夹带着灵力的锋锐之气 竟不是浑厚无风的黑洞重剑 而是许久不用的斩空剑 一抹剑影掠过 没有丝毫破空之音 有的只是那璀璨到了极致的剑光 同时还有那斩断一切的灵力意境 剑光在虚空中掠过 留下一道剑光长河 经久不散 好快 晴秋末何尝 在这一刻则舌 眼瞳也猛地收缩 心中生出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居然有种不敢直视此剑的感觉 一起出手 虽不知道楚行云为何不动用黑洞重剑 但长池霄也不敢大意 只见他手中的长剑已然迸发出漫天火焰 火焰灼烧虚空 一剑强然出手 朝楚行云直刺过去 晴秋末同样如此 他身上释放出灰黑之剑光 虚影重重 让人分不清虚实 一有而上 仿佛要将剑光长河都掩盖住 轰 三道恐怖剑光犹如恒星般 瞬间碰撞到一起 迸发出恐怖爆炸声音 自三者交锋的那片虚空 响起了咔嚓咔嚓的闷响声 仿佛已经摇摇欲坠 陆云明明没有动用那柄诡异重剑 为何 他这一剑的威能 还是如此强横 长翅霄盯着前方的虚空 三道剑芒依旧在不断碰撞 但他却明明感觉到自己的剑芒 正在不断消散 反观楚行云的剑光长河 依旧璀璨耀眼 灵力无比 剑威更是尤为的纯粹 昔日 斩空剑被长鸣扬夺走后 后者就动用了大量的珍贵资源 并央求范无杰亲自出手 将其锻造成了六文王戚 此时的斩空剑 虽不如黑洞重剑 但威能同样惊人 一剑斩落 破空裂销 配合着楚行云的极光剑翼 更能将剑威发挥到极致程度 换言之 楚行云在动用斩空剑的情况之下 灭杀寻常阴阳似众之人 并非难事 即便以一敌二 也能不落下风 此此妖孽 同修光暗两大建议 但相比之下 此刻的他 并算不得强横无比 我们还有一丝机会 秦秋末的双眸闪烁着幽暗之光 似乎想要把楚行云彻底看穿 但 他目光闪烁的一杀 正前方楚 那片剑光肆虐之地 忽然闪烁出一抹幽子光滑 那光滑闪烁间 虚空仿佛被撕开了一道奇长裂痕 楚行云的身影 便是出现在那 只见他一步出现在长齿霄的面前 斩空剑上缭绕着极致剑光 一挥 如闪电般落下 断 一声暴喝下 斩空剑竟只斩向秦秋末的右臂 剑光太快了 即便秦秋末已经洞悉到了剑光之轨迹 也无法做出任何躲避动作 扑痴 青红滚烫的血柱喷出 将秦秋末的半边身躯染的通红 他睁大双眼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右臂被斩断 同时 一股撕心裂肺的疼痛 疯狂在他脑海中肆虐 楚行云冷冷一笑 当即一步跨出 朝着秦秋末的身躯用力一跺 顷刻间 秦秋末从半空中砸落下去 使得地面出现一枚巨大的圆形坑洞 而秦秋末则是瘫倒在坑洞底部 大口大口地吐出滚烫鲜血 面色惨白至极 这 闪电般的一幕 让长翅萧金的目瞪口呆 他望了秦秋末一眼 当下身形暴掠出去 一见目劈 朝着楚行云指展下去 他的这一时机 把握得很好 几乎在秦秋末落地的一瞬间 就劈砍了过去 指展楚行云的后背要害 但即便如此 长翅萧的一举一动 仍是在楚行云的掌控当中 在他挥动长剑的一杀 头顶的夜空中 有一抹诡秘的暗金光滑降落了下来 无视剑光 更无视了熊熊烈焰 瞬息覆盖住长翅萧的周身 顷刻间 一股强烈的虚弱之感 袭上了长翅萧的心头 他惊恐地抬起头颅 却发现楚行云不知何时已经转过身来 那一双漆黑如墨的眼眸中 正缓缓扶起一抹幽冥图文 第742章天罗地网 幽冥图文中央 导映着长翅萧的恐惧面旁 明昼之光绽放 让他身上的气息奏降三成 熊熊火焰暗淡 根本无法将璀璨剑光焚尽 这是怎么回事 若云什么时候拥有了如此诡异的神通 长翅萧直视着楚行云的双眸 心神骚然跌落到了谷底 顿时有种失声惊呼的冲动 只不过 他心中的疑惑 楚行云并没有出声回应 回应他的 是一道巨大的 浩浩荡荡的极致之剑光 这剑光璀璨次目 就如同一条永恒的剑河 楚行云的身影出现在剑河中央 剑挥动剑河长啸 朝着长翅萧碾压而出 顷刻之间 长翅萧的脸色奏变 尽管这一剑还未领体 他便清晰感觉到了恐怖的剑之威势 撕裂裂焰 甚至撕裂着周身的空间 狂风翻滚 压迫得他难以出眼 通一声 剑光落下 下方的地面上 凭空出现了一道又一道裂痕 这些裂痕每一道都争鸣无比 如大地裂痕 遍布整个视野 长翅萧落于地面 横剑抵挡着璀璨剑光 因为恐怖力量的压下 他全身毛孔都喷涌出森森血雾 双脚深深陷入地面中 呼吸更是杂乱无比 片刻后 剑光消散殆尽 长翅萧所站立之地 已是一片狼藉 他依旧横剑而立 血雾缭绕在他周身处 跟天地之力混杂在一起 显得无比圣人 楚行云从长空落下 低着头 俯视着狼狈不堪的长翅萧 虽未出言 但眼中的辛辣嘲讽之意 却刺痛着长翅萧的双眸 乃至是心神 汤 只听得他冷恒一声 烈焰焚起 将血雾都蒸发掉 奔略到半空中 直视着楚行云 不过是侥幸胜了半仇 虽然胆敢如此嚣张 真是愚蠢至极 初画间 长翅萧强然出剑 口中 一口鲜血吐出 沾染到了火焰剑身上 下一刻 剑光如火焰般熊熊燃起 长翅萧的气息骤然俱增 头顶 更是浮现出一增为恶高大的火焰身影 这是 翅萧秘法 秦秋末终于缓过起来 他望着那增高大的火焰身影 心神顿时一阵战斗 话音中夹杂着浓浓金色 翅萧秘法 乃是长翅萧的独门秘诀 能以本命精血为原 激发出身体潜能 从而让实力奏增 胜敌于虚余之间 此刻 长翅萧的修为是阴阳四重 施展出秘法后 足以力敌阴阳六重之人 但使用秘法之后 长翅萧的灵海将会受损 甚至还会影响到日后的修炼 损耗极大 若不到生死关头 绝不会动用 奈何 到了如今关头 长翅萧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只想尽快诛灭楚行云 逃出生天 这一剑 我看你如何抵倒 长翅萧的低喝声 悄然回荡在虚空中 他身后的火焰身影一颤 当即化为一抹匹炼的烈焰剑光 这剑光嘶吼着 如同野兽般 散发出狂暴杀意 直接朝楚行云杀去 好恐怖的火焰威能 或许这一剑 真的能灭杀洛云 秦秋末看到这道烈焰剑光 心中立刻升起雄雄希望 此剑 已具备灭杀阴阳六众之人的力量 纵使楚行云的天赋再强 也绝不可能抵挡下来 轰 一道具响传来 烈焰剑光刺目 凶悍地直接笼罩住楚行云周身 可是 楚行云却仿佛毫无知觉般 一动都不动 只是冷冷地直视着前方 准备等死 长翅萧发出一道嘲讽声音 话音刚落 在他吃惊的注视之下 漆黑夜穷中 陡然坠落下万千星光 这些星光闪烁着各色光滑 盘旋在楚行云的身前 最后 居然凝聚成一座诡异灵阵 将烈焰剑光抵挡了下来 轰隆隆的声音爆发 使得整片空间都疯狂颤抖起来 只见烈焰剑光所过之处 瞬间让地面出现了一道 巨大无影的漆黑裂痕 楚行云则是站立在裂痕末端 身不动 衣不悔 没有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怎么 怎么可能 长翅萧经的连连退后 他一回目 发现虚空之中 正悬浮着一张古图 古图弥散出万千星光 意义生辉 宛若诸天星辰之本源 能随意掌控星辰之力 我说过 我既然埋伏于此 自然会有所准备 此物名为万星古图 来自星辰仙门 乃是一件绝品皇器 虽说以我现在的修为 还无法发挥出皇器的真正威力 但要挡下你的攻势 并不算是一件难事 在长迟消失声惊恐的时候 楚行云的解释声音缓缓而至 他一踏步 见光再度爆发开去 将空间中的所有烈焰都撕裂掉 甚至 见光闪烁 接触到痴笑常见的瞬间 竟是将健身都硬生生斩裂 扑 长赤霄仰头吐出一抹血腱 身体更是如沙包那般 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弧度 落地后 硬生生擦行了数百米 方才堪堪停下 撞到古树上 惊起了速速落叶 痴笑剑主 剑壮 行秋末急忙奔赴了过去 他扶起长赤霄的一刹那 目光狠狠站立了下 视野中 长赤霄的腹部 被见光洞穿了 林海更是被斩断成碎片 林海断成碎片 林力 也不复存在 长赤霄 变成了一个废人 林力的散去 长赤霄自然能清楚感觉到 因为痛苦 他整张面旁都变得无比扭曲 但他的一双眼眸 却是死死兵着楚行云 气息急喘如牛 准确来说 他兵着的 并非楚行云 是后者手中的斩空剑 你手中的剑 是斩空剑吧 长赤霄终于开口 所说话音 让秦秋默愣了一下 斩空之名 好熟悉 他好像在哪听到过 没错 此剑的确名为斩空 是我亲手从长明阳手中夺来的 楚行云看了眼斩空的皎洁剑身 没有掩饰 直接回答了长赤霄 听到这番话 长赤霄的呼吸一致 他身旁的秦秋默 也仿佛回想起了什么 灰黑瞳孔紧缩得如同针尖 身体不住的颤抖 他猛然抬起头 朝楚行云直视了过去 口中的话还未说出 楚行云就仿佛早有预料那般 冷声说道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 没错 长明阳是我杀的 秦空和秦秀 也是我杀的 这三人 都死于我手 第七百四十三章 已比之道还是比身 在这瞬间 长赤霄和秦秋默的眼眸 变得通红 仿佛忘记了恐惧和疼痛般 面旁骚然变得疯狂起来 要把楚行云生坑活剥了 长明阳和秦秀等人的死 在这两人的心中 一直都留有阴影 不管他们如何追查 如何思考 都不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凶手 只能不了了之 久而久之 这件事 就深埋在两人的内心最深处 不愿提起 也不敢提起 刚才 长赤霄看到 斩空剑的瞬间 这些事 重新在他脑海中浮起 随口一问下 楚行云居然直接承认 他就是凶手 而且 三人都死于他手 洛云 你好残忍 长赤霄死死瞪着楚行云 发出一道怒吼声音 但楚行云仍是面无表情 甚至连一丝丝波澜 都未泛起 洛云 为什么要如此歹毒 你我虽有仇恨 但何必赶尽杀绝 秦秋木养着头 双目赤红 倘若不是身受重伤 他早已冲上去跟楚行云拼命 论歹毒 我不仅你们的千分之一 当年 你们在齐天锋坐下的狠辣之事 你们可还记得 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只是以笔之道 还是笔身罢了 楚行云冷漠地扫视着两人 说话间 甚至还有发笑的冲动 当初 长翅肖和秦秋木等人降临齐天锋 一出手 就要毁灭齐天锋 诸涅数千余人 手段是何其狠辣 姿态是何其高傲 令天冲和武进穴为了阻拦他们 前者被斩断右臂 后者被撕成粉碎 而楚行云 更是被一脚踢碎了林海 匍匐在地 血流成河 这些 楚行云记得很清楚 连一丝细节都没有忘记 而今日 他以斩空之风 斩断了秦秋木的右臂 同时 也轰碎了长翅肖的林海 这两大举动 都是为了报仇 让这两人 切身体会当日之痛苦 齐天锋 难道说 你是那个小畜生 长翅肖脑海中略过一道灵光 居然间 他脸上表情奏变 抱涌出一股难以置信之色 但也是同一瞬 他疯狂摇头 口中不断重复道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你的经脉被废了 林海也被踢成粉碎 绝不可能恢复如初 还有 你的面容 长翅肖的话 就是秦秋默的心中所想 脸上的惊讶之色 更甚 他实在无法想象 一年之前 那个趴在他们脚下的卑微蝼蚁 会摇身一变 化为万间隔千年以来的最强天才 我的手段 其实你们能够想象的 楚行云看着两人 露出一抹信念的神色 让长翅肖的面旁狠狠抽搐一下 颤抖道 难怪你一入万间隔 就处处与我们作对 原来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报复我们 长翅肖的心中 本来还存有些许疑惑 现在 他彻彻底底地明白了 在同时 他的心中也抱涌出一股强烈后悔 今日他们所遭受的身败名裂 全都是当初犯下的罪孽 倘若他没有前往齐天锋 没有大肆吐露 或许 他们就不会沦落到如此地步 你们未免也太高估自己了吧 楚行云淡漠地吐出一道话音 机窍道 我前往万间隔 是为了调查十八年前发生的那件事 而你们 只是两只跳梁小丑 顺带解决罢了 十八年前的那件事 长翅肖和秦秋末先是一愣 随即 他们似乎想到了什么 瞳孔树然张大 声音颤颤唯唯地道 难道你是 没错 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那种 楚行云 楚行云脸上挂着微笑 话音却是冰凉无情 使得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 登时愣在原地 这时 七黑夜穷夏 起风了 风为凉 将两人的衣袍吹得烈烈作响 他们的心神 也在此刻坠落到冰窖之中 当年的记忆 如同潮水般涌出 跟眼前之警碰撞在一起 心神波动之大 简直要把他们逼疯 十八年前 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孩 他们不屑一顾 从来没有放在眼里 十八年后 那个婴孩长大了 忍辱负重 改头换面 以绝世妖孽的姿态 来到他们面前 并且谱写出一段辉煌传奇 这 简直如若梦幻 他们两人甚至有一瞬间觉得自己是在做梦 太不真实了 没想到 你居然能走到这一步 看来所有人都小看你了 只不过 当年的事 跟我们并无 长翅消眼眸一转 想要用言语来蒙骗楚行云 可他当开口 一股狂乱长风便是扑面而来 将他狠狠扇飞了出去 整一张脸颊立即高高中起 牙齿更是不知掉了几颗 当年发生的事 我已经彻底洞悉 我劝你还是省点气力 更何况 楚行云双眸中透着一股妖异之色 冷笑道 我早已布下谋局 要让万剑阁和新陈古宗付出惨痛代价 你以为你的区区几句言语 就能改变什么吗 大言不惭 听到楚行云的话 长翅消哈哈大笑起来 他知道 今日自己必死无疑 索性也不再顾手顾尾 大声嘲讽道 你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的确厉害 我甘拜下风 但你想要以一人之力 搅乱万剑阁和新陈古宗 这绝无可能 你这是在痴人说梦 万剑阁和新陈古宗 乃北荒域六大势力之一 是屹立了千年的庞然大物 反观楚行云 行单隐之 势力单薄 简直跟一头蝼蚁无异 他怎么可能撼动两大势力 是吗 楚行云耸了耸肩 对着长翅肖笑道 我忘了跟你们说 从你们离开庭院的那一刻起 我就一直跟在你们的身后 你们和柳问天的谈话 我全都听到了 并且趁你们不注意的时候 把木盒里面的东西 调换了一下 咯登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心脏 抽出了下 木盒里面的东西 被调换了 见两人的神色陷入呆滞 楚行云叹了口气 不乏向前跨去 出声道 我到底调换了什么东西 你们不必知道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 当星辰古宗看到那件东西的时候 一定会立刻派人来找你们 这就是为什么 今夜 我非要半路截杀你们两人不可 而且还是在动用斩空剑 苦心模仿泛无杰的光之剑意的情况下 送你们两人归西 当最后一道话音落下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目光 又是一阵战斗 但这一次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开口说话了 在两人的视野中 一抹极致剑光略过 随即 他们就感觉整天天地开始旋转起来 视线内 有两具无头尸体站立在那 不断喷涌出滚烫鲜血 这一幕 并没有持续太久时间 很快 所有的一切都飞快消失掉 漆黑的无尽黑暗覆盖过来 彻底吞噬了他们的意识 乃至是生命 长翅肖 秦秋末 两人 界隐 第744章众人恐慌 夜色如水 照应在星红鲜血上 折射出诡异红芒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尸体 在皎洁月光下 无力落到地面上 并伴随着一道闷尘声音 溅起了一捧尘土 然后在消灭于黑夜之中 楚行云的目光缓缓扫过 那两具无头尸体 是如此的刺眼 但他神色依旧冷漠 漆黑眸子中 仍是跳跃着眸光 以及熊熊复仇之火 瘟疫一声 楚行云的手中 庞大的黑洞重剑浮现出来 漆黑剑身上 树然迸发出一股诡异犀利 作用在长翅肖和秦秋末的尸体上 竟抽离出两道模糊虚影 细细望去 这两道模糊虚影 如人 体态灰白 面容跟长翅肖和秦秋末别无二意 刚接触到黑洞重剑的瞬间 就立即被那股犀利完全卷了进去 见那两道模糊虚影 没入黑洞重剑中 楚行云的嘴角掀起一抹满意弧度 闪烁着精芒的漆黑眸子 更是显得磨意森森 下一个 就要轮到万剑阁和星辰古宗了 他低声说了句 目光抬起 略为失神地望着皎节明月 随后身形一略 如幽影般掠入漆黑夜空之中 使得虚空重新回归于死集 与此同时 相隔此地不远的平心阁内 却始终无法安静下来 这刻 在平心阁的议事大厅内 聚集了几十道身影 这些身影全都是星辰古宗的核心人物 手握实权 身份更是尊贵 就连星辰古宗之主 古繁星 都是来到了此地 只见他们沉着目光 纷纷朝柳问天望去 眼中都夹杂着疑惑和不解 有些长老甚至开始低声议论起来 让整个空间的气氛都变得极其古怪 诸位都安静一下 这时 古繁星开口了 他见所有人都已经到齐 跨步走出 对着柳问天说道 柳老家主 现在一众高层都已经到齐 你到底有何大事 不妨直说 柳问天点点头 深吸一口气后 快步走到了大厅中央 他手一扬 拿出了七黑卷轴 朗声道 没多久前 长吃消和晴秋末深夜来访 祈求我暗中出手灭沙洛云 而这一物 就是他们送上的见面之礼 说着 柳问天不给众人议论的时间 心念为动 一股浩瀚灵力融入到七黑卷轴之中 两者相容相合间 一抹璀璨芯芒煞时绽放而开 这抹芯芒略入虚空后 立即化为万千道阵纹 朝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最终化为一道庞大而又晦涩的灵阵虚影 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众人的眼前 这座灵阵 怎么如此眼熟 锦一杀 就有不少人发现了端倪 柳问天的声音在此时再度响起 笃定道 你们猜测的没错 眼前这座灵阵 正是星辰古宗的护宗大阵 虽然心中有所疑惑 但听到柳问天的肯定话音 人群还是发出了一道惊异声音 就在他们要发问时 古繁星吐出一道凝重话音 道 诸位请保持安静 让柳老家主发言 柳问天看了古繁星一眼 唯唯点头后 继续道 护宗大阵 乃是星辰古宗的绝密 林阵图为何会落到 长翅萧和秦秋末的手中 我不得而知 但经过我的研究后 我发现 这张卷轴内 不仅记录着护宗大阵的灵阵图 还记录着护宗大阵的阵法缺漏 而按照卷轴所言 这些阵法缺漏 万剑阁早已知晓 为此 我们还准备了许多破阵之物 一旦这些破阵之物接触大阵 整座护宗大阵 将形同虚设 就此化为虚无 什么 听到柳问天的话 人群忍不住地发出了惊恐呼声 屈知 护宗大阵是新陈古宗的根源所在 自新陈古宗建宗以来 此阵就在不断完善 不断深入 已经完全融入了 圣新城的每一寸土地 倘若护宗大阵碎裂 化为一片虚无 那么整座圣新城 也将遭受到浩大浩劫 会沦为一片废墟之地 消失在茫茫历史之中 而到那个时候 新陈古宗就犹如浮贫 再也难以在北荒域立足 乃至彻底覆灭 万剑阁河的何能 怎么会知晓护宗大阵的心意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古琼无法相信这一事实 但他看到半空中的灵阵虚影 却又不得不无奈承认 其实 这张黑色卷轴 正是楚行云的调换之物 新陈古宗的那一座护宗大阵 其本源 就是万兴古灵徒的万兴古镇 但由于不得其法 万兴古镇并不完整 仅仅只是传承了些许皮毛 拥有万兴古灵徒的楚行云 要想破解残缺的万兴古镇 并不是什么难事 相反 还极为的简单 但在柳问天和古繁星等人的眼中 此举却是不可思议 至于黑色卷轴上留下的字语 也是出自楚行云之手 安静 见恐慌不断蔓延开续 古繁星再度出言 只见他扫拾了众人一眼 又凝望着柳问天手中的漆黑卷轴 乘声问道 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 此刻在何处 在他们看来 这份漆黑卷轴 乃是出自长翅肖和秦秋末之手 并且还以见面里的形式 送给了柳问天 要想知道来龙去脉 也唯有找寻这两人 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 柳问天给予古繁星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的话刚说完 平心格外 就传来了一阵震破空声音 修 一股狂乱进风横扫而过 格外 素名身穿黑衣的中年男子出现在那 当柳问天看到这些人的时候 目光一亮 急忙走了过去 但 当他看到两件担架之时 心脏却猛地颤抖了下 白布掀开 映入眼眸的 的确是长翅肖和秦秋末两人 只不过 却是两具尸体 伸手分离之尸体 怎么会这样 柳问天话音狂颤 这才过去多久 长翅肖和秦秋末居然死了 而且死得如此不堪 失手分离 那几名黑衣男子面面相去 低头回道 我们离开平心湖后 很快就找到了这两人 不过 当我们感到之时 他们就已经死了 至于是谁下的手 我们 不得而知 既然有人肆意行凶 难道你们就不能立即追查 除了说不得而知 你们还会说什么 真是一群废物 刘古琼大声呵斥道 声音之大 几乎要把人的耳膜震碎 除了他之外 其余之人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本以为 找到了秦秋末和长翅肖 他们就能知道 黑色卷轴背后的心密 喜料 长翅肖和秦秋末居然死了 现在 他们总是在疑惑 再不解 也无法知道黑色卷轴的来历 只能处于恐慌之中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实力 并不差 两人联手之下 少有人能够将其杀死 既然凶手能杀他们两人 那便说明 此人实力高深莫测 就算我们出手追查 也难以找出 古繁星的话音出其冷静 他走到两具尸体的面前 俯下身 细细查看了几眼 并且伸手搭在尸首楚 闭目感受了一番 片刻之后 他睁开双眼 缓缓站起身来 吐字道 断痕平滑 毫无毛操 从这点看来 凶手是一名剑修 而且还是一名剑术 极为高超的剑修 而剑痕上面的剑意 乃是光之剑意 极致 凌厉 且蕴含着一丝阴冷诡秘之感 从这点判断 出手之人 应该是范吾杰 也唯有他 才能拥有如此诡秘的光之剑意 第745章 《星辰古宗之乱》 范吾杰 听到这熟悉的名字 在场人群的心神皆是一领 但不少人都对此感觉疑惑 据他们所知 范吾杰已经离开了圣星城 怎么可能对 长翅肖和秦秋末下手 再者 长翅肖和秦秋末掌控内务一脉 算得上是范吾杰的左右手 他出手杀这两人 不等于是自断双臂吗 众人的疑惑 就是刘古琼的疑惑 他出声问道 宗主 你确定是范吾杰下的手 剑者专修剑意 我曾经跟范吾杰交过手 他掌控的剑意 我很是了解 绝对不会认错 而且 能不动声色斩杀 秦秋末和长翅肖的剑修 雄吉整个北荒域 也只有范吾杰 古繁星不紧不慢地回答着 他抬起头 重新望向虚空中的灵阵虚影 道 至于范吾杰的离开 可能只是个障眼法 他早就知道长翅肖和秦秋末心怀鬼胎 可能借此引出两人 然后再趁机诛杀 涌出后患 文言 人群不禁连连点头 范吾杰的枭雄性情 众人都是有所听闻 只要是为了利益之事 不管是对何人 范吾杰都可能下手 如此说来 难道范吾杰现在已经知道 这份卷轴在我们手中了 刘古琼再度发问 心神立即变得无比慌张 这张卷轴所记载之事 太恐怖 是关圣新城和新城古宗的生死存亡 古繁星摇摇头 漫条丝里地分析道 据我的猜测 这张卷轴应该是万剑阁的绝密 长翅肖和秦秋末为了让刘老家主出手 方才复刻了一份 当作是见面礼 想因此引来我们的注意 并且最终同意他们的请求 倘若范吾杰知道这份卷轴的存在 长翅肖和秦秋末不可能活着来到平心阁 所以 由此分析 范吾杰并不知道卷轴的存在 宗主心思聪颖 我等佩服 听到古繁星的分析 刘古琼立即出声夸赞 不仅是他 其他人也觉得古繁星言之有理 暗暗松了口浊气 就算范吾杰不知道卷轴的存在 我们仍不可以大意 从卷轴判断 范吾杰的目的 应该是推翻新城古宗 并将我们彻底吞噬掉 柳问天吐出一道话音 使得人群的面色有沉了下来 气氛一片僵硬 鸣固 以柳老家主所言 您有何看法 古繁星沉吟了片刻 双眸朝柳问天望了过去 柳问天伸手落着长须 在大厅中落不促刺 缓声道 停止商议资源分配之事 并让其余势力离开盛星城 我们需要利用这段时间 全面检查护踪大阵 并且验证卷轴的真假 尤其是万间隔的人群 绝不能出手为难 更不得与之发生矛盾 以免打草惊蛇 曝露了我们的目前情况 话音一落 人群先是愣了下 待想明白之后 进阶连连点头 从这件事判断 他们可以确定 范吾杰 并没有离开盛星城 还藏匿在某一暗处 如果他们出手为难万间隔之人 甚至因为卷轴的存在 而出手软禁 肯定会引来范吾杰的怀疑 到那时 范吾杰必定会有所准备 星城古宗也将完全落于下风 他们毫不容易得到的情报和消息 也将毫无作用可言 与其如此 不如让万间隔之人离开盛星城 安然返回万间隔 这样可以打消范吾杰的怀疑 同时也可以为他们争取到宝贵时间 宗主柳问天话音不止 对着谷繁星说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 为了尽快检查护宗大阵 我建议立刻调动各大城池的精英高手 让他们也加入进来 在同时 各大城池的舞者也需要统一调动 以备不时之需 我也正有此意 谷繁星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看着手中的黑色卷轴 双眸树然审下 下令道 去吧 一切按留老家主所言 务必要做得滴水不漏 绝不能走漏了风声 是 众人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不敢大意 随着一声喝出 立即转身离开了平心阁 朝四面八方奔略而去 当夜 让各大势力离开盛星城的话语 传到了每一位势力之主的耳中 顿时 一道道怀疑声和埋怨声 回荡在了盛星城的夜空之中 随后这几日 各大势力要谈论资源分配的事宜 意义重大 关乎宗门的发展兴衰 而且 他们还要在讨论结束后 审判楚行云犯下的罪行 如果各大势力提前离开 分配资源的事宜 将就此言后 他们对楚行云出手的时间 也将就此言后 遥遥不知其 这点 显然不是神销店和大罗金门 想要看到的 他们的反对声音 也最为强烈 只不过 此时关乎星辰古宗的存亡 他们的意志更为坚定 以古繁星要闭关突破为缘由 直接拒绝了两大势力 并且夺门离去 对于这点 大罗金门和神销店虽心声不悦 但也无可奈何 星辰古宗作为此次六宗大比的主办方 本身就占据着决断优势 连古繁星都陌生同意 他们又岂能反驳 万剑阁驻地 同样听到了这一话音 大厅内一众长老聚集起来 开始热烈讨论着这件事 资源分配之事 何等的重要 在这个节骨眼上 古繁星突然闭关 会不会有所图谋 六宗大比的规则 任何人都不得违反 古繁星身为一宗之主 应该不会使诈 况且 暂且离开胜新城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这里始终不是我们的掌控之地 我也有此想法 返回万剑阁之后 在谈论资源分配的事宜 对我们更具优势 人群一言一句 都同意暂时返回万剑阁 反正六宗大比的排位已经结束 夺得魁首的他们 必定能掌控资源的分配情况 稍稍延迟一段时间 无伤大雅 云长心将众人的表情都收入眼帘 也不多言 问向楚行云 若云建筑 资源分配的大小事宜 本有你一人统设 你有何看法 再者 长世萧和秦秋末现在还未到来 我们是否要等他们出现 再一起讨论此事 这倒是不必了 楚行云摇了摇头 火炬阁主风范帝说道 星辰古宗的态度如此坚决 我们身为客人 不方便出言辩驳 索性就按他们所说 先行返回万剑阁 至于长世萧和秦秋末 不必理会他们的意见 明日天一亮 我们就离开圣星城 提前返回万剑阁 只不过 说到这里 楚行云与风一转 对着众人道 我身上还有一些事 需要尽快处理 无法立即走开 你们先行出发 我随后就会尽快追上 这 有些长老皱了皱眉 方才吐出一道字音 楚行云便坚定道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各自返回庭院准备一下 明日时间一到 立即离开圣星城 雨落 楚行云静止转身 快步离开大厅 一众长老相互对视着 最后也没多说什么 各自返回了庭院 人群中 百里狂生一直保持着沉默 他见楚行云转身离去 在原地犹豫了一会 随后趁无人注意之时 快速引去了自己的身形 并大步朝楚行云所在的庭院奔去 第746章最好的选择 此时 夜已深 当百里狂生来到庭院门前 那扇珠宏大门自动开启 楚行云正坐在流水池塘边上 仰着头 凝视着夜穷脚跃 百里狂生神色为宁 却是听到楚行云的声音响起 缓声道 既然有事 那就进来吧 听到这话 百里狂生的神色在变 他的表情居然有几分纠结 沉默片刻后 这才踏入庭院 并走到了楚行云的面前 他看着楚行云 见候者仍是凝望着皎洁明月 不由得长叹了口气 开口道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 问吧 楚行云对着百里狂生微微一笑 回答得很轻松 李是否对长叱萧和秦秋末出手了 百里狂生紧促着双眉 目光凝视着楚行云 仿佛想要从他的表情之中 找寻到答案 然而 楚行云仍是保持着淡淡的笑页 直接道 没错 刚在不久前 我就向他们出手了 一举诛灭两人 为留活口 虽说早就猜到这一结果 但轻耳听到楚行云的解释 百里狂生的心神仍是站抖了下 他没想到对方会直接回答 还回答得如此干脆 我与他们两人 本就有深仇大恨 谁都不愿放过谁 这一场厮杀的发生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顿了顿 楚行云又补充了一句 我明白 百里狂生点头 一双剑眉 确实皱得更紧了 继续问道 那你是否还会继续出手 你的下一个目标 可是泛无解 两个问题 同时从百里狂生的口中吐出 竟接待着急醋之意 当日 在古兴秘境之外 楚行云面对着众人的痴笑 诬陷 局势严峻到了极点 但那个时候 泛无解并没有挺身而出 还落井下时 想要放弃楚行云 那一刻 连百里狂生都感觉一阵心寒 他真心觉得 楚行云也会如此 刚才 楚行云对着一众长老发号施令之时 话音果断 神态冷漠 俨然如同一阁之主 也正是这瞬间 百里狂生知道 楚行云和泛无解之间 再无关系 见百里狂生的神态复杂 楚行云先是一笑 然后回应道 我在万剑阁中 还有不少的仇人 这些仇 我绝不会放过 至于泛无解 我可以明确回答你 他 必死无疑 鉴定如铁的话音 使得百里狂生倒吸了一口凉气 以他对楚行云的了解 当后者说出这番话之时 事情 就已经到了无可回转的地步 楚行云和泛无解 必将死战不休 百里狂生凝视着楚行云的坚定双眸 又一过目光 望了望夜穷上的脚跃 脑袋中 思绪杂乱无比 不知要说些什么 一时间 两人陷入了沉默中 空间也由此变得安静下来 不过 百里狂生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而楚行云则是在等待 等待着百里狂生的话语 过了没多久 一道舒气声音 从百里狂生的嘴中吐出 他似乎有所决断 扭过头 对着楚行云说道 我曾暗暗发誓 要用手中的剑 一生守护在你的身旁 不离不弃 不躲不避 但对我来说 万剑德是我的家 是我成长的地方 更是培养我的地方 他在我的心中 地位超然 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你与范无杰之间的事 我会做一个旁观者 不占在任何一方 百里狂生清晰吐鹰 每一次 每一句 都代表着他此刻的感受 正如他所言 楚行云 是他发誓要守护的人 任何人对楚行云不利 要伤害楚行云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拔剑 迎碟而上 而万剑阁 是百里狂生长大的地方 是真正的家 在不久的将来 万剑格 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 任何一方 对百里狂生都是如此的重要 意义非凡 他 不知道要如何选择 既然不知如何选择 索性不做选择 两边 他都不想辜负 也不能辜负 好 我明白了 楚行云脸上并无目逆 相反 他对百里狂生的这一选择 颇为赞赏 异者 是他发誓要守护之人 另一者 是他成长之地 两边都如此重要 抉择艰难 百里狂生所做的决定 已是最优之选 同时 这个选择 也需要强大的决心 以及勇气 破天武帝传承下来的破天剑道 你已经完全领悟 并且还领悟出破灭剑意 此剑意 只能算是雏形 还需要一段时间和历练来完善 这段时间 你便以此为目标吧 楚行云伸出手 拍了拍百里狂生的肩膀 但笑道 至于其他之事 你暂且不用理会 相信我 我会一切处理妥当 感受到楚行云眼中的观星之意 百里狂生的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心中的压力 似乎消散了不少 重重点了点头 随即 他转过身 一步步走出了庭院 当右脚跨出门槛之时 百里狂生突然扭过头 深深望了楚行云一眼 认真道 答应我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楚行云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但笑着点头 眼眸围台 目送着百里狂生离开 直至后者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狂生的修炼天赋 并不在我之下 且生性淡薄 重情重义 乃难得一见之人 奈何 范无杰的私心太重 一心只求己力 否则的话 也不会让狂生感觉到心寒 楚行云在心中泥喃一声 这才收回目光 缓步走入了修炼密室 一日清晨 焦阳刚探出云端 圣星城就传来了一阵阵喧闹声音 在星城古宗的催促之下 今日 各大势力和诸多舞者 都将要离开圣星城 他们心中虽不解 但也无从知晓答案 只能先后离开了此地 如此喧闹 一直持续到黄昏 待黑夜降临下来 圣星城终于迎来了许久未见的宁静 但在这一宁静之下 却是隐藏着星城古宗之人的担忧和惊慌 无数高手强者 从各大城池奔赴过来 加入了队伍 开始细细检查着护宗大镇的缺陋 并且苦心研究黑色卷轴 稀记能有些许的收获 就连柳问天和古繁星这样的人物 也是加入到了其中 无数人齐聚圣星城 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场面火热之余 也是隐约透出一股混乱之感 但就在如此环境之下 圣星城中 一处偏僻无人的树林内 却显得尤为宁静 树林的最深处 耸立着一座庭院 这时 庭院内的大门缓缓开启 身穿一袭黑衣的楚行云 从内缓步走了出来 只见他掠到半空之中 双目远眺 将整一座圣星城都收入了眼底 嘴角之笑 居然越发透出一抹协议 呼 一股冰冷的夜风陡然扫过 使得树林发出了阵阵声响 楚行云的漆黑身影 在此时消失了 融入了夜风 也融入了黑夜 悄无声息地朝着圣星城的最深处掠去 第747章星城宝库 进入了黑影状态的楚行云 如幽魂鬼影般 在夜空中急速掠过 现在 已是深夜 但圣星城的各处 仍是能看到不少的高手强者 他们或是检查护踪大阵 或是更改阵文 忙得不可开交 看到这一幕 楚行云脸上的笑页愈发满意 速度奏声 静止来到了一座高峰之前 眼前 山峰高耸而起 即便是在黑夜 也能感受到那股唯恶宏伟之气息 而在高峰之后 则是连绵不尽的山脉 如一头绝世凶兽般 正默默守护着整座圣星城 以镇化山 既能掩人耳目 又能阻拦他人 这个方法倒是颇为不错 楚行云口中吐出一道话音 待最后一道字音落下 他身形猛然纵略 来到了林寻山壁的前方 但见他平举着黑洞重剑 剑剑向前 朝着山壁轻轻一点 口中吐字道 引力 瘟疫一声 引力绽放间 以黑洞重剑为中心 一股璀璨光滑绽放开来 如水波 飞快蔓延了整一座高峰 而蔓延之地 则是浮现出一道道 晦涩光纹 定睛望去 此光纹 居然是镇纹 密密麻麻凝聚于此 乃至整一座高峰 都是由镇纹凝聚而来 乃是一座临阵之山 三 楚行云又是吐出一字 语出 山壁上的镇纹 开始挪移开来 一条漆黑通道 出现在了楚行云的面前 并将他整个身体包裹住 吸入了通道之内 也正是在这一瞬间 那条漆黑通道消失了 笼罩住整座 灵阵之山的耀眼光滑 也就此消散开去 重新回归于宁静 没有引起丝毫的波澜 当楚行云睁开双眼 他发现自己站立在 一片独立空间之中 空间不大 四周漆黑 但在中央处 确实屹立着一座浩瀚威严的七级古楼 楚行云走到古楼的正前方 其上 悬挂有一方楼扁 上书四字 星辰宝库 终于到了 楚行云低笑了一声 再上一试 他就清楚知道 星辰宝库 乃是星辰古宗的千年底蕴所在 藏匿于临阵之山 更是护宗大阵的核心 任何人不得随意靠近 若是在平时 临阵之山 会有无促高手守护 哪怕楚行云透晓万新古镇 并且能随意拆卸阵眼 也很难进入此地 更别说悄然进入 此时此刻的星辰古宗 因为那张黑色卷轴 彻底陷入了混乱之中 所有高手都忙于验证此事 对这里 难免会有所疏忽 而楚行云恰恰抓住了这个疏忽 将心中杂念收回 楚行云跨出步伐 走进了星辰宝库 第一层宝库 存放着诸多丹药 由于星辰古宗的传承 是来自星辰仙门的缘故 在北荒域中 此宗门存在的时间最为悠久 继续资源的时间 也最为悠长 刚踏入第一层 楚行云的双眸就颤抖了下 目光朝前方望去 一座座木柜整齐摆放着 旗上 书写着各种丹药的药效 丹荒 以及副作用等等 应有尽有 罗古丹 穷生古丹 玲珑三玄丹 一个个生辟丹明 从楚行云的口中吐出 他看着这些海量的丹药 表情也是在不断变化 这些丹药 楚行云都认识 但只有在古籍中看到过 全都是早已绝迹的上古丹药 不愧是星辰仙门传承而来 即便只有一部分的皮毛传承 底蕴也如此的丰厚 楚行云嘖嘖称其道 手臂扬起 头顶处 立即浮现出轮回时的模糊虚影 一股恐怖犀利 从虚影上迸发出来 犹如飓风过境那般 所过之处 一切的丹药和丹方 都被卷了进去 遗物都未留下 望着空空如也的空间 楚行云咧嘴一笑 他很好奇 如果让星辰古宗之人 看到此情此景 他们心中会作何感想 又会有如何表情 片想后 楚行云离开了第一层 朝第二层奔去 星辰宝库 共分为七层 每一层的所藏底蕴 都有所不同 或是丹药 或是灵财 又或者是兵刃 包罗万象 品类繁多 楚行云也曾进入过万间隔的底蕴之地 但跟星辰宝库相比下 差距仍是不小 不管是树木 还是珍稀程度 都要胜过数倍 对此 楚行云也没有浪费 全身上下都喷涌出可怕犀利 将那些修炼资源都覆盖起来 一丝不剩地纳入了轮回石 约末半个时辰后 星辰宝库的第六层 也被楚行云搜刮得一干二净 只见它站在中央处 眼眸低下 正在扫视着轮回石内的修炼资源 这些修炼资源的树木 太庞大 简直就如同是一座小山坡 堆叠在那里 树木之多 已然超过了百万之促 实在是难以清点 各种各样的材料 都应有尽有了 树木也不算少 应该能满足黑洞的胃口 楚行云望着轮回石 口中 突然吐出一道古怪话音 随后 他没有再多说什么 将轮回石收入了体内 满意一笑 静止踏上了第七层 轰隆隆 进入第七层后 楚行云便听到了阵阵轰鸣声音 他朝着前方望去 却见此刻他所在之地 并非宝库楼宇 而是一片广阔浩瀚的璀璨星空 居然是一处独立空间 楚行云唯唯一惊 星辰宝库的第七层 竟是一处独立空间 而闪烁在虚空中的星光 都是由海量灵力凝聚而来 遍布整个空间 可见数量之庞大 楚行云凝视着整片星空 视线也在不断挪动 扑地 一抹极致星光在眼前掠过 楚行云心神凛然 立即顺着这抹星光望去 却见在前方不远之处 悬浮着一道耀眼刺目的巨大光晕 这光晕有古怪 楚行云围眯着双眼 黑洞重剑挥出 七黑剑盲掠空而去 刚接触到这道巨大光晕 那刺目光滑就被吞噬掉 逐渐显露出真容 那是一座高台 通体由白玉锻造而成 在高台顶部 是一片白玉平地 其上 悬浮着一道道星光 如星星灯火 环绕而立 照亮了整片星空 倘若此时定睛望过去 可以清楚看到 那一道道星光的内部 都存放着一套铠甲 铠身鹦鹉 遍布星辰光滑 一闪一朔间 仿佛这套铠甲 就是星光本源 拥有浩瀚的星辰之力 当看到这些铠甲之时 楚行云脸上罕见地浮现出金融 喜不胜收得自语道 这些铠甲自成星光 并且能不断吞吐星辰之力 莫非就是水前辈所说的新闻铠 第748章星文凯 在先祖行宫修行的日子里 水落秋曾分享了许多修炼心得 以及星辰古宗的心意 对此 楚行云都深刻记在脑海中 并未淡忘 星文凯 是星辰古宗独有的防御之戏 要想锻造此凯 不仅需要高超的锻造工艺 还必须懂得临震之道 方才能够在凯申雕刻正文 凝聚出星辰临震 这星辰临震 是星文凯的核心所在 一经催动 便能源源不绝地吸收星辰之力 从而转化成精纯力量 欲攻杀敌 而星辰临震的布置手段 雕刻工艺 都是星辰古宗的绝密 外人绝不可知 没想到 星辰古宗居然得到了这一项传承 也难怪能屹立数千年不倒 此所间 楚行云的目光一过 细细打亮着眼前的星文凯 据水落秋所言 星文凯的力量强弱 由星辰临震的树木而定 一座星辰临震 便是一道神文 树木越多 品阶也就越高 眼前这些星文凯 数量并不少 足有三千套 每套星文凯上面的星辰临震 皆有三座 换言之 品阶为三文王戏 一想到这里 楚行云顿时有些则舌 屈之 万剑格的战略宝库内 也存有海量珍宝 其中 还有三千炳王戏之剑 相互催动之下 能凝聚万剑大阵 破空穿销 未能极其的霸道 但 那三千炳王戏之剑 不过是一文王戏 跟眼前这些星文凯相比 差距颇大 星辰古宗传承于星辰仙门 是北荒域最为古老的宗门 其底蕴 虽比不上九寒宫 但比之其他势力 却要胜过不少 光从这三千套星文凯 就可见一斑 楚行云皱眉深思 不禁吃笑了一声 道 如今看来 我倒是低估了星辰古宗的实力 仙门之后 果然不能小区 星辰古宗和九寒宫 皆是传承于星辰仙门 水落秋说过 星辰古宗得到的传承 仅仅只是皮毛而已 相比下 九寒宫所的传承 更高深 连他都无法准确判断 仅仅传承了皮毛的星辰古宗 都有如此底蕴 势力 那么九寒宫所拥有的真正实力 必定更加的恐怖 深不见底 诸多思绪盘旋在楚行云的脑海中 尤其是想到九寒宫之时 他身上 那股冰冷魔艺变得澎湃起来 双眸内 赤红闪烁 浑身都喷涌出霸道之气息 幸好过了没多久 这股魔艺逐渐消散下去 楚行云的双眸重回漆黑 嘴中 更是深深输了口气灼气 他收敛心神 将目光重新落在新闻凯上 手掌向前一探 还未接触到新闻凯 一道璀璨星光绽放 朝他静止扑来 嗯 楚行云目光为宁 剑出 漆黑见光瞬息吞噬了这道星光 但在同一瞬 又是有星光绽放 一道接着一道 重重叠叠 遮蔽星空疯狂扑杀到他的面前 居然还布下了灵阵 看来星辰古宗的警惕性 比范无杰要高出不少 楚行云哈哈大笑 心念一动 头顶上 立即浮现出万星古图的庞大虚影 去 楚行云吐出一字 万星古图之上 耀眼的七彩星光弥漫而出 接触到万千星光之时 两者并未碰撞 而是相互融合在了一起 待两股星光完全相容 古图上 隐约浮现出浩瀚庞大的万星古阵 古阵旋转 化为一抹光晕 把所有新闻凯都笼罩进去 与此同时 那些新闻凯也化作一枚枚光点 不再发散星光 修修修 接连不断地破空声响起 化为光点的新闻凯 略入到星辰古图之中 那璀璨绚烂的星光 也就此没入其中 若大一片星空 景片刻 就化为了一片漆黑 再无半点星辉 楚行云伸出手 将万星古图轻轻拖在掌心 他低头一扫 原本古老泛黄的星辰古图 此刻 竟多了一抹生机 古图上 群星闪烁不休 就如同真正的星空 被封刻在了古图之上 不愧是接近无上帝兵的绝品皇系 以星辰为图 同时 也是星辰之本源 楚行云木带满意之色 这些新闻凯的力量 并不弱 相互共鸣之间 要强行取走 难度极大 稍有不慎 甚至会引来灵阵震动 幸好 这些星辰灵阵来源于万星古镇 而万星古镇 则来源于万星古图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三者 本源相通 正因为这点 楚行云利用万星古图的力量 来收取这些新闻凯 过程自然顺利 倘若我没有进入先祖行宫 就无法得到万星古图 更无法一眼洞破万星大阵 并收下这三千套新闻凯 或许 这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 将万星古图收起 楚行云抬头望向了漆黑的深邃空间 目光之中 树然掠过阵阵精芒 随即 他脸上浮起一抹笑叶 身形纵叶 镜子离开了星辰宝库 翁一声 楚行云的身影 在夜空中缓缓浮现出来 此刻 东方江白 聚集在圣星辰中的高手强者 数目仍是不少 他们的身上 闪烁着微弱星光 对星辰宝库所发生的事 一无所知 楚行云屹立于高空 眼眸垂下 将整座圣星辰都收入了眼底 古语曰 在暴风雨来临前 天地 往往都处于宁静之中 对即将到来的毁灭 无一丝一毫所知 眼下之景 想必就是所谓的宁静吧 一道冰冷话音 从楚行云的嘴中缓缓吐出 他越是俯瞰 他的目光 就变得越是冰冷 一丝霸道魔艺 从他的身上涌现出来 户地 他列出一抹笑容 整一张面旁 都因此变得妖异起来 一字字道 但从此刻开始 代表着毁灭的暴风雨 即将到来 话音垂落 楚行云淡然毁身 在他的身后 原本毫无动静的临阵之山 陡然传来了一道震天动地的轰鸣声音 随即 一道道刺眼而又恐怖的星光 从山月中爆发开来 压抑着整片天地 这些星光 足以用狂乱来形容 每一道 都是如此璀璨 不断地蔓延 不断地肆虐 声势可堪惊天 使得整座圣星城 乃至整一片大地 都疯狂战斗起来 第749章兵发万剑阁 此刻的圣星城 本就处于慌乱之中 如此恐怖的声势爆发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城中 刘问天和古繁星等人感受到这股冲天星光 脸色巨变 纷纷抬头凝望 星光出现之地 似乎是宝库的方向 低于一声 众人的身形掠动 直接将屋顶给捅破掉 目光望向灵阵之战的同时 星神也疯狂颤抖了起来 几乎几乎在同一瞬 所有人都朝灵阵之战奔去 当他们赶到之时 高耸入云的灵阵之山 正闪烁着万千震闻 中央处 通道大开 竟只将星辰宝库曝露了出来 顿时 众人的表情各异 心中树然浮起一丝不祥的预兆 他们相互凝视着对方 最后 柳问天和古繁星两人 率先站了出来 步伐倾踏 一步步朝着星辰宝库走去 至于其余的人群 皆是在后方跟着 他们的步伐不快 每走一步 心神就沉重一分 空间静悄悄的 没有丝毫声音 也没有人胆敢出声 当他们来到宝库门前 古繁星的眉头紧簇 他还未伸手 门户却自动开启 露出了里面一片空荡的狼狈之景象 咯噔 众人的心脏一颤 还没来得及出声 以古繁星为中心 一股属于涅槃强者的恐怖气息爆发出来 以排山倒海之势 将所有人都震飞出去 人群好不容易方才稳住身形 定睛一看 却见古繁星的脸色变得无比铁青 一言不发地登上了星辰宝库 他的身上 缭绕着可怕的怒意 冷意 甚至是杀意 每登上一层 这一股气息 就浓厚一分 层层而上 杀鸡壁路 任何人都不敢靠近 当古繁星登上第七层之时 缭绕在他身上的恐怖气息 顿时消失了 整片虚空 煞时陷入了死急中 连心脏搏动的声音 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片刻过后 好不容易才回归宁静的临阵之山 再度战斗起来 而这一次 肆意迸发而出的 却不再是星光 而是杀意 猙獰之杀意 伴随着这股杀意的 环有古繁星的愤怒吼声 船荡开去 笼罩铸整一座圣星城 让城池内的所有舞者 都惊得瘫坐在地面上 额头上不断渗出 密密麻麻的汗水 这些人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只感觉这一股怒气 从虚空中降临下来 仿佛要把他们碾碎掉 极其的恐怖 过了许久 这一股怒气 终于逐渐散去 人群望着临阵之山的方向 开始纷纷议论起来 同一刻 从其他城池赶往圣星城的强者 更多了 而且这些强者 皆是家族之人 地位颇高 圣星城 宗府 此地位于圣星城中央 乃是历代宗主的居住之地 这刻 宗府上下 出现了无数人影 这些人影的神态急促 快速朝着大厅的方向奔去 他们脸上的表情 竟艰难看到几点 没有丝毫生机 一时大厅之内 已经聚集了百余人 这百余人 来自个大家族 拥有举足轻重之地位 实力也极为强横 乃是星辰古宗的最强战力 但此时此刻 他们全都站立着 脑袋低垂 不敢发出丝毫声响 大厅守卫 古繁星正端坐在那 此时此刻的他 神色竟有些恍惚 双眼无神 脸色难看 身上 还散发出恐怖怒气 一言不发 使得整片空间 都陷入了死疾之中 星辰宝库之事 调查得如何 这时候 终于有一道声音响起 说话之人 赫然正是柳问天 他说话之时 目光立即望向了 一名灰衣长老 那名灰衣长老身体 先是一颤 然后急忙走出来 公申道 经查验 星辰宝库内的所有修炼资源 包括三千套新闻凯 全都被搜刮一空 遗物 都未曾留下 此话刚出口 一直毫无动静的古繁星 目光猛地抬了起来 这让灰衣长老的心脏猛地一阵抽搐 见前者并无出声 这才继续道 我们已经彻查了整座星辰宝库 并没有发现丝毫痕迹 各大灵阵 也没有被强行破坏的痕迹 依我的看法 盗窃之人 必定对护宗大阵尤为首席 甚至 还能出手掌控大阵 否则的话 他绝不可能在不破坏灵阵的情况下 救到走所有的修炼资源 换言之 盗窃之人 就在你我其中 一名黑衣长老出生 在座人群 乃是星辰古宗的高层 也唯有他们 方能接触道护宗大阵 其余之人 连星辰宝库的所在之地 都不知晓 宝库出现异象之时 我们都在检查大阵 并且研究黑色卷轴 怎么可能暗中行窃 再说了 如果没有高超的实力 即便能避开各大灵阵 也绝不可能避开我们的查探 黑衣长老的话刚落下 刘古琼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直接出言否定 他向前踏出一步 静止迎上了所有人的目光 顿了顿 再道 我觉得 行窃之人 应该是犯无解 此言刚落 大厅内 立即传来一阵阵倒西凉气之音 人群纷纷望向了刘古琼 只见刘古琼面色凝重 吐字道 从黑色卷轴中 我们可以得知 万剑格已经掌握了护宗大阵的缺陋 并且在研究破解之法 换言之 他们能轻而易举地穿越护宗大阵 游走于圣星辰各处 既能无视护宗大阵 又能躲避我们所有人的查探 并且在这个混乱时刻 完美抓住行窃时机 拥有如此高深手段之人 除了故意离开圣星辰 实则偷偷藏匿在暗处的范无杰之外 又还会是何人 刘古琼的话音 让不少人都是连连点头 如果在黑色卷轴出现之前 他们绝不会怀疑范无杰 但这一黑色卷轴 确实为他指引了方向 把一切线索都结合起来 唯一有能力行窃之人 正是范无杰 范无杰 本就是野心勃勃之辈 他早就在暗中行动 想要吞并星辰古宗 此次行窃 就是一根岛火索 只在让我们陷入恐慌当中 如此一来 他就可以正式实施阴谋大计 可惜 万剑格的人群 今早已经离开了圣星辰 否则的话 我们还可以言行逼问一番 逼问又有何用 敌在暗 我们在明 我们的一举一动 应该都在对方的掌控之中 从洛云夺得魁首之位开始 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众人讨论的声音 越来越小 也越来越分杂 他们所有人的矛头 都指向了范无杰和万剑格 认定了此次的行窃之事 出自对方之手 柳问天并没有参与谈论 他一直站立在侧方 低头沉思 这刻他抬起目光 对着古繁星问道 宗主 此时你有何想法 听到柳问天的话 人群立刻停止了议论 纷纷一幕 望向了古繁星 但见古繁星仍是低沉着整张面旁 眼眸间 冷光闪烁不休 他道 宝库被盗之事 并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是出自范无杰之手 但同时 也无法洗清范无杰的嫌疑 黑色卷轴的出现 星辰宝库被盗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离奇之死 这些事 都发生在圣星城 所向矛头 也都纷纷指向了范无杰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与万剑阁 都应该有所了断 至此 我以宗主身份 向在座诸位发号施令 从今日开始 暗中集结各大家族之精英 齐聚圣星城 列队城镇 三日后 兵发万剑阁 第七百五十章剑奴 作为星辰古宗之主 古繁星的心思城府 自然身不见底 谨慎之为 他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兵发万剑阁 这一决定 将会引起何等的轩然大坡 而这件事 更会传遍北荒域 吸引亿万武者的灼热目光 但 他却不得不做出这一选择 黑色卷轴上 不仅印刻着星辰古宗 赖以生存的护宗大阵 还记载着护宗大阵的所有弊端 以及应对护宗大阵的诸多方法 倘若黑色卷轴所说属实 那么此刻的万剑阁 已经拥有轻松攻破胜星辰的实力 倘若再过一段时间 万剑阁甚至能覆灭星辰古宗 这点 事关星辰古宗的千载传承 古繁星不得不在意 今日发生的盗窃之事 他的确不知道谁是行窃之人 他只知道 行窃之人 无视了各大灵阵 避开了所有人的查探 更为重要的是 他动手的时机 很是巧妙 所有疑点堆叠在一起 范吾杰 成为了第一怀疑对象 倘若此时还不出手 星辰古宗将彻底陷入混乱之中 将惶惶不可终日 因而 古繁星终于下定决心 集结三日 兵发万剑阁 以强猛霸道之威士 星自登陵万剑阁 验证所有事的真相 不再胡乱猜测 古繁星的想法 也就是众人的想法 他们听到此言 都是重重点头 眼中闪烁着熊熊的愤怒之火 立即转身 奔赴各大城池 池至此刻 笼罩驻圣星城的混乱之景 终于消散于无 取而代之的 却是一股火热肃木之态 人人为兵 步步成阵 圣星城内发生的一切 楚行云并未亲自查探 但远在偏僻庭院的他 却早已经料想到了事态的发展之趋势 从他隐犯无解离开圣星城开始 黑色卷轴的出现 长翅肖和秦秋末的死 以及刑切星城宝库 一切的一切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些 就像是一个葛继谋 组成了一方棋局 而楚行云 便是唯一的下棋人 不管是星城古宗 还是万剑阁 都只是他的棋子 在此时 轮回时内 楚行云盘膝坐下 双目闭合 仿佛进入了冥想之中 在他的面前 则是摆放着无数的修炼资源 树木众多 堆叠得如同一座小山 这些修炼资源 自然是从星辰宝库中盗窃而来 每一物 都是不可多得的宝贝 堆叠于此 光是散发出来的灵力波动 就犹如潮汐般浩瀚 除了这些修炼资源 虚空当中 漆黑庞大的黑洞重剑 也静静悬浮着 漆黑剑身上 有一道道诡异的明文浮现 这些明文散发着魔器 似乎拥有生命般 疯狂蠕动 贪婪地吞噬着虚空中的天地灵力 灵 忽然间 楚行云睁开了双眼 一字清喝 黑洞重剑之上 那些明文蠕动得更加厉害 那股恐怖魔器冲天而起 最后滑为了一道漆黑漩涡 漩涡中央处 存有一抹诡异光晕 光晕内 释放出无穷无尽的犀利 将那如同小山般的修炼资源 一股脑的吞噬殆尽 顷刻间 咔嚓咔嚓的碎裂声响起 那些修炼资源被吞噬之后 光晕中 立刻有一股诡异力量涌现出来 这股力量 居然并非虚无 如同一体一般 上下漂浮着 不断蠕动 好诡异的力量 不在武行之中 也不在天地之内 楚行云看到这股诡异力量 不禁发出了一声感慨 他站起身来 手掌一挥 两道虚幻的人影 在虚空中浮现而出 这两道虚幻人影 是楚行云朱沙长赤萧和秦秋末之后 利用黑洞重剑之力 从两人的体内强行抽取而来 乃是他们的灵魂 当日 楚行云为了能尽快营救水流香 只身进入了黑洞重剑内部 并且与黑洞接触 不惜以入魔为代价 换取强大的力量 楚行云的一部分心神 已经融入了黑洞 同时 他也从黑洞之中 得到了力量 更得到了诸多心秘 在这些心秘中 记载着一项法门 法门言 以阴阳强者灵魂 纳入黑洞深处 并投以海量的修炼资源 便能凝肃出黑洞剑奴 不死不灭 无灵无事 为最忠诚之战魁 此刻 楚行云所作之事 正是在尝试凝肃剑奴 嗡 灵力绽放 裹挟着长赤霄的灵魂 化为一股狂乱进风 陡然没入到黑洞深处 并跟那股鬼秘力量 融合在一起 顿时 那道漆黑漩涡 开始疯狂旋转起来 光云内 一道道鬼秘明文一出 如一根根锁链 死死缠绕住 长赤霄的灵魂 并发出一声 无比凄厉的哀嚎声音 这股哀嚎声 来自长赤霄的灵魂 倘若此刻放眼望去 将会清楚地看到 那道虚幻人影 正显露出长赤霄的五官面容 只是 那面容极其猙獰 似在承受着无穷无尽的苦痛 令人不禁毛骨悚然 楚行云站立在漩涡面前 双眸凝视着前方 将那猙獰痛苦的五官 都映入了眼帘 没有一丝波澜 唯有淡漠 以及浓浓的冰冷之感 通隆隆的声音响起 不多时 那道哀嚎声彻底消失掉 长赤霄的灵魂 已经完全融入到 那股诡秘力量当中 西黑之光涌动 一道难以言说的恐怖力量 从中疯狂暴涌出来 楚行云目睹着此景的发生 那股力量暴涌之时 他立刻向后退步 随即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声音响起 伴随而来的 环有肆意流窜的狂乱进风 失败了 这瞬间 楚行云的脸上 立即涌出一丝气馁之态 西黑眸子朝着前方望去 当看清眼前之景时 一抹满意之笑 却是缓缓浮现了出来 只见前方的虚空中 出现了一道漆黑身影 那身影 乃是一名身穿漆黑青铠的 中年男子 腰腹剑 被挺直 如一柄诡秘之剑剑 给人一种扑瘦迷离的 神秘之感 至于他的面容 居然跟长翅肖毫无二意 唯一不同的是 他的双眸很空洞 完全感觉不到人类的生机 这道漆黑身影扭了扭头 仿佛在适应这里的环境 当他看到楚行云的一刻 身影陡然消失掉 化为一道黑色流光 降落到楚行云的面前 他单膝跪下 将头颅身深埋低 用一种极为尊敬的语气道 剑奴 遵听主人拆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